敬亚斯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 语扩大 前言 作者川本方昭 译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前言 长达四百年的大分裂时期 通关中国历史 我们会发现存在这么一个规律 即政治上错综混乱的时期 与比较安定的时期 以巨大的周期交互更替 例如 在各国歌剧的春秋战国时期之后 便是缔造了中国早期统一国家的秦汉帝国时期 随后紧接着 又出现了分裂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继而又迎来了随唐帝国绚烂的大统一时期 本卷所研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正是加在前后两个大统一时期之间 跨度大约四百年的一个大分裂时期 是名副其实的一段乱世 然而这个时期却孕育出了六朝文化 其中的代表是留存至今的壮观的云刚 龙门佛教遗迹群 以及王羲之 陶渊明等文人和诗人 这是一个绝非黑暗可概括的时代 而是一个风流净竹 一彩分成的时代 它是国际色彩丰富的隋唐时代的渊源 而后者对日本的古代文化 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华盛顾凯之的画风 汇编了众多锦绣文章的诗文总集 文选 老庄思想的盛行 道教的出现等等 都是这个时期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 秦汉帝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也绝非单纯是乱世 那个时代有所谓的诸子百家争鸣 那时候的人意气风发充满活力 从这一点上看 魏晋南北朝时期 可谓与之一脉相成 活跃于乡村社会和中央政界的贵族阶层 从表面上看 这种乱世局面 与文化上的绚热状况 显得相互矛盾 却又混杂在一起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时期 这可以说是本卷所探讨的一个中心课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般被称为贵族制的时期 这固然是由于东汉末年的混乱中 出现的身为贵族的文人知识分子 既成为乡村社会的领导 又进入中央和地方政界的统治阶层 从而备受后人的关注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段政治混乱的时代 之所以能够呈现出 丰富多彩的社会面貌 与这些读书人的作为不无关系 换言之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知识分子 凭着强韧的精神 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 在漫长的乱世中 文明 文化之花 才非但没有凋零 反而得以繁盛绽放 吐露芳华 不过 这一活力时代的创造者 并非只是贵族 作为造成乱世的另一方推手 胡族对中华民族 也起到了保护和发展的作用 尽管表面上看 这种判断似乎有点似是而非 另外 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的兴盛 以及在拥有广阔 为开发地的江南地区的 大规模开发等方面 所取得的进展 其背后 则是不可计数的 无名民众 毫不倦怠的 辛勤经营与劳作 在本卷中 笔者也力图基于上述的视角 对文明的演变和继承等问题进行探讨 汉民族 汉民族与非汉民族之间对立 与融合的历史 我们知道 这个时期 充现了世界性的民族大迁移活动 例如 欧洲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 在中国 发生了被称为五湖的民族 即 匈奴 鲜卑 劫 低 腔之大迁移 甚至还有学者认为 引发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 便是侵入西方世界的匈奴人 以这种民族迁徙时间的观点 来审视这个时期时 我们究竟能够看到些什么呢 思考这个问题时 应当提请注意的是 中国有着日本不可比拟的诸多民族 尽管我们不能说 在日本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 自古以来 便在这片大地上繁衍生息 于是演化形成了中国的历史 这一点从现在中国 有蒙古、壮、苗等 五十六个民族的情形 便能容易看出 在中国现有的五十六个民族中 占人口大多数的民族是汉族 然而 在考察汉民族的问题时 我们也不能忘记 历史上汉民族本身 也是经过与其他各民族的抗争 与融合 才一步步形成现在的格局和状态 例如 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 现代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汉族之间 存在形质上的区别 还有北京官话 粤语等多种多样的方言 并且存在川菜、粤菜等 多样性的饮食文化 十二世纪宋代著作 《荣斋随笔》中继续道 古代周的时期 中国的疆域最为狭小 就如今的地域而言 吴、粤、楚、蜀、敏 均为蛮夷之地 淮南也属蛮地 秦则是荣地 洛阳为天下之中心 为王城之所在地 然而其周边有 杨聚、权高、埋士、陆魂 伊洛等戎族 此后成为宋朝皇帝的开封 原本生活着 菜、谋、戒、菊等遗族 当时可称作中国的地域 仅为晋、魏、齐、鲁、宋、正、陈、许等国而已 全部加起来 不过是宋代天下的五分之一 这段文字是站在宋代 对古代周朝的回顾 换言之 在比春秋战国更早的时期 与宋代相比 所谓的中国其范围极为有限 然而 当代中国的疆域进一步扩大 包括西藏、新疆、蒙古南部 以及过去的满洲等地区 由此看来 我们不得不说 宋代的中国与现在的范围相比 只能算是狭小的 经过历史的变迁 当今中国境内居住的人口中 汉族占十分之九以上 这种状况真实地反映了汉族自身 经历了过去与上述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 才形成如今的状态 以这种观点考察民族时期的 魏晋南北朝时 我们应该如何在整个中国历史中 对这一时期进行定位 这个问题也是本卷力图探讨的一个课题 从用语上来说 在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维持超过四百年统一的 汉帝国出现以前 被称为汉族的民族尚未出现 自汉帝国以后 经过与诸多义民族和义文化之间的树立和融合 汉族的文化和文明发展演变至今日 运用这种民族形成的视角 引发了规模庞大的人口迁徙和移居 这股浪潮从北亚地区向华北 继而从华北向江南 从华北向朝鲜半岛等 波及东西南北各个方向 这一迁徙的焦点 是作为黄河文明摇篮的华北平原 正因为如此 这个地区深受暴力和破坏的严重伤害 因战乱逃亡而产生的大规模迁徙人潮 集中地涌向了江南 结果使得这片此前尚未开发的广袤区域得到迅速开发 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现今中国出现北京和上海 这种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格局 其中一个渊源可以追溯到这里 当然 人口向江南等地区的移居 所造成的格局变化并非就此打住 它还给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 带来了其他种种重大的变化 其中的一个变化 即是中国周边地区在广义上的中国化进程 例如 据被认为成为日本联仓时代的古籍 《十介超》记载 京都 东部号约洛阳城 西部号约长安城 书中出现的京都无疑是日本的京都 然而日本人却用洛阳作为日本都城京都的雅称 而历史上把进京称作上洛 还有洛中洛外图屏风等作品 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洛阳留在京都的痕迹 然而众所周知 洛阳可谓是中国都城中的都城 正如其又被称作土中那样 洛阳长久以来一直都被视为中国中华的中心 日本人将自己的国都京都比作洛阳 这说明在古代日本存在与中国同样的中华思想 即以中国的思想为范本的中华思想 在我们追寻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轨迹时 可以发现这种推断是可靠的 而在日本形成这种中华思想的过程中 本卷所研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趋势 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 除了日本以外 当时中国的周边地区 高沟梨、百季等同样也出现了中国化的趋势 对这种中国化的实际情况 及其影响的历史意义进行阐释 也是本卷力图探讨的另一个课题 静雅思听现已开通微信公众账号 感兴趣的朋友请搜索账号 JustinV 或到网站首页扫描二维码进行关注 快来与我们私聊吧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序幕 一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朝 朗读者小心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序幕 奔向新时代的滚滚浪潮 公权力之私有化 与公之在建构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 是夹在秦汉和隋唐 两个大统一时期的一段乱世 长达四百多年的秦汉帝国时代 自东汉中期以后便开始衰退 紧接着陷入了东汉末年 及三国时期的混乱时代 以及比起东汉末年 及三国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五湖十六国分崩离析的时代 因此如何消除混乱 构筑新的和平时代 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从大格局来看 秦汉帝国长期的和平局面 使中国的社会 经济 文化 受贿极大 中国作为东亚古典文明发祥地 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这种发展的成果汇集社会各个角落 平民阶层也广泛受益 其结果 财富的创造和积累 以前所未有的规模 从国家层面向平民阶层逐渐推进 随着这种状况的发展 在原本经济水平上几乎没有差别的平民阶层中 也出现了广泛的贫富差距 从而产生了阶层分化的新局面 这种阶层分化在地方社会中 普遍催生了形态各异的豪足阶层 其中 上层的人士跃升到了地方和中央的政界 而成为官宦 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 然而 这种由各阶层所构成的国家和社会的分层化 对于一军万民 主权在军的秦汉帝国类型的国家而言 可谓是对政权存力本身都有影响的结构性变化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秦汉帝国的基本原则是 在唯一绝对的皇帝统治下 存在着数量庞大 基本上是军制的民众 凭借他们缴纳的赋税和所服兵役 国家财政和军政得以维持 而财政和军政的执行 则托付给皇帝的仆人 即作为王之耳目 勤勉于国税的官僚群体 这种一致性逐渐瓦解 并形成分层 其上层则逐步向地方和中央进击 并巩固其地位 朝着否定一军万民结构的方向突破 社会和国家可以说 一步步划入极为不稳定的结构当中 更直白地说 这时出现的豪卒阶层 将普通平民 笼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中 将本来应当集中到国家层级的税收 纳为己有 这种局面 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断纵深发展 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产物 这种局面固然引发了公权力的弱化 然而 正如我们可以从外戚 宦官或义族对朝政的专断 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混乱中所看到的那样 公权力本身也经历着权力私有化的冲击 另一方面 在汉代推行儒教国教化之后 涌现了具有儒教素养的官僚群体 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全国各地 规模庞大的官僚预备军 割据一方的各地豪卒中 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以儒教素养为根基 欲满天下的名人高士 他们对垄断 兼并平民土地等 对公权力的破坏行为表示抗拒 在乡里社会的支持下成为集结点 这种行动最后对朝政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而东汉末年党人的集结 大概可说是其中最早的事件 公权力私有化的潮流 以及立足于乡里与之对抗 并由此力图对公实施再建构的行动 可以说是汉代社会瓦解过程中 所产生的时代的不同两面 这也成为这个时期 群雄割据动荡不安的一大根源 因此对于魏晋南北朝的国家而言 为了消除这种不稳定性 从而重建统一中国 如何突破这种结构 可谓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这个时期所面临的问题 并不仅仅只有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一个 前面讲到 汉代长期的和平 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贿极大 中国作为东亚古典文明发祥地 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这种文明之光 亦普照到中国以外的东亚、北亚等地区 这表现为 作为文明中心的中国 对中国以外地区的各民族 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而东亚末年 中国愈演愈烈的混乱局面 又推动了这种状况的进一步发展 大量的非汉民族向中国内地迁移或入侵 换言之 当时非汉民族与汉民族 这些不可调和的集团混杂 分布于中国的大地上 这种现象成了日常状态 必然导致各集团之间激烈的冲突 于是 如前所述 由马赛各班分层所组成的国家 在这种混乱和冲突面前 便显得不堪一击 因此 如何解决汉民族与非汉民族之间的对立局面 可为这个时期所面临的另一问题 人们处在这个混乱动荡不安的社会 国家中 深切地关注自己的内心 同时 执着地追求精神和灵魂的救赎 当时 人们潜心于诗文绘画等艺术中 清心笃信佛教和道教 这在某种意义上 可说是这个时代的必然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状态 与刚才所述的这一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之间 存在着联动的关系 那么这个时代的人们当时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 让我们开始一段旅程 进入这个波澜壮阔的画卷般的世界吧 让我们从三国的时代开始 先概述一下本系列第四卷 《三国志的世界》中所讲述的经过 东汉末年爆发的民众大叛乱 黄金之乱 东汉中期以后 天灾和基锦接连不断 从二世纪上半叶 汉顺帝在位时起 几乎每年各地都会爆发农民反抗运动 此外 士大夫 宦官之间的对立导致内政纷乱 民众疲惫不堪 其中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是黄金之乱 之所以称之为黄金军 是因为参加起义的人都用黄布包头 其基础组织是河北省聚路人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 东汉顺帝时期 有个名叫甘吉的人得到一本神书 太平清领书 传播神仙之教 张角在此基础上加入民间信仰 倡导太平道这种宗教 张角声称自己是皇天之神的使者 自称大贤良师 通过护福和灵药 为受疾病之苦的人们进行治疗 向民众宣扬 通过反省罪过和忏悔实现救赎 并派遣弟子到各地 扩大太平道的网络 当时对生活疾病 怀有不安和恐惧的贫苦大众 以及豪族阶层都深受太平道的吸引 在公元一百七十年后的十多年间 从华北东部到长江流域 信仲多达数十万 当时深陷政治斗争泥潭的政府 对这种局势的发展感到大为惊慌 屡次对太平道进行镇压 并责令其解散 然而 这反而促进了信众的团结 强化了其反政府的特性 最终 与当时民众中酝酿的反政府情绪相结合 发展成以革命为目标的运动 184年 他们终于以苍天以死 皇天当立为号 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组织 方为核心 一同揭竿而起 面对这次全国性的反抗运动 中央暂时停止了朝廷的权力斗争 权力镇压黄金军 碰巧 当年秋天张角病死 尽管由于失去了这位能干的领导人 黄金军的主力衰落了 但是伙势已在各地熊熊烧起 在混乱中 城市而起的地方 黄金军 以及与黄金军相互呼应的各地农民军 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 其中 最最实力的 是河北的黑山军 以及在陕西四川等地活动的 五斗米道的军队 朝廷又经过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 才把这些农民军 镇压下去 从肃清宦官势力 到群雄割据 平定了黄金军的主力部队之后 朝廷上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权力斗争 赋又上演 不过 189年 外戚和晋等人密谋的诛灭宦官计划泄露 和晋被宦官所杀 和晋的部下 出身民族的袁绍 于是反过来将两千多名宦官全部杀掉 至此 之前把持大权垄断东汉朝政的宦官势力被肃清 历史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阶段 在和晋密谋诛灭宦官时 丹宿省林陶这个地方出了个叫董卓的人物 他与当时逐渐强大的枪族联合 率领强大的军队观望着时局 随后到了189年 董卓配合合晋的诛灭宦官计划 向洛阳进军 兄弟汉县帝掌握了政权 然而 董卓的施政非常暴虐 190年 若干军队组成讨伐董卓的联军 推举袁绍为盟主 为此 董卓将都城迁到长安 但其暴政并无收敛 最终被部下吕布所杀 局势越发混乱不堪 经过黄金之乱 以及随后的董卓暴政 汉氏名存实亡了 天下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时代 其中 出身汉朝四世三宫的 汝南汝阳 名门望族的元少 于191年 以夜为根据地 称霸黄河以北地区 然而 不久 曹操便在黄河以南的地区 开始发展攻势 于是当年 曾一同团结 在讨伐董卓旗下的曹操和元少 两人之间的对立 便急速加深 以至于二百年 在关渡展开了激战 关渡之战 以曹操的胜利告终 此后 元少的儿子之间 发生内讧 曹操在华北地区 确立霸权 更是势如破竹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卫蜀无三国鼎立的行程 曹操将汉县帝迎奉到许 不久 不久又谋划将势力 扩大到长江中游 不过 他的企图 被因讨伐黄金军之乱 而获得功名的刘备 以及在江南割据一方的孙权阻止 当初 刘备流落在群雄之间时 曾投靠荆州的刘表 刘表一去世 曹操便挥师难争 刘备为了抵抗曹操 采纳了诸葛亮的策略 与当时倾向于对曹操 主战的孙权 结成同盟 在赤壁之战中 大破曹操的军队 此后 曹操将势力延伸到关中 控制了华北全境 企图对蜀地发起进攻 当时 一周目刘章 请求刘备入川支援 刘备攻陷刘章地盘 将一周据为己有 此时 刘备却与孙权之间 就长江中游的要冲 荆州的归属 发生冲突 刘备与孙权之间的同盟关系 遭遇挫折 孙权与曹操联合 谋划夺取荆州 袭击蜀军首将关羽 成功夺下荆州 至此 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 魏占有华北 蜀具有四川 吴则控制着荆州以东的地区 次年曹操去世 其子曹丕 逼迫汉县帝 善让地位建立了魏国 得到这个消息 自称为汉士末义的蜀国的刘备 也随后成帝 吴国的孙权 及地位的时间稍晚 那是229年的事情 刘备即位后 虽然力图夺回荆州 但魏国并逝 诸葛亮辅佐刘备的儿子刘善 与魏对质 虽然诸葛亮善战 但在他去世后 蜀国的国势不振 263年 魏军攻陷成都 蜀灭 然而 魏国自身在第二代 明帝以后 国势便逐渐衰败 而同时 全臣司马懿势力日增 最终在265年 魏国被司马懿之孙 司马炎所灭 另一方面 统治着江南的吴国 围绕着孙权继承人的问题 在朝廷内部发生争执 此后 朝政混乱 国力渐衰 随后 魏晋革命得手的司马炎 在280年 平定吴国 成功使中国再次统一 始于东汉末年的动乱 至此结束了 如前所述 东汉末年 涌现了大批豪族 而东汉末年 割据一方的群雄 大多依靠这些地方豪族 获得兵源 群雄的军事基础 正是这些 在西汉东汉时期 发展壮大的豪族势力 然而 各地群雄在扩大其势力时 绝没有忽视 当时所存在的汉家体制 曹操拥戴东汉县地 标榜其正当性 以实现其野心 刘备标榜 辅辅汉士建立蜀汉政权 这些都可说是在名义上 利用原有体制的 象征性势力 东汉末年的群雄 大多身为汉士官僚 努力争夺地方长官的地位 并以此作为自身势力 正当性的根据 刺史原是由中央 派遣到地方的监察官 不久就变成 驻扎在地方负责行政的长官 成为东汉末年 拥有豪族势力 和军事实力的集团领袖 这是其一大特征 地方长官刺史 掌握了军队 这种局面 一直维持下去 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 特有的政治体制 在考察这一时期时 需要注意的是 袁绍 袁树 刘章等汉王朝的明氏 相继灭亡 而曹操 刘备 孙权 这种难以称得上 是明晰的战略家群体 则胜者为王 自东汉起 豪族阶层 在地方和中央 逐渐扩大和巩固其势力 这的确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一大特征 而当我们审视 三国时期时 则当注意 曹操启用人才的 唯一标准是才能 而无视品行 刘备 孙权等人 在选用人才时 虽不像曹操那么彻底 却也大致如此 后来 由于贵族制 影响日强 这种做法 被迫中止 不过 我们可以说 当老迈的汉帝国 逐渐衰落 乃至崩溃之时 为财 适举的 选世方式 体现了 从过去的传统中 解放出来的 新时代的 一个侧面 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 这种官吏 选用法 创始于 捍卫革命的前夕 这一制度 表现了在 新时代来临之际 根据 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方针 创建国家制度的 强烈意愿 这一官吏选用法 以一品到九品 共九个等级 作为担任官职的依据 因此称为 九品官人法 后来也称为 九品中正制 220年 曹丕接受 汉县帝的善让 建立魏王朝时 其重臣成群 为了根据个人才能 和德行 将汉朝官僚 吸纳到新政府中 建议实施 这个办法 曹丕接受了其建议 推行九品官人法 此后 九品官人法 也成为整个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直采用的 选事制度 这种选事制度 一改汉代所实施的 已制100弹 至2000弹 等为制度的 等级制度 将中央官职 分成一品 至九品的级别 称之为官品 并在地方的郡中 设立中正官 令其对该郡出身的 现任官吏 或有希望 出事为官之人 在乡里舆论的基础上 进行调查 将其才能 和德行的高下 分为 与官品相仿的 一品 至九品 向中央报告 这被称为 香品 中央根据 中正官的报告 选用人才 授予其 九等香品 所对应的 合适的 官品职位 九品官人法 在捍卫革命实现后 仍继续使用 随后演变成 专门适用于 地方豪族 或贵族的子弟 最初担任官职 即所谓的 起家时的 一种制度 相应的 原则上 以低于 香品四等的 官员启任 例如 香品二品的人 从六品官起家 最终升迁到 与香品同级的官品 这个时期 是逢各地豪族 顺应东看末 年以来的趋势 努力扩大 各自努力 并在上层豪族中 形成特权的 贵族阶级之际 九品官人法 这一起家制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产生的 前面讲到 九品官人法的初衷 是为了根据 乡里的舆论 按才能和德行 选拔人才 然而 当这种设计 在执行中 变成趋炎 富士的起家制度时 其根本精神 便被歪曲了 贵族豪族阶层 依靠这个制度 在中央和地方的政界 不断巩固 其磐石般的势力 自东汉末年 以舆论为基础的 公权恢复的趋势 至此 在贵族门阀化的 走向面前 发生了 180度的大转弯 敬亚思听 新浪腾讯非博 关注远方的世界 关注身边的生活 敬亚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 语扩大 01 未进南北时期 之序幕 2 作者川本方昭 译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司马氏时期 司马懿的登场 179年 司马懿出生于河内 一户名门望族 后来 他作为卫军的统帅 与诸葛亮 在五丈元对战 奠定了统一三国的 西晋王朝的基础 司马懿出生时 正值东汉末年 社会动乱之前夜 当时 儒家官僚遭受 宦官势力的镇压 因登龙门的典故 而广为人知的 世人领袖 李英等人被捕入狱 史称党固之尽 不久 黄金之乱爆发 司马懿的家世 自称是秦灭王后 与项羽 刘邦等同期活跃在 历史舞台上的 殷王 司马昂之后 到了东汉时期 司马氏已成为 郡守辈出的民族 司马氏家族 与曹操的关系 早在司马懿的父亲 司马房的时候 就已建立 他本人则在208年 到曹操手下供职 此后担任曹操的参谋 并辅佐曹操 嫡子曹丕 在曹操的丞相府中 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220年 一代英雄曹操去世 在由此可能引发 正情混乱之际 作为丞相府的司马 司马懿管理丧葬诸事 接着在拥戴曹丕 继任丞相 并夺取地位的过程中 立下大功 因此 司马懿深得 魏文帝的信任和器重 甚至被文帝 比作汉高祖刘邦时期的 宰相萧和 重用司马懿的魏文帝 作为一位有名的文人皇帝 曾如此论述 和颂扬文学的价值 盖文章者 金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226年 这位皇帝临终时 将刚立为皇太子 不久的曹瑞 托付给宗室曹真 曹修 建议实施 九品官人法的陈群 以及司马懿等四人后 便一命归西了 这时 诸葛亮向对此政治形势 感到不安的魏国边关首将 孟达派遣使者 劝说其归顺蜀汉 孟达为此所动 准备反叛魏国 对此 司马懿巧施谋略 镇压了这起谋反 成功地挫败了 诸葛亮的北进之志 这一次 诸葛亮并没有与司马懿 直接过招 这个回合 可谓从228年起 到234年 诸葛亮在武藏元的阵中 去世为止 诸葛亮并秘书 就这样 司马懿担负着 魏国军事行动的最高责任 与蜀国的诸葛亮对质 直到234年 诸葛亮在武藏元去世 成功意志了 蜀国的威势 此后 司马懿调转码头 于238年 讨伐东方辽东地区的 割据势力 屡次与吴国 联合攻打魏国的公孙渊 而司马懿 在魏国内的威势 则稳如排斥 据正式三国志的记载 就在这时 握病在床的明帝 赵剑回到河内的司马懿 握着他的手说道 司马懿接受遗诏 辅佐新皇帝齐王方 却与同为顾命大臣的 魏朝宗氏曹爽不和 事态愈演愈烈 甚至发展到司马懿的实权 一时被剥夺的程度 虚虚实实 明争暗斗 七巡老翁夺取权力 然而 249年 司马懿却通过改变 诛灭了曹爽一派 将魏国的实权 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在本系列的第四卷中 也有介绍 这段时期 司马懿与曹爽之间 展开虚虚实实的 明争暗斗 从史书记载的以下片段中 可亏一般 虽然这段技术真伪莫变 但时至今日 我们依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当时的紧迫状况 247年4月 司马懿之妻张春华去世 5月 司马懿称定 不再过问朝政 曹爽阵营中的一人 国都所属辖区 河南郡的郡守李盛 被任命为荆州的长官 假装前来向司马懿告别 实际上是为了探听他的虚实 当时 司马懿在两个婢女的搀扶下 出来迎接 衣服却从手上滑落 他用手指了指嘴 意思是口渴了 婢女把粥端上来后 司马懿不用汤勺 直接端起碗喝 粥全都流了出来 弄湿了胸口 李生说道 听说太傅救病复发 却不曾想有这么严重 司马懿气息奄奄地说道 年老卧病在床 死期将至了 你说你要被派到兵州 兵州离北方湖人的地方很近 请多加防备 恐怕下次你回来 就见不到我了 我的儿子司马师 司马昭兄弟还请你多关照 李生回答说 我要去的是老家荆州 不是兵州 但司马懿仍然弄错了 问道 你要去兵州吧 李生只好再说一遍 我被任命到荆州 司马懿回答道 我年纪大了 头脑不中用了 刚才没听清楚你的话 原来你是要回老家当长官呢 太好了 好好干 李生离开司马懿家 紧急向曹爽汇报说 司马公恐不久 不久于人世 他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分离了 您可以放心了 然而 249年正月初六 齐王芳外出败叶明帝的灵机 曹爽阵营的人全都跟随皇帝一同前往 司马懿刺激发动政变 结果 曹爽及其所有党羽 全家一同被拉到闹市处展 至此 司马懿的霸权形成 上边下诏任命他为丞相 这时司马懿71岁 在当时来说是稀有的高龄 司马懿 司马昭兄弟的时期 政变两年后 251年8月 司马懿结束了其波折跌宕的一生 司马懿有九个儿子 继承司马懿事业的司马师 继承司马师事业的司马昭 这两兄弟为其原配张春华所生 据说发动政变时 司马懿和司马师两人一起仔细谋划 司马师及其私下牧养的死士 三千人为政变的胜利 做出了很大贡献 而在司马懿去世后 司马师是否有能力 作为继承人担负起重任 后人不得而知 就在这时 252年 魏国与吴国在东关展开大战 魏国大败 这是一次由魏国勇将冠秋简 诸葛诞等所领军的大规模对武作战 魏军被当时吴军大将诸葛克的军队击溃 这时朝廷准备对从军的诸将吻罪 然而司马师却说 不听谏言才落到这个地步 这是我的过错 诸将何罪之有 史书记载 由于司马师自己承担败军之罪 众人感到羞愧 佩服其度量 对于这一举动 资质通鉴的注视人 著名的胡三行 给予了辛辣的评价 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盗贼也有盗 更何况司马师盗的是国家 总之 司马师通过这些做法 在司马懿去世后成功地收览了人心 之后便向魏晋 善让的计划逐步前进 254年2月发生了一件事 中书令李峰等人密谋反对司马师 事情败露后 与此有牵连的人都被处死 皇帝也参与了这一事件 司马师借皇太后一旨 斥责皇帝堕落将其废除 随后将文帝之孙 明帝之地 高贵相公曹毛 立为傀儡皇帝 然而 这一善权的费力之举 招致了在对吴战县的 重镇驻房的灌丘俭 文钦等 为国重速将的强烈反对 事态进一步发展 乃至于司马师亲自率军 镇压叛乱 虽然打了胜仗 但司马师那只病眼 却在战争中掉了出来 为了避免动摇军心 他隐瞒了病情 继续领军作战 情形非常悲壮 司马师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在叛乱的主谋 冠秋简死后 过了七天 司马师在班师回洛阳的途中 与许昌病逝 当时奉哥哥的命令 留守都城洛阳的弟弟司马昭 急忙赶到许昌 司马师在临终前 将全军委托给司马昭 而皇帝却打出了 起死回生的一招 他对司马昭下令说 由于东南之地刚刚平定 你暂时先在许昌助手 同时又令尚书复古 率领待命的各路军队 回师洛阳 这是皇帝趁司马师之死 而统帅暂缺之机 发动的夺权行动 然而 司马昭察觉出皇帝的意图 不顾高贵相公的命令 回到洛阳 二月 司马昭就任大将军和路上书士 达到军权和行政权的顶点 当时 在冠秋简死后 诸葛旦驻守在 对吴作战的重镇寿春 他属于狼牙诸葛氏 与蜀国诸葛亮 吴国诸葛锦 诸葛克父子同族 司马昭一掌卧府政大权 便派遣心腹贾冲 去见诸葛旦 打探其动静 于是 贾冲试探问道 洛阳诸贤都希望 未向尽善待 不知您是怎么想的 诸葛旦历声回答 君乃贾魁之子 亡你誓受魏恩 怎么能够想到 把设计送给他人 倘若洛阳有变 我将以命相护 结果 二百五十七年五月 讨伐诸葛旦的诏令下来 司马昭奉皇帝和皇太后之命 派遣二十六万大军 前去镇压 之所以假借皇帝和皇太后的旗号 其意图为的是 在司马昭离开洛阳时 防止出现 拥立皇帝的势力 通过如此缜密的作战安排 此年二月 司马昭一方取得了胜利 诸葛旦被斩杀 全族被诛灭 据史书记载 诸葛旦的亲兵数百人 相邻两人交叉着手排成一列 对方被斩杀一个人 都劝说其他人投降 然而谁都没有动摇 直到最后一个 二百六十年五月 即位五年多以来 未能从司马氏手上 夺权的皇帝 死于非命 年仅二十岁 皇帝聪明好学 随着年纪渐长 对司马氏的专权 越加愤闷 最终爆发 二百六十年五月 遗仇之日 皇帝召见晋臣王审 王晶王爷三人 说道 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无不能坐受废辱 今日当于清等自出讨之 然而 王审王爷 马上将这个密谋计划 向司马昭报告 皇帝拔出身上的佩剑 带着几个素营的兵士出去 贾冲从外面来到皇宫 与皇帝在南面的门阙相遇 皇帝拔剑而立 贾冲的随从窃而后退 据说 这时贾冲 对自幼被司马昭抚养成人的 成绩说道 司马公养以何用 正为今日之事也 今日无论发生何事 盖不问罪 成绩得此受益 上前将皇帝刺杀 听到皇帝被刺身亡的消息 司马昭大惊 晕倒在地 就这样 司马昭是位后废帝 曹毛死于非命 而他 慎重地判断舆论 对此作何反应 随后 以未尽善待为目标 积极讨伐 在诸葛亮去世后 日泊西山的蜀国 希望在世人的一片赞誉声中 一鼓作气 实现善待 静雅思听 身边的梁师一友 耳旁的智慧声音 蜀国灭亡 与司马昭 进封进网 在曹爽与司马懿 争权夺势的过程中 未对蜀的远征 始终未能成行 然而 到263年5月 终于下达了 征讨蜀国的诏书 8月 从国内动员了 18万军队 由中会等人 率领向蜀国方向进发 10月 中会的军团 控制了汉中 与防守入侯咽喉之地 建阁的蜀国大将将为对峙 另一方面 从关中南下的邓爱 绕过建阁 从阴平穿越崇山峻岭的 带进入江游 队属发动突然袭击 在免竹大破诸葛亮之子 诸葛瞻所率领的蜀军 蜀国对卫军的突然攻入 和己方的大败 感到非常吃惊 经朝义决定投降 刘喉亲自来到驻扎在都城成都北部的邓爱军营前 将双手反绑在背后 并用车载着一口棺材 表示自己犯有当死之罪 向卫国投降 至此 蜀汉经刘备 刘善两代 四十三年 而灭亡 此后 中贵与邓爱产生矛盾 与蜀国顾将江维 联合发动叛乱 蜀地仍不时陷入混乱状态 但终究 没人能够逆时代的潮流而行 二百六十三年十月 平定蜀国的大事已非常明朗 这时 朝廷下诏封司马昭为进攻 司马昭接受了 在此之前 尽管下面曾几次劝进 司马昭都坚决地推辞了 这时才接受了进封 是因为司马昭判断时机终于成熟 有了坚定的决心 此后的行动便非常迅速 同样有善待企图的曹操 从魏公到就任魏王等了三年时间 而司马昭则在成为进攻的六个月后便进为晋王 五月将司马懿和司马师分别追逝为晋国的宣王和晋王 十月将敌长子司马昭立为晋国的世子 另外 在264年5月 对五品官齐都以上的文武官员六百名分别授予了公、猴、伯、子、男的爵位 并根据爵位高低 封给有爵位的人从五千户到四百户的十亿 这是为魏晋善待做准备 而对魏臣的一种本领安睹 对群臣进行一番安抚 以确保善待万无一失 到了七月 对礼仪、法令、官制等进行全面修订 善让的准备基本就绪 然而就在这一关口 265年8月 司马昭突然去世 妻子司马炎最终成就了善待大业 至此 我们回顾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 利用权谋数数篡夺王朝的过程 历史上留下的几乎都是这场 历经父子二代的政治斗争 鲜血淋漓的情景 然而 在关于这个时代的史书中 我们也能看到与这种论调不大相同的评价 东晋时期有一位名叫 洗澡尺的史学家 关于魏军在东关之战中 遭受大败史 司马师不问诸将之罪 而一人承担所有责任一事 他做出如下评价 这真可谓智者之举 倘若会言失败推卸责任 归咎于各种原因 经常自罚其功而隐匿失误 使上上下下离心离德 各种人才分散解体 那谬秘误就太大了 另外 孙吴的张替评论道 曹操虽然攻盖中原 却玩弄乱诺书战士不决 因此百姓畏惧他的威严 却不敢念他的恩德 曹丕 曹瑞继承了这种作风 刑罚科凡劳役沉重 在内大兴土木营造宫殿 对外连年征战不休 魏早就失去了民心 司马懿父子掌握大权后 累建大功 废除科政 实行对百姓较为平和和有利的政策 为百姓谋划着想 解救他们的疾苦 民心归顺司马氏 已经很久了 因此 淮南出现叛乱 却动摇不到根本 曹某被杀而死 四方也没有引起叛乱 而且能够任用贤能 使他们各尽其心 这些不同的评价 是根据什么历史背景 而做出的 下一节 我们将对这一点 进行详述 用来聆听 用心关注 静雅思听 官方微博 陪伴你 温暖你 静雅思听 让智慧 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 与扩大 零一 未进南北朝时期之序幕 三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朝 朗读者小心 司马延是中国再度统一 司马延的登场 司马延是司马昭的嫡长子 出生于魏青龙四年 其母亲叫王元基 外曾祖父是魏国元勋王朗 外祖父是著名的思想家王素 年轻时 司马延是一位贵公子 人称宽慧人厚 深沉而有度量 甚至据说 在根据九品中正制度 平定香品时 其出生地和内郡 无人能比 出世后 他历任祖父司马懿 伯父司马师 曾担任过的官职 264年 被立为晋国的世子 进而在父亲去世后 于265年8月 继任司马昭原来的晋王 和相国的官爵 紧接着在12月 终于接受魏帝的善让 即地位 改年号贤西为太史 当我们审视司马延 初期的政治时 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他所任命的仲臣 大多是学识与礼教并重的 名望人士 这与曹操仲裁干 轻德行的方针 大为迥异 司马延即位后 马上送出了一道厚礼 恢复了因三国的混乱 而一度中断的民觉赐予 而且一律提升五级 民觉赐予是指汉代 重视乡村的年龄秩序 赐予乡村的父老 爵味和酒肉 并由父老在乡村的社中 主持祭礼 由此实现国家营造下至平民 上至皇帝的国家成员的一体感 和秩序化的目的 司马延的这份民觉大礼 有着强烈的倾向性 其意图是在西晋王朝建国之初 笼络民心 然而 我们在审视前述司马延 重视礼教的施政特色时 从中也可以看出 其努力克服东汉末年 至魏朝的科政 构筑以礼教为基础的国家 另外 司马延在即位后的次月 即太史二年正月 分封司马氏一族 二十七人为郡王 魏朝除了魏明帝时期 稍有缓和之外 根据曹丕的遗命 王族宗室之人 一概不得就任官职 并始终处在国家的监视之下 曹丕因妻不失而闻名的 曹职兄弟之间的相间 便是这种宗室关系的一个名政 这种宗室抑制政策 在某一方面上看 也是东汉末年以来 同族之间 难以互信的混乱时代的产物 然而 西晋时期却与此相反 允许宗室出世 甚至就任高官 且宗室所受到的优待 不止如此 这种政策的推行 某种程度上具有强肝弱知的性质 而考虑到前面所说的魏朝情况 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司马炎 希望纠正魏朝的过库政局 将政治建立在宗室之间 团结有爱的基础上 太史元年 司马炎解除了 汉卫时期宗室任官的禁令 对官员的任用 显示出极为宽大的态度 例如 任命曹植之子曹治为太守 任用诸葛亮的子孙为官等 这方面也跟他的政治姿态有关 吴的灭亡与天下复归统一 吴国方面 在241年孙权晚年时 皇太子孙登去世 新皇太子孙和 与备受孙权宠爱的孙爸 两派的支持者之间的斗争 愈演愈烈 最终不可收拾 发展到250年孙和被废 孙爸被赐死的结局 雪上加霜的是 不久孙权去世 陈下之间的分裂进一步扩大 旧太子党的诸葛克 与孙爸派的孙俊 孙林等人明争暗斗 专权善事 吴王朝开始一步步滑向 自我瓦解的边缘 在这种情形下 孙权之孙 孙权之孙 年少的孙昊 于264年即位 然而 他却不顾王朝 边于崩溃的危机 热心营造宫殿 不断实施残虐之举 这些所作所为 大概反映了孙昊 对王朝临近灭亡的不安 以及年少皇帝 为了确立权威而带有的焦虑 而他 也就成了此后 南朝各个暴虐的 末代皇帝的好使 孙昊即位 与司马延称帝时间很接近 这是司马延再次统一天下的 一次绝佳机会 司马延的心腹杨户 以及杨户事业的继承人 杜玉等人 大力劝说司马延 发动讨灭孙吾的军事行动 然而 朝廷内部持谨慎意见的人很多 在司马氏善待中 立下大功的假冲 甚至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其中的很多人之所以反对 只是因为他们 有的是不希望地权 进一步加强的贵族阶层 有的认为 讨吾的计划 是皇帝与少数几个人之间的密意 而自己被排斥在外 因而感到焦虑 有的 觉得天下统一时 自己无法参与论功 欣赏而心怀不满 这一点 与后来西晋末年 所蔓延的 先思后宫 网务国事的风气 可谓一脉相承 需要我们注意 不过 结束东汉末年以来的混乱政局 使天下复归统一的计划 如见在弦 并没有构成 其实施统一计划的障碍 279年11月 讨伐孙吴的诏书终于发布 东西两路大军 二十余万人马 从淮南和湖北 一同南下 水军则从已成为 晋朝领土许久的属地 顺着长江而下 晋军很快在次年二月 便攻陷吴国的江陵 三月 攻入吴都建业的防守要地石头城 随后攻破建业 孙昊依照王国之理 肉坦面赋 向建军投降 至此 持续了四代五十二年的吴国灭亡 中国在近代 俯归统一 根据晋朝查抄的当时的记录 吴国共计户数五十二万三千 人口二百三十万 利三万两千 兵二十三万 军备撤费与户调式 五帝统一天下后 实施了两大政策 其一是军备撤费 即除了若干例外 将周郡所属的士兵解散归农 这项政策是为了从长期延续的战时体制 回归到平时体制 而在军事上进行的改革 有情况是 将驻扎在洛阳等军事要冲的中央军派遣到地方 旨在结束地方分权的军事格局 其二 五帝制定了占田克田制的土地制度 以及相应的征税制度 占田法规定 男子一人七十亩 女子三十亩 按夫妇一户为单位 向国家申领耕地耕种 另外 对于官员 第一品五十请 以下逐步地减五请 到第九品为十请 承认其耕地所有权 根据其身份制定土地所有权的上限 对大土地所有进行限制 同时制定的克田制规定 按男子五十亩 女子二十亩 次丁难减半 各分摊应克税的土地数量 东看末年 一百九十六年 曹操在其老巢许县开始实施屯田制 不久推广到叶 洛阳 长安等地的郊外 在中央私农卿的管辖下 致力于农业生产 当时称作典农不民 屯田客的这些屯田民 配给官牛的 由义务向国家缴纳收成的六成 而自带私牛的则需缴纳五成 从屯田制中所得到的收益 为为国国力的充实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除了民屯以外 在近邻 武属前线的淮南 关中等地 则设置以军事为主要目的的军屯 司马延称帝之后不久 军屯在魏晋革命时便废除 而民屯则在平定吴国之后便被取消 屯田民全部编入一般州郡的户口中 其负担也与普通民众齐平 然后在屯定吴国之后又颁布了客田制 从这里可以看出 客田制是以魏朝的旧屯田民为实施对象的 反映了政治方针 从战时体制向平时体制的大转变 通过战田客田制农民 丰沛得到一定的土地 保证了再生产 并需承担义务 按护为单位向国家缴纳 在耕地上生产的古物和卷 二百八十年 五帝实施了基于 占田客田制的户调式税法 将汉代人头税方式的客税 变更为以户为单位 是一种划时代的税法 除掉齐王司马忧的计划 齐王司马忧比司马延小十岁 是司马延仅有的一位童母胞弟 司马忧从颖过人 受人爱戴 从小祖父司马懿就对他寄予厚望 司马懿让他过及给司马师做后四 也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心态 齐父司马昭对他也多有关照 在生前曾表示 我现在是替死去的兄长代长相国之位 我去世之后 大业应该由司马忧继承 这是锦王的天下 我怎么能够取而代之呢 然而最终这一安排并没有实现 齐王司马忧在晋朝建立后 在朝政的中心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天下统一两年之后 282年 司马延命令齐王忧 前往自己的封国齐国 齐背景是兄弟之间的不和 这与曹操的儿子曹丕 曹植 这两个同母兄弟一样 另外 司马延的嫡子司马忧 及后来的惠帝是个政治低能儿 是后来引发巴王之乱 导致中国大崩溃的一个关键人物 当时 许多朝臣早就对此忧心忡忡 因此 在司马延的继承人选上 司马忧乃人心所向 被寄予了厚望 在灭屋前的275年 国都洛阳流行疫病 死者过半 事态非常严重 司马延自己也身患重病 一般认为正是从这个时候起 司马延就认真考虑 要将司马忧除掉了 于是几年后 就有了司马延强令司马忧 到其封国赴任 当时有许多朝臣 建言反对 然而 司马延禁止这种觐见 但凡提出建言的朝臣 都遭到降职等处罚 因此 皇帝的一意孤行 未被阻止 司马忧自己对这个命令 感到忧愤交加 终于生病 尽管司马忧身体有恙 却仍被勒令启程 两天后在途中 吐血身亡 震撼朝廷的事件 就此搞一段落 但自此以后 不再有朝臣向皇帝 秉言直见 西晋王朝 原来开明的舆论环境 不可避免的 变得闭塞了 愚昧的皇帝司马忠 武帝之后 即位的惠帝司马忠 是武帝与皇后 杨燕所生的次子 其长子年幼夭折 在平定蜀国之后 二百六十七年正月 司马忠被册立为皇太子 惠帝愚昧无能 在听到因战乱 而无粮食的难民 闹饥荒时 竟然问何不食肉糜 如前所述 从司马忠做皇太子时起 朝臣均已知其无能 众臣未惯 在宴席上 跪在武帝面前 摸着武帝的御座 叹息说 这个座位太可惜了 从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朝臣从这个时候起 就对武帝逝世后 司马忠能否承担起皇帝的职责 表示怀疑 武帝自己大概也不会 看不出皇太子的问题 但据说 由于亲生母亲 杨皇后的宠爱 再加上 对皇太子司马裕 存有寄托未来的期待 便打消了 非太子的念头 当时 朝廷有的大臣 希望废掉愚昧的皇太子 改由司马忧继承皇位 有的大臣主张 由司马忧辅佐会帝 掌握实权 总之 对司马忧欲望甚高 然而 正如前面所述 武帝最终并没有采纳这些意见 而是选择了一条 让舆论失望的道路 后来 武帝晚年的朝政 被杨皇后的族人杨骏所掌控 武帝死后 杨骏出任辅政大臣 宛如东汉末年 外旗专权的情形在现 司马氏三代之功过 至此 我们已经论述了司马懿父子 通过全谋述述 实现了未尽善待的过程 这可以说 是司马氏一族追求私利的结果 然而 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否认 让他们生于东汉末年的动乱之中 作为具有儒教修养 名望很高的人士 也是有京士寄民之志 他们恐怕深刻地认识到 舆论对于结束东汉末年 直到三国时期 严酷乱局的热切期望 前面我们所审视的民心 从曹魏转移到司马氏 也与这种舆论的趋势 有着密切关联 正因为如此 这种民心向背 强烈的要求 通过未尽善待 而及地位的武帝 审时夺势 排除私利 确立公权 关于前面所论述的 占田克田制 尽管研究者围绕着 其实际情况 存在各种不同的 对立意见 但都不怀疑 这种土地制度 对豪族 以追求私利为驱动的 大土地所有制的限制 也认同 这种土地制度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保护 遍布各地的 自耕农的再生产 占田克田制 还为此后 北魏隋唐时期的 军田制所继承 另外 在司马氏三代间 逐步确立了贵族制 在这种贵族制 是根据当地的舆论 形成的情况下 它对公权的再度确立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 与这种公权再确立的趋势 背道而驰的 使司马氏政权内部 始终存在权力的私有化行动 例如 司马延即位后 马上恢复了因三国的混乱 而一度中断的民觉赐予 希望由此 实现国家营造下制平民 上制皇帝的国家成员的 一体感和秩序化的目的 然而 我们从一律提升五级的赏赐大力中 可以看穿他企图 以此诱导舆论的 自义心态 皇太子与司马忧争畏一事 也明显地反映出 在本应是为公权之要的 下任皇帝选定上 司马延存有私心 当此后局势 一步步陷入外戚专权的深渊时 可以说 后续时期混乱的端倪 已在此时若隐若现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你让阅读变得简单 你让聆听变得美好 你让世界变得精彩 世界因你而美好 精致阅读 敬亚思听 敬亚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02 胡汉的抗争 1 作者 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第二章 胡汉的抗争 五胡十六国时期 八王之乱与永家之乱 结束三国时代 是中国再度统一的西晋五帝司马炎 于290年四月驾崩 从此 中国就像从时代的斜坡上滑落一样 进入即便是在中国历史上 也不多见的大混乱时期 首先是从西晋宗室的皇位争夺战开始 五帝去世后 皇太子司马忠即位 由于他的愚昧 五帝的皇后杨皇太后 任命自己的父亲杨俊为辅证 杨氏家族开始专权 然而 惠帝的皇后贾氏不甘受人摆布 便借助汝南王司马亮 楚王司马伟的力量杀掉杨俊 而后除掉司马亮和司马伟 掌握了实权 政治斗争本身便是如此激烈的事情 在贾后夺取权力后不到十年的一段时间里 由于有名望人士张华、裴伟等人力挽危局 政治局势才勉强保持安定 然而 由于299年12月 皇太子司马裕被贾后废掉并杀害 朝野奋机 局面开始急转直下 三百年4月 赵王司马伦铲除了贾后一派 此年1月幽进了惠帝 自己及帝位 此举招致诸王的一同反抗 共同讨伐司马伦 诸王之间的斗争陷入了泥沼 中原一片大混乱 这场大乱始称八王之乱 一直持续到东海王司马越 拥立怀帝司马赤即位 这时不再服从中央威严的诸事力 已在各地割据 西晋衰亡的惨状 竟至不堪入目的地步 勉强支撑着西晋王朝的东海王司马越 在三百一十一年去世 华北的混乱便揭开了第二幕 当时山西的凶农王刘渊 利用杰族的石乐和汉族流民的首领王弥等人 派兵席卷了河南山东等地 石乐像由于东海王的去世而出现混乱的禁朝 发动攻击 捕杀其将士十万余人 这时刘渊已死 其子刘聪即位 刘聪趁机派遣部下武将刘耀和王弥 大举进攻洛阳 极尽掠夺暴行之难事 当时的年号为永家 故这场动乱 史称永家之乱 洛阳被战火烧光 被夺走性命的人多达数万之重 怀帝和玉玺也被掳至匈奴的老巢平阳 惠帝的皇后杨氏被留要霸占 至此西晋事实上已经灭亡 怀帝在平阳被杀 五帝之尊司马业便在长安即位 后也被匈奴攻击 同样被掳至平阳 三百一十七年惨遭杀害 五湖十六国的各个政权 永家之乱的主角匈奴 于三百零四年成立 国后为汉 从三百零四年到四百三十九年 匈奴政权北梁 被鲜卑政权北魏所灭 华北再度统一 各民族各政权相继兴亡的 这一百三十六年间 被称为五湖十六国时期 五湖是指匈奴 杰 鲜卑 低 枪等五个民族 严格地说 这段时期 兴亡更替的各个政权 共有十九个 此后建立北魏 更改国号的代 短命的西燕 汉族建立的政权 染魏 一般都不计算在内 前兆 后兆 前燕 前秦 后燕 后秦 南燕 北燕 西秦 前梁 后梁 南梁 北梁 西梁 成汉 下等政权 被称为十六国 后来 与五湖连在一起 成为对这一时期的 成位 五湖并非趁着 前兽西晋末年的混乱 才入侵华北地区的 他们从东汉到三国时期起 就开始通过迁移和入侵 加深了与中原的接触 其中的先驱是匈奴 东汉初期内 赋予中原的匈奴 在曹卫时代 居住在陕西北部至山西中部一带 西晋时期 迁到山西焚水流域定居 也有不少人受汉人意识 从事农耕生活 杰也被看作匈奴的一个分支 在山西居住 与匈奴的情况相似 鲜碑当时分为慕容 宇文 段 拓跋等各个部落 居住地分布在辽河上游 到河北 山西北部 低族 枪族 从东汉末年以来 也来到陕西 甘肃地区顶居 西晋内部 对这种情况感到担心 郭钦上书建议 将湖族迁到域外 江统则提出 喜容论敲响景中 认为如此放任不理 恐会出现可怕的事态 郭钦阐述道 荣敌强广 立古为患 未出民少 西北朱郡 皆为荣居 内籍京兆 魏郡 红奴 往往有之 今虽服从 若百年之后 有封尘之景 胡其自平阳 上党 不三日而至梦今 北帝 西河 太原 逢义 安定 上郡 尽为敌亭已 魏使 义不乱华 应 见喜平阳 红奴 魏郡 京兆 上党杂胡 郡肆已出入之访 结果皇帝 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匈奴的政权 八王之乱 就是在华北处于此种情势下爆发的 304年 刘渊吉 大蝉鱼之位 成为匈奴首领 以汉为国号 他分封郡县给同族人 以及杰族出身的石乐等功臣 于309年 顶都平阳 大有南下之势 第二年 刘渊去世 其子刘聪继位 派遣时乐和同族的刘耀 进攻洛阳 俘虏了西晋淮帝 然后又命令刘耀 进攻长安 又将继淮帝之后 被立为皇帝的 敏帝俘虏 灭了西晋 318年 刘聪去世 国内立即爆发内乱 刘耀和石乐 镇压叛乱之后 刘耀定都长安 改国号为赵 另一方面 石乐也加紧了自立的步伐 以乡国为都 建立后赵 与前赵成对抗之势 这个时期 令人目不暇接的 各个势力之间的斗争 从地区的观点来看 可以说是位于华北 两大战略要地的 两大势力 以长安为中心 距于关中地区的势力 和以乡国 叶 中山 等地为中心 距于关东的势力之间的角逐 距于关中的前赵 与距于关东的后赵之间的树立 之后 发展变为 后赵与进入关东的前赵 之间的对立 距于关东的前赵 与距于关中的前秦之间的对立 距于关中的后秦 与距于关东的后赵之间的对立 距于关中的后秦 下与进入关东的北魏之间的对立 这种政治上的分裂 一直持续到鲜卑拓拔布 所建立的北魏政权 与四百三十九年统一华北为止 另外 在南北朝后期北魏分裂以后 距于关中的西魏 与距于关东的东魏之间互相对立 以及在此格局下 发生朝代更迭后 出现了北周和北齐之间的树立 当我们通关南北朝时期时 距于关中的努力 与距于关东的势力 使得华北一分为二的分裂格局 从四世纪初开始的五湖十六国时期 一直持续到六世纪末北周灭掉北齐 统一华北为止 这可说是这一时期 华北历史发展过程的一大特征 关中和关东自秦汉以来 作为华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成为各自政治势力的根据地 因此才产生了后来华北两个政权之间的东西对立 而石乐和刘耀的独立 可以说是五湖十六国时期 地区间对立最初的一个例子 刘耀在长安修建宗庙和宫殿 让许多民众移居到这里 使长安得到充实 并且兴办太学和小学致力于发展教育 这些政策表明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的了解 据史书记载 刘耀好读书 长写文章 甚至还擅长书写草书和历书 一提起胡人的君主 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蛮横 而对中国文化几乎一无所知 或缺乏理解的形象 事实上并非如此 匈奴的刘渊 熟读儒教经典 春秋 左传等历史书 甚至还通晓孙子等诸子的著作 相传建立前兆政权的刘聪也是如此 他从小聪明过人 熟悉经典 史书和诸子的著作 善于书法 功于师父 到了后来 前秦的福间 北魏的拓跋红 在学识上也继承了这些胡人君主的传统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杰族石乐的登场 统一关东之后 后兆的国力得到充实 于329年灭了前兆 建立后兆政权的石乐出生时 是居住在山西省武乡这个地方的匈奴 枪曲布的一支 杰族族长的儿子 二十岁时惨遭不幸 当时山西发生激紧 他被别人掳走 迈到山东做奴隶 据匈奴之刘渊传记载 刘渊在建立汉政权前夕 他的族人刘轩对他说 近人无道 将我们当作奴隶一样控制 这是刘渊刘轩等匈奴人 将汉人对待他们的态度 比作对待奴隶一样 而石乐则确实地落入奴隶的境地之中 他在被卖到山东的时候 还有许多头戴加索的胡人 一路同行 从这里我们可以局部地了解到 当时胡人在中国内地的状况 有多悲惨 后来石乐发动了众多奴隶 变成盗贼团伙 成为首领 不断扩大其势力 此时刘渊反叛西进 建立汉政权 中原则一片混乱 石乐审时夺势 率领部下投奔刘渊 后得到刘渊的信任 被委以管理关东地区的重任 这被他后来飞黄腾达 登上皇帝宝座 奠定了基础 当时 汉致力于关中的精略 而石乐则采纳了谋士张彬的计谋 扎扎实实地培养自己的势力 以乡国为根据地 成功地在关东地区扩大其势力 而后在319年 当刘耀将都城迁到关中的长安 并将国号汉改为赵使 石乐随即自立 将自己控制下的24郡作为赵国 即赵王兼大蝉鱼之位 史称后赵 石乐随后逐步蹊进 于329年灭掉前兆 第二年成帝 石乐对汉族实施保护政策 严禁胡人 凌辱汉人 另外 他还重视中原文化 严禁汉族厌恶的胡族风俗 如 娶王顾父兄的妻妾为妻 以及扶桑中结婚等 当时胡族与汉族相互之间的不信任 处于最糟糕的状态 这种状况导致了胡汉之间的严重对立 杀戮和掠夺横行 在这种形式下 石乐推行这些政策的目的 可说是为了缓和胡汉之间的对立 这与后来历史发展 由胡汉对立 向胡汉融合融合的演变 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关联 换言之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 当时石乐所采取的政策 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关于胡汉的融合与融合 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阐述 石乐之所以采取融合政策 佛教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促使其皈依佛教的西域僧人佛图成 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佛图成是西域求辞人 他在乌常出家 在克什米尔学佛 当时北印度求辞信奉的是小城佛教 因此他传到中国来的 想必也应该是小城佛教 三百一十年 佛图成来到洛阳 痛心于石乐军队杀人如麻 便向石乐宣讲杀戮的不对 并樽樽诱导 最终成功使石乐信佛 关于石乐皈依佛教的过程流传着一些意识 据说有一天 石乐宠爱的儿子石斌突然死去 佛图成竟然让石斌起死回生 为此石乐把所有孩子都送到佛寺养育 并在四月八日 释迦牟尼佛圣诞日这天 亲自到寺院灌佛法院 另外 根据佛图成传的记载 他使用许多奇异的魔术手法 例如 当众根据灵声预言未来的胸疾 让加满水的波中开出莲花 将腹中的五脏六腑拉出 放在水中清洗后 再放回腹中等等 让以石乐为首的同时代的人们信服 由于这个时代战乱平仁 原有的价值观瓦解 越来越多的民众狂热的信仰 从印度传入的宣扬来世救赎的佛教 这时 佛图成以及后来后勤时期 因翻译法华经等经典出名的 纠摩罗石等 具有神异色彩和新知识的僧侣来到中国 对佛教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石乐之所以保护佛教 固然与其自身信仰有关 但大概也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 在招揽人心方面 宗教具有的强大力量 然而 当时佛教也并非没有受到排斥 333年石乐去世 石虎废掉其继承人石虹 并于334年成为后赵的领导者 石虎当政期间 汉族出身的王渡上奏曰 佛外国之神 非诸华所应此奉 汉代初传祈祷 唯听西域人得利四都议 以奉其神 害人皆不出家 经可断诏人 西部听义四烧香礼拜 其有犯者 与吟四同罪 其召人为沙门者 还服百姓 朝廷的官员大多赞同这个意见 不过 对于这一废佛的建议 石虎却下书约 朕出自边戎 田君诸下 至于享寺 应从本俗 佛是荣神 所应肩奉 其遗照百姓 有乐视佛者 特听之 换言之 关于佛教的信仰 存在着佛 是否属于外来之神的争议 其中潜伏着 胡汉之间的对立 这个问题对我们思考 此后五胡十六国 北朝各国 对佛教的尊崇 与王朝权力之间的关系 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石虎即位后 便将都成千智叶 他是有能力的武将 但征用了过多的百姓 充当劳役 其统治极尽奢侈 因此人心离反 石虎一死 后赵便大乱 其部下 汉人冉敏建立了魏国 此时 位于辽西的鲜卑族人 慕容晃 于337年定督龙城 称燕王 伺机准备南下 鲜卑的名字 在历史上 第一次出现 是在西汉末 而据记述东汉历史的 后汉书记载 鲜卑是战国时期 在蒙古地区发展壮大的 东湖的子孙后代 东湖被匈奴灭掉后 鲜卑便被匈奴统治 在西拉木 沦河流域游牧 到了一世纪初 随着匈奴随着匈奴的摔落 鲜卑逐渐显露出独立的迹象 二世纪中叶 谭石淮成为首领 统一鲜卑诸部 完全控制了蒙古全境 并积极向东汉发起进攻 到了三世纪初 以慕容 宇文 启福 拓跋等部为中心的鲜卑系部族 跋扈横行于内蒙古各地 同时由于晋朝的软弱无力 他们便向华北迁移 在谭石淮的时候 慕容部便是鲜卑的一个组成部族 在右北平到上古一带游牧 到了三世纪初 从大陵河流域迁移到辽西 进行游牧的同时还从事农耕 慕容晃是前燕政权的建立者 他是鲜卑慕容部的首领慕容伟的儿子 在342年到346年间 慕容晃对辽东辽西地区的对立势力 发动进攻 攻陷了高沟黎的国都丸都 灭掉了宿迪宇文部 并再接再厉 成功灭掉了浮渝 在这个过程中 他于345年改用自己的年号 巩固了前燕作为东北亚强国的地位 348年 慕容晃去世 其子慕容骏继位 进一步扩大了前燕的势力 趁后照混乱之际 出兵席卷河北 357年 将都城迁往夜 一跃成为中原的大国 成为此后 朱燕国及前燕之后的后燕 在山东建立政权的南燕 在河北建立政权的北燕等 多个政权的滥伤 此时 在华北另一中心 及关中生活着 土翻系的第一枪 两个民族 后照发生混乱时 低族求帅福洪 和枪族求帅姚毅仲 争夺霸权 福洪的儿子福建取胜后 于351年在长安建立前秦政权 这时 华北地区迎来了低族的前秦 和鲜卑的前燕 这两个大国东西对质的时期 不久 五湖十六国时期 屈指可数的英主福坚 即前秦地位 灭掉前燕后 强力推行由石乐试验过的 湖汉融合政策 自此 五湖十六国时期的历史 发生巨大的转变 静雅思听 亲浪腾讯微博 关注远方的世界 关注身边的生活 请问候 静雅自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02 胡汉的抗争 2 作者川本方昭 译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星 胡汉双方的情节 非我族类 其心必意 我们曾提到 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之一 成都王司马颖 被幽州刺史王骏所败 向匈奴的刘渊求救时 凶农方面刘轩对此提出反对 认为尽为无道奴隶欲我 历见刘渊不要理睬 另一方面 当时的汉族对刘渊则提出 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怀有强烈的敌忾之情 就这样 在西晋五湖十六国时期 胡族和汉族之间 各自存在着自我和他者的严格区别 各自怀有属于完全不同的集团的强烈意识 相互否定对方 在整个五湖十六国时期 胡汉双方基于这种意识 不断进行着鲜血淋漓的抗争 而这个时期 在胡族和汉族之间围绕着什么样的人 才最适合成为中华世界的王者这个问题 意见上针锋相对 这种局面耐人寻味 有一次 西晋的忠臣 汉族人刘坤 曾写信给杰族的石乐 请求派遣援军 他说道 自古以来 成无敌荣为帝王者 至于明臣见工业者 则有之矣 将军长于军略 必见勋工 看起来 汉族人刘坤的口气还真不小 明明是向石乐求救 还对胡族说 你们反正是当不了帝王的 永家之乱时 群雄中有一位汉族人王骏 他后来寄予皇帝之位 石乐便事实劝进 反倒招致王骏对其野心的怀疑 据史书记载 对此 石乐的使者借用之前汉族人 刘坤写给石乐的话 说道 却自古成胡人 而为明臣者时有之 帝王则为之有也 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 而让明公也 故取之不为天下所徐尔 愿公勿移 王骏文言 大悦 石乐使者的口才之所以能发挥作用 是因为他想到这一逻辑肯定能够说服王骏 而事实表明 他的估计是正确的 刘坤和王骏的势力说明 尽管当时汉族承认胡族的军事实力 并不得不依存于胡族的军事力量 但在汉族间却普遍存在一种歪曲的思想 认为胡族终归不能当帝王 考虑到当时的时代状况 与胡族相比 汉族在文化上处于优越的地位 而政治上 军事上 却不得不屈从于胡族的压力 当汉族仍持有原来的遗敌观 遗敌禽兽不如 天生不过是汉族的奴仆 而又不得不应对现实的局面时 这种歪曲的思想便显露出来 另一方面 与之相反的思想 也可见在于当时的历书中 匈奴的刘渊曾说道 夫帝王岂有常灾 大禹出于西戎 文王生于东夷 故唯德所授尔 先被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焉政权的始祖慕容伟 曾想招揽出身汉族名望世家的高瞻 到自己胡族政权中为官 遭到拒绝 他不由感叹道 奈何以华仪之意 有怀戒然 且大禹出于西腔 文王生于东夷 但问智略如河尔 这里所表明的是与前面完全相反的意思 即胡族也能当帝王 刘渊 慕容伟虽然是胡族君主 却对胡族终归不能当帝王的汉族思想 进行反驳 从他们的口中 表现出超越这种思维的逻辑 胡族的意识结构 然而 胡族一方的反驳 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 前赵 后赵时期 关中枪族的统帅 姚义仲 有四十个儿女 他总是教诲这些子女说 自古以来 未有荣敌作天子者 我死 汝便归尽 当洁尽尘洁 无为不义之事 并最终在晚年时向东进派遣使者 请求归属 姚义仲是五胡十六国之一 后勤的创建人姚长的父亲 他的思想与刘渊 慕容伟不同 严习的是前述汉族的立场 那么姚义仲 为什么会持有这种思想呢 当时的史书 并没有明确说明其原因 由于姚义仲上面的那段话 是在后赵灭亡后不久说出的 可以推测 大概这一政治形式的变化 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吧 然而 从更宏观 或更本质的立场来看 也可以认为 这大致反映了姚义仲 对汉文化存在着某种情节 或自卑心理 因为当时胡族文化的发展水平 不如汉族文化 胡族在农耕化过程中 表现出对自身文化的抛弃 和自身文化的丧失 以及与之相联动的 对汉文化的接受等 不管是有意为之 还是无意为之 都会产生这样的情节 另一方面 前面说到西晋的忠臣刘坤 向时乐求援 对此 时乐在回信中说 君当惩劫本朝 无自宜 难为孝 并后代使者赠予明马珍宝 其后断绝来往 还有前面也提到的 王骏寄予地位时 时乐在承送给王骏的上表文中 自称 乐本小胡出于荣义 在这里 时乐对汉族的刘坤和王骏 自称疑 小胡 荣义等 显得十分自卑 表面上看 时乐似乎与姚义仲 有着相同的思想 但时乐以疑自居的结果 是跟刘坤断交 虽然时乐在王骏面前表现得非常谦卑 实际上却想着吞并对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他的想法与姚义仲差得很远 也就是说 他虽然自称疑 小胡 内心却是对汉族的强烈不满 有着走向独立的意志 胡汉相互之间的他者认识 时乐的思想与姚义仲的大不相同 那么 在当时的胡族中 具有姚义仲那样思想的人 以及接近于时乐思维的人 是否各自单独存在呢 乍一看 好像是这样的 然而 当我们再往他们的内心深处 迈进一步 并注意到当时 胡族进入汉族地狱 并成为其统治者的 这种时代背景时 对这个问题 就不能如此简单的下结论了 由于这种心理因素 很难作为始料留存下来 我们就很难具体地 看求当时的胡族的心态 如果硬要对此进行想象 我们自然就会想到 在胡族的内心 或说在他们自己 也未能充分意识到的思想深处 他们对汉族和汉文化的情节 与他们对于独立的志向之间 存在着复杂的联系 另外 前面我们也提到 先卑出身 奠定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 前焉政权基础的慕容伟 以胡族君主的权威做背景 要华北的汉族名望人士 高瞻出世 为自己的政权服务 胡族政权吸收这类汉族士大夫 进入自己的官僚机构 是看中了他们身上 所具有的行政能力 或作为豪族 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等 这是胡族经营汉地的必要条件 因此 慕容伟才会力邀高瞻出世 却被胸怀疑敌观的高瞻拒绝了 虽然高瞻的这种态度 引起慕容伟的强烈不满 并有了前述的一番感叹 然而 最终慕容伟并没有因此而处置他 不过 据当时的史书记载 高瞻害怕受到处置 烦闷不堪 最终竟然担惊受怕而死 高瞻致死的事件是一个合适的案例 像今天的我们真实地传达了当时 胡族错综复杂的心态 以及汉族对此的心态 虽然各案不尽相同 但从整体来看 可以认为 在当时的汉族人心里 存在着在文化上 对胡族具有优越感的遗敌观 以及在政治上 军事上 被胡族压抑的屈辱感和恐惧感 而在胡族心里 或多或少的 在军事上对汉族的优越感 对汉族和汉文化的情节 或否定的心态等 混杂在一起 既有歪曲的成分 也有摇摆不定的成分 特别是当时的胡族统治者 注定要将优越性摆在最前面 用耳聆听 用心关注 静雅思听官方微博 陪伴你 温暖你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二 胡汉的抗争 三 作者 川本方昭 一者 于小巢 朗读者 小心 汉族和胡族 所产生的变化 华北士大夫与江南政权 上一节我们论述了勇家之乱以后 失去了正统王朝 西晋作为依靠的华北汉族士大夫 对席卷华北地区的非汉族王朝所持有的种种态度 在上一节中 没有探讨这一时期 华北汉族对江南汉族王朝的心态 以下就这点展开论述 既然汉族对胡族有所记弊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误以为 他们会心系同样由汉族在江南建立的东晋新政权 然而 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汉族 并非异口同声的认同东晋 为继承西晋的正统王朝 另一方面 正如前面提到的 羌族求帅姚义仲那样 胡族也并非人人都击毙汉族的东晋政权 也有胡族承认汉族政权 希望归属汉族政权 在这些情形背后 都隐藏着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呢 五湖十六国中有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 钱梁 在静默战乱的时候 钱梁政权的始祖张鬼看到家乡安定 以西延绵的河西绿洲地带 农牧物产丰富 又兼有与西域交易的便利条件 同时 还不会受到中原地区战乱的影响 于是要求钱网担任地方官 随后成了半独立的状态 这是钱梁的前史 西晋灭亡后 西晋皇族狼牙王司马瑞 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 改年号为太兴 这时钱梁的领导者为张鬼之子 张石 一直延续使用西晋敏地的年号建兴 仍称建兴六年 后来钱梁也曾使用自己的年号 不久又恢复为建兴 此后在钱梁使用建兴年号期间 李衍在钱梁的领域内试图自立 尊奉东晋的年号 被钱梁领导者张玄静率重讨伐 史书中有对这个时期局势的记载 说钱梁民众听到李衍准备尊奉东晋的年号 都非常高兴 这些记载表明 尽管西晋已灭亡将近四十年 钱梁仍存在着尊奉西晋和尊奉东晋的两派势力之间的纷争 换言之 在西晋向东晋过渡的过程中 在汉族内部产生了对于东晋政权的正统性的怀疑 然而我们可以指出 尽管如此 胡族政权下的华北汉族士大夫 大多新系晋家皇族司马瑞 在江南建立的东晋政权 这也是实情 宋的正统性 到了东晋之后的下一个江南汉族王朝宋的时期 这种状况似乎又出现了变化 在东晋灭亡 东晋将军汉族人刘裕建立宋的前夕 东晋皇族司马国凡 司马书到逃亡到五湖之一的羌族 在长安所建立的后秦 当时后秦皇帝姚兴问他们 刘裕荒福尽世 清等何故来也 国凡听人回答说 欲于不逞之徒 削弱王室 宗门能自修利者 莫不害之 由此 姚兴看到此时 在长江中游和上游的四川的东晋将士中 有许多反对宋的力量 于是异域联合他们对宋发起战争 另外 正是在丝绸之路沿线 河西地区的九泉 存在着五湖十六国的一个政权 西梁 西梁政权的王室 自称是西汉将军李广的子孙 世代担任敦煌太守 最近 在甘肃省九泉市区 以西八公里的地方 发掘出据判断是魏晋时期最大的一处古墓 墓主被认定为西梁王朝的始祖李稿 而在尽纵更迭之时的西梁王李心 正是李稿的儿子 李心在位四年 正值江南政权更替 此时李心也计划率军讨伐刘宋 司马国凡等人对刘裕的反抗 属于从江南出逃的人士 长江中游地区的将士的反抗 而李心的反对 则是河西地区汉族君主的反对 并不代表华北士大夫对刘裕的反对 然而既然当时华北士大夫 倾心归附于东晋政权 那么可以认为 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逃亡人士 对宋的创建者刘裕的抗拒 同样也存在于华北士大夫身上 更何况刘裕出身贫寒 并非像司马士那样的贵族 考虑到这个时代 人们具有强烈的身份意识 正如贵族的存在 所明确展现的那样 华北士大夫对刘宋政权的强烈抗拒 并不仅仅是因为刘裕灭掉了东晋 而篡夺了政权 他的出身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五湖十六国时期 由于厌恶战乱和湖人的统治 许多人从华北移居到江南 而应该注意的是 这种现象也只是出现在东晋时期 自从宋篡位以后 几乎再难看到有华北士大夫逃亡江南 这与此前的情况截然不同 这与江南士大夫对刘宋政权的抵触也有一定的关系 换言之 刘裕建立的宋王朝是一个正统性 备受华北汉族士大夫质疑的政权 同时引起了他们对江南政权的离心 刘宋建国时 华北士大夫出现了一种趋势 他们对待湖族政权不再像本章前面所论述的那样 采取击毙的态度 而是在华北统一的背景下 承认终于逐渐进入安定期的湖族政权为中原王朝 并给予支持 详情将在后面的章节展开 五世纪上半叶 鲜卑拔拓步使华北再度统一 建立了北魏政权 在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中 为建立东晋政权的司马瑞立传时 称其为渐进及渐阅而称进的司马瑞 而在为后来刘裕及其以后的江南诸朝皇帝立传时 都一律称之为岛仪某人 例如岛仪刘裕 华北汉族士大夫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甚至连这种记载上的变化都受到影响 反过来想想 在这个时期置身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 或不断遭受异民族侵扰进攻的华北士大夫 他们可能选择的道路 包括接受异民族的统治 在其王朝中出世为官 虽然置身于异民族的统治 却拒不出世 以显示身为汉族的矜持 尊奉江南王朝为盟主反抗异民族等等 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 当时的华北士大夫尽管身不由己 但只要条件允许 他们当中 有实力的人士就会力图形成一股独立的势力 为西晋 而在边境之地独守孤雷的前梁张崇华 曾在348年接待了东晋派来的使者 对方许诺封给他大将军的官位和侯爵的爵位 当时鲜卑的慕容晃 自称的燕国王爵 已得到东晋王朝的承认 为什么我们世代为晋尽忠守节 却只能封个侯爵 处在并非忠臣的鲜卑的下风 因此张崇华感到很生气 拒绝受领东晋使者带来的诏书 到了张作这一代 忠于称帝 设置百官 不再遵奉西晋建兴的年号 而改用自己的年号为和平元年 然而在前梁阵营中 依然存在反对这次革命的势力 从建兴改元为和平的这一年二月 灾疫频发 于是郎中劝谏他说 进行革命之事 臣切以为不可 华仪之所以归系大梁 义兵之所以千里响应而至 是因为陛下是守进的忠臣 现在自称承受天命 即位称帝 天下人看到这种行为 恐怕就不会再相信陛下了 前面我们提到李衍自立 尊奉东进的年号反对张作 正是发生在这次革命事件之际 换言之 当时前梁阵营中 同时存在着几种倾向 很难形成统一的舆论 既有尊奉西进的 也有尊奉东进的 还有希望独立的 前梁的张天赐执掌了朝政之后 在建兴四十九年改元升平 正是受东进大将恒温北伐 其军威深圳华北的影响 而此后 前梁一直尊奉东进的年号 咸安直至灭亡 至此 我们主要以五湖十六国之一 前梁的政局变化为例 进行了论述 审视了这一时期 汉族士大夫的态度 从其演变轨迹中 我们可以真实地看到 他们力图保持中华的传统 以及为寻求和追随 所奉郑硕的对象 而痛苦跋涉的身影 这里向大家介绍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中 一位士大夫的故事 在永家之乱时 河北范阳出身的李产 作为乡里的领导者 努力保全民众 后来在石勒的 后照政权中出世 任范阳太守 遭到前烟攻击后 又开城投降 在李产的传中 有如下记载 即慕容郡南征 前锋达郡界 乡人皆劝产祥 产曰 抚寿人之路 当同其安危 今若舍此劫已图存 义士将为我和 重愧 使义军请降 郡朝之曰 轻受时事宠任 依谨本乡 何故不能立功于时 而反伟致乎 烈士处身于事 故当如是邪 产契约 产契约 承知天命有归 非微臣所亢 然全马为主 其妄自孝 但以孤穷是醋 智力无数 民府归死 实非成款 俊家其慷慨 故为左右约 此真 长者也 这段引文稍微有点长 但这则故事 向我们生动的传达了这个时代士大夫的苦衷 他们心里期盼着汉族正统王朝解放华北 却眼看着随着胡族势力的扩张 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于是不由地发出天命为和的叹息 可以说 这是生活在五湖十六国时期的汉族世大夫共有的心情 上面我们探讨了五湖十六国时期 华北汉族的思想 那么作为这个时期另一方的主角 当胡族入侵中原的世界 与中原的世界对峙时 他们有什么考虑 他们想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胡族对自己所灭掉的西晋王朝 并没有继续尊风的意思 尽管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不过 胡族承认西晋是在他们自己建立的前兆后兆等政权之前 统治中原世界的正统王朝 西晋作为对于胡族而言的一民族 汉族所建立的王朝 其正统性并没有被否认 西晋是统一中国 包涉华谊的王朝 胡族自身过去也曾作为臣下参与筹划 这种意识存在于胡族之中 正如前面我们看到的 枪族求帅姚义仲告诫子女说 这说明姚义仲具有以汉族王朝东晋的臣子自居的意识 当时四川有一个由蛮族宾人所建立的五湖十六国之一的成汉政权 其第三代君主李雄曾发表过支持东晋原地的言论 我乃祖乃父亦是尽臣 王与六郡避难此地 为同盟所推 遂有今日 狼牙若能忠心大尽于忠下 亦当率众辅之 另外据史料记载 在低族所建立的前秦政权的朝义上 有人指出 且尽忠宗 藩王尔 以下之情 贤共推之 依爱犹在于人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 在东晋建国时 存在这样一种认识 即原地得到以下之情 即汉族和夷迪的支持 换言之 在东晋建国时 正如大多数汉族所认同的那样 尽管对于非汉族而言 东晋政权难说稳如磐石 却具有正统王朝的资格 只是不应忘记 在这种情况下 非汉族对东晋的承认 并不是认识到东晋 是继承西晋正统的王朝 而是他们认为 西纳自己所占领的华北地区 占据人口多数的汉族的意向 有助于加强其统治 即非汉族的立场与汉族不同 他们是从更现实的观点出发 意识到当前支持东晋 是上策 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很好的例子 先卑慕容部 在慕容伟的时代 曾劝东晋原地 继承晋的正统而及地位 到了其孙慕容郡的时代 慕容郡自己被群臣劝晋及地位 他先是谢绝说 无本幽默涉猎之乡 被发左刃之俗 历数之路宁有分邪 不久却即位 并对东晋使者说 辱环百辱天子 我成人之法 中国所推 以为地义 然而 承认东晋的这种意识 是否完全是胡族 基于现实的利益判断 而得出的结果呢 却也不尽然 这是因为 当时的胡族中 存在着认为自己或本民族 不如汉族的意识 并因此认为 本民族所创立的政权 缺乏正统性 反而把江南的东晋政权 推为正统王朝 例如 低族所建立的 前秦政权中的 其中一位皇族 芙蓉 即认为中华的正统性 在于东晋 而与这种知识 大相径庭的意识 当时 已在孕育之中 后来 在胡族当中 出现了认为 自己是正统 江南的汉族王朝 为遗敌 而我们 才代表中华的思想 不过 这种思想 要成为主流 仍然需要经过 数番曲折的过程 静雅思听 倡导这样的阅读理念 读书不要贪多 而要求精 所以 我们坚持 只把最好的书 呈现给用户 让大家能够 把有限的阅读时光 交付给 最值得的对象 永远与智慧相伴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03 跨越湖汉之壁垒 一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星 第三章 跨越湖汉之壁垒 福尖的时代 染味的兴亡 我们在上一章审视了 结束从东汉末年 到三国时期混乱局面 成功使中国 再度恢复统一的西进 经历了短暂的和平之后 又分崩离析 陷入比以前的社会动荡 更为激烈 波及范围更广的 五湖十六国时期的 混乱局势 同时 我们也详细地论述了 造成这一混乱的 其中一大原因 即这个时期 各民族相互之间 错综复杂的 增恶情绪 这种增恶最集中的体健在 燃敏之乱前后 所发生的各民族之间的大虐杀中 燃敏 出身汉族武将家庭 其父是后赵皇帝石虎的养子 因此 他使用杰族的姓 称自己为石敏 燃敏 智勇双全 深受石虎的喜爱 在后赵的诸将中 有重要的地位 石虎去世后 他帮助石尊登上地位 然而 石尊违背诺言 没有立他为太子 于是燃敏便杀掉石尊 而改立石剑 不料 这次由于石剑又要杀他 燃敏便认定 杰族的人不足为信 将后赵王族几十人 统统杀掉 自己即位当上了皇帝 燃敏以大魏为国号 都城与后赵一样设在业 于是五湖十六国时期 少见的汉族政权诞生了 据说 燃敏利用汉族对胡族的反感 对胡族施行大虐杀 将多达二十万的胡族尸首 一弃城外 任由狼群啃食 在这次对胡族的大虐杀中 但凡高鼻梁续胡子的 具有胡族相貌的人 不分胡汉一概被杀 其影响波及四方 乃至演化成数百万的胡族 在各地互相残杀的局面 因此中原地区的人们无法从事农耕 盗贼横行 大饥荒爆发 随后 燃敏的军队被枪族 瑶湘的军队大败 战死的士兵多达十万 燃敏政权内部陷入混乱 昭治鲜卑慕慕容部建立的政权 前燕 城须南进 352年 燃敏兵败 被前燕军活捉后被杀 燃敏之乱是由于民族之间的增物 而引发的一场真正的悲惨灾难 然而 通关五胡十六国时期 历史在此到达了拐点 从混乱崩溃渐渐向收敛 统一的方向转变 此后 各族之间的增物渐趋缓和 历史朝着胡汉融合的方向发展 最初上场的主角 是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政权 以及低族所建立的前秦政权 随后不久 又经鲜卑拓跋部建立的 北魏政权的继承 勇家之乱以来 政局混乱几乎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的 华北地区 在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时期 再次实现统一 本章 我们将论述从跌入混乱谷底的时期 向华北再度统一的方向 发展的这段历史过程 福建的登场 五湖之一的低族当时是生活在县中国陕西省和甘肃省的一个民族 他们以长安以西的五都 略扬为根据地 以杨氏 福氏 吕氏等豪族为中心 势力不断增强 建立了前秦 后梁等政权 其中 前秦是低族的族长福建 在后赵十尊的时期 从其麾下脱离出来独立后 领导其父 浮宏的部下 于351年建立的政权 前秦定都长安 逐渐发展为一股强大的势力 与后赵拔解后 先被慕容部在华北建立的前燕东西二分 福建是福建之地福雄的儿子 生于338年 由于在福建之后 继承地位的福建之子福生 多行残虐之事 福建将其铲除自己及地位 福建即位之后 立即着手治理内政 定立法制 抑制工商 奖励农耕 并兴建连接首都长安和地方的道路 对学问实施保护和奖励的措施 国力得以充实 文化获得发展 相传 福建年幼时向祖父福红 提出希望跟从老师读书的请求 祖父听后又惊又喜 说道 如荣敌异类 使之饮酒 金乃求学鞋 便准许他跟随老师学习 这里所说的学问 当然是汉族的学问 这些意识本身 不免让人觉得 其中反映了基于汉族的歧视意识 在福建的时代 他推行了诸如提拔汉族士大夫 保护学问等与此前湖汉严重对立的华北地区大为不同的融合政策 另外与此同时 对外福建于三百七十年讨灭了雄聚华北一方的鲜卑慕容部创建的前沿 三百七十六年灭掉了前梁 进一步吞并了在北方不断扩大势力的鲜卑拓跋部 一时成功地统一了华北地区 福建的政策 福建有汉学的修养 从集地位时起 便采用了汉族传统的制政方针施政 在此过程中 协助其施政的汉族士大夫王某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这种胡族君主与汉族谋士相配合的形式 前有杰族的石勒与汉族的张斌 后有北魏时期的太武帝与崔浩 而福建与王某之间的亲密程度 可说是前述二者所不可比拟的 有一次 低族人 功臣凡事 当着众人责备王某说 无辈与先帝共兴事业 而不欲实权 均无汉马之劳 何敢专管大任 是为我更加而均实之乎 这些言语表达了统治汉族地区的胡族 将汉族当成为胡族耕作的奴隶 以及对不得不接受汉族出身的王某 差遣的不满 而王某当即反唇相机 方当使君为宰夫 安置更加而已 考虑到当时胡汉的势力关系 王某这么说可是非同小可的 果然凡事大怒 要当玄乳头于长安城门 不儿者终不处于事业 王某将这件事向福坚报告 备受君主宠信的宠臣与王朝的功臣之间出现这样的冲突 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常有的事 而耐人寻味的是 福坚听到王某的报告之后 说道 必须杀死老弟 然后百疗可整 将凡事斩首 为此还引发了低族的骚动 因为在胡族作为统治者 军临中原的五湖十六国时期 相反的事件 即汉族被胡族肃清本是惯例 从将汉族当成为胡族制作的奴隶 这种思维中 我们很容易了解到 汉人在胡族统治下的处境 而凡事的遭遇截然不同 这也可以看出福坚对王某非常信任 只是 如果君主与宠臣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即便这个时期存在胡汉的对立问题 君主对宠臣的维护也不见得有多么奇怪 但是福坚却常常做出超过这种程度的反应 福坚的这种特点也局部的体现在 前秦与宿敌鲜卑所建立的前燕 为了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决战事 当时前燕王族 后来后燕的创立者慕容锤逃亡到前秦 王猛向福坚进言道 慕容锤人之节也 蛟龙猛兽 非可殉之物 不如除之 然而福坚却说道 无方以意志应好 见不适之功 接受了慕容锤的投诚 在攻下前燕之后 他的这种力图跨越民族间壁垒的姿态 以更为彻底的方式展现出来 福坚即位以来 陆续采纳和实施了中国传统的国家礼仪 建造了明堂 在国都的南边 举行四天仪式 公耕集田 后来还命人举行了养残之礼等等 平定前燕 成为中原霸主之后 福坚随即更为热心地借助儒教理念推进国家建设 健全风俗 恢复了魏晋时代 士族阶层人士的户籍 努力为前秦王朝收览士族阶层的人心 另外 福坚将低族本族人从中央迁移到了前秦新占领的统治地区 而反过来 将前秦征服的鲜卑 枪 杰等五胡各族 迁移到国都周边 并加以宠任 佛教僧人道安 被群臣评为毁行见识 皇帝身边的人禁言欲将其除去 而福坚却对他信任有加 并虔诚地尊奉佛教 贯彻这样的政策 可以说自然而然地弱化了从根本上 支持前秦政权的低族集团的纽带 存在着导致王朝解体的危险 正因为如此 低族重臣屡次向福坚进言 强调这种政策的危险性 据实在福坚最小的弟弟福荣 曾哭着尽见道 陛下宠欲鲜卑 枪 结 不诸积淀 旧人足类 赤喜侠方 鲜卑 枪 结 此皆国之贼也 我之仇也 然而 福坚却没有听从他的建言 就连福坚的谋士 汉族出身的王猛 也对福坚进言说 鲜卑 枪等 是国家的仇人 是国家的祸根 应该把他们除掉 群臣与福坚之间 想法不一致 最为尖锐的表现 是在福坚准备南法时的朝义上 在统一华北之后 福坚计划 讨伐距于江南的东晋 后来 引发了与东晋之间的 肥水之战 这次南法的计划 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 当时 群臣列举了种种反对的理由 包括东晋国内安定 汇聚了谢安等一批贤臣 东晋 具有长江之险 易守南攻 中原刚刚平定不久 将士疲惫不堪 鲜卑 枪等一族受到优待 而低族反而受到轻视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老师远征对国家而言 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等等 就连福建所信任的王猛 在生前也指出 东晋虽然偏安于江南 但政局稳定 具有中国王朝的正统性 因此不能对其发动攻击 对于群臣发表的上述意见 福建说道 任由东晋如此发展下去 非设计之力 我希望统一天下 拯救民众 他不再允许群臣发表反对意见 在统一不久的各族混编部队的基础上 组建了一支多达百万人的军队 挥师难争 结果 以前秦大败告终 各族趁机发起叛乱 前秦这个 由各民族各个势力组成的 马赛克般的政权 瞬间瓦解 福建自己也在混乱之中 被群族的姚长所杀 那么 为什么福建会推行这些 加快王朝灭亡的政策呢 在他所推行的政策中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 他轻视本民族低族 而优待甚至宠认汉族和先卑族 为了成就华北统一大业 结束长期的各民族对立的局面 当然是需要采用这些政策的 但是问题在于 这种政策在当时的情况下 具有多大的现实性呢 事实上 福建的这种民族政策 弱化了与前秦统治的核心 低族之间的联系 肥水之战后 华北再度回归到 各族割据混乱的局面 那么 我们能否把福建的政策 看成只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呢 当我们看到 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 这段战乱平壤的历史 便不能把福建的政策 简单的归结为理想主义的产物 人民追求和平统一的心愿 确实极为强烈 另外 在这些政策中 福建只在确立王权的冷静 而现实的判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典型的表现在他在重用王猛时 却将低族功臣 视为老低的态度上 五胡各王朝的政权 虽然并非是 一军万民性质的体系 所构成的 而是由王族 部族长 所统率的各个集团的 联合体组成 前秦 是以具有这种结构的 低族集团为核心 以具有同样结构的凶农 鲜卑的集团为外延 并包含各豪族所领导的 汉族集团在内的国家联合体 虽然王权力图加强其权力 却仍存在着许多阻碍 其扩充语义的因素 尽管如此 倘若在这种情况下 不得不与其他政权 展开难以避免的殊死搏斗 并从抗争中胜出的话 那么 对于在位者而言 就一定要强化专制君主性质的王权 这个时候 从新征服的土地上 获得人才 税收等资源 便在加强王权的过程中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因为这些资源 对皇帝 王族 或各部族长的力量关系 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换言之 福建希望通过 对其他胡族政权的征服 获得胡族的军事力量 通过对汉族的统治 获得人才和庞大的资源 并对此加以利用 以达到确立和加强王权的目的 分享不只是与人同乐 分享不只是感同身受 分享更是一种态度 它在表达着你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 分享静雅思听给朋友 分享有温度的声音 亮出你的态度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三 跨越胡汉之壁垒 二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潮 朗读者小心 北魏的登场与时代状况 北魏建国 前秦的崩溃使统一的趋势暂时逆转 然而经过此后的后秦 后燕 北魏的传承 华北逐渐脱离混乱的局势 最终承担起统一大业的 是鲜卑拓拔部所建立的 北魏政权 建立北魏的拓拔部 其发祥地据说在中国东北的大兴安陵北部 到了三世纪 在拓拔立威担任拓拔部领袖的时候 他联合各部 以圣乐为中心 集结势力 从此以明确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 不断扩充其势力 到了四世纪中叶 拓拔十亿剑时期 拓拔部发展成 以山西省北部大同为中心的北方霸权 却遭受统一华北的前秦 福坚的攻击 其部族联合体 暂时解体 不过 随着前秦的崩溃 十亿剑之孙 拓拔归 将原来的势力重新集结 此后势力 更是不断地急速扩大 到了四世纪末 拓拔归 方才称帝 建元登国 定国后为魏 到了396年 建天子荆旗 亲率四十余万大军 争夺中原霸主 这便是非汉族政权北魏的兴起 他可与欧洲历史上的法兰克帝国相比拟 一是后来北朝 各代以及隋唐帝国的母胎 随后 北魏吞并周边各国 在439年第三代 太武帝在魏时期 历经一百多年 终于实现了华北的统一 结束了混乱的局势 与江南的汉族王朝 宋形成对质 拓拔归的部族解散 鲜碑拓拔归是各部族联合而成的部族联合体 在前秦的时候被福坚强行解体 拓拔归则以重建联盟为目标 他曾依附在为部族联合立下功劳的赫兰部的首领赫纳麾下 当时 赫纳对他说道 复国之后 当念老臣 向拓拔归表示归顺之意 然而 正当各部族首领 准备推代拓拔归 作为部族联合体的领袖时 赫纳之地赫然干 却说 在我国中 何德尔也 赫纳劝道说 弟 大国之世孙 兴富先业 与我国中之福 辱上异议 启示臣洁 于是劝拓拔归 及王位 从这段故事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时鲜碑拓拔布 作为部族联合体的结构 成功地 重新集结各部族的 北魏初代皇帝 拓拔归 在建国之后 推出此前五湖政权中 从未有过的政策 即部族解散政策 部族解散 是指将拓拔布旗下各部族 集中迁居到国都平成 为中心的基内外地区 同时 将此前各部族长 对所侠不明的统帅权 收归国家所有 据史书记载 其后离散诸部 分土定居 不听迁徙 其军长大人 接同编户 那以原旧 甚见尊重 然无统领 另一方面 又把原本各部族长 属下的湖族各部民 变成只属于北魏皇帝的战士 部族解散 意味着与原来的五湖政权相比 北魏成功地创建了 能够特别强化地权的国家结构 奉命其中居住的鲜卑各族的大部分人 按东西南北等方位的原理 重新整编成八部 又称为八国 后来作为北魏国军的核心 成为统一华北的原动力 非汉族国家 北魏与汉族士大夫 前面我们通过部族解散的势力 说明了北魏与此前 胡族政权的某些不同 我们在对北魏政权 与以前的王朝进行比较时 首先最应该指出的是 北魏统治华北地区 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 在这段时期内 正是这个王朝完成了 华北的统一大业 终结了五湖十六国时期 并开辟了南北朝时代 据于建康的汉族王朝南朝 与据于平成的非汉族王朝北朝 互相对峙的时代 北魏并非是如五湖各国那样 兴亡交替 令人目不暇接的短命王朝 而是发展成被称为北朝 连汉族也都承认其正统性的一个政权 然而这并不等于 北魏从最开始 其正统性就得到汉族的认同 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那样 五湖十六国时期 在汉族心里 整体上存在着在文化上 对湖族具有优越感的疑敌观 以及在政治上 军事上 被湖族压抑的屈辱感和恐惧感 而在湖族心里 或多或少 在军事上对汉族的优越感 对汉族和汉文化的情节 或否定的心态等混杂在一起 既有歪曲的成分 也有摇摆不定的成分 因此 北魏也同样存在着 这样的汉族士大夫 他们认为 成无敌戎为帝王者 不能也不愿在这样的 以敌王朝里做官 乾燕灭亡后 慕容锤在华北建立了强国后燕 北魏到五帝 在进攻后燕时 由于军粮匮乏 并向群臣征询筹措粮食的方法 当时出身华北地区 第一名门望族的汉族士大夫 清河的崔承进言道 取肾可以助粮 故非消食肾而改阴 诗称其事 到五帝听后 认为崔承的话是在侮辱他们 大怒 后来将崔承赐死 这里头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不太清楚 诗经的原文是 偏比非消 急于叛林 使我丧肾怀我好阴 警比怀疑来陷其称 崔承想到了诗经中 非消吃了桑肾 叫声变得动听 居住在淮水的遗迪 受到感化 献上珍宝的典故 向道五帝建议 以桑肾做粮食 这番言论虽然是将 鲜卑与非消 怀疑等而视之 有侮辱之嫌 正因为如此 设为鲜卑族的道五帝 才生气 最终将崔承赐死 这件事表明 道五帝与五湖君主一样 都具有非汉族的意识 换言之 从这段记载中 可以看出 我们前面所指出的 胡汉双方 因军事上的优势 文化上的劣势 而在意识上 所产生的意识结构 亦同样存在于 北魏初期 崔承的同乡崔红 曾在道五帝 其儿子明元帝的两朝中 担任北魏宰相 最初 他意味不想在 异族政权中围观 准备逃亡到江南 然而 在逃亡途中被捉回 未能如愿以偿 只好到北魏朝廷任职 为此 他曾写下 永叹自身悲惨命运的诗文 聊以自卫 却因害怕受到处罚 而终生未敢公开示人 就这样 当时华北士大夫 并不把北魏政权 当成自己的王朝 对之完全不报 任何亲近感 因此 北魏为了强调 其统治的正统性 提出 鲜卑是承受天命 统治中国的主张 而北魏 之所以为了主张正统性 而推出这套逻辑 其原因 就包括了 汉族士大夫 对一民族王朝的 普遍抵制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三 跨越湖汉之壁垒 三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汉族的变化与催号 世大夫出现的变化 上一节所描述的 华北世大夫对鲜卑或鲜卑所建立的北魏王朝的态度 到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例如据十载 北魏中朝汉族名门出身的崔剑认为鲜卑民族出身的陆锐 才智度量出众 要将女儿许配给他 还有北魏末年大乱时 汉族名氏高义 在临终前对子孙说道 主忧尘辱 主辱臣死 今社稷殿威 人神奋愿 破家报国 在此时也 同样身逢北魏末年乱世的汉族名氏 风龙之发起了秦王之号召 国耻家怨 痛入骨髓 乘机而动 今时其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姻 极为讲究门当户对 汉族名门与胡族陆锐结成婚姻关系 意味着陆锐被汉族世大夫 承认为一流的贵族 而破家报国这些言辞说明 汉族世大夫到了北魏末年 已将北魏政权看成是 宁可牺牲小家也要报效的王朝了 即把北魏政权是做自己所归属的王朝 如此看来 可以认为 从北魏时期的某一个时点起 汉族世大夫曾 对胡族和胡族国家的心情和态度 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么 这种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 是什么原因所致的呢 带着这个问题 审视北魏政治史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为北魏统一华北 做出重大贡献的汉族宰相崔浩 北珠事件的前后 正是这种变化的分水岭 崔浩事件是指 四百五十年 崔浩因编撰国史获罪 被诛杀的事件 崔浩出身汉族世家 是前面提到的崔弘之子 时任北魏宰相 他在主持编修国史之后 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 并将石碑树立在都城的大陆旁 由于石碑上的记载 禁述国是备而不典 毫不隐瞒的 技术魏朝的事情 虽然详尽 却并不符合典礼 引起朝野哗然 清和崔氏无论远近 乃至殷亲泛杨卢氏 太原郭氏 河东柳氏等 也都连坐被灭族 这一事件的底下 是胡汉之间的暗斗汹涌 大体上而言 可以说 这是汉族士大夫 将胡族视作遗敌 而以江南政权为正统 胡族对此的反对和敌视 这两种态度之间的冲突 就此看来 这与此前的胡族观 汉族观之间 并没有太多差别 然而 当我们稍稍深入地 观察这一事件前后的状况 便可看到其中 隐藏着巨变的前兆 确切地说 这些前兆包括 崔浩自己 有着明确的态度 承认胡族王朝北魏 并以此为基础 摸索中国的前进道路 除了崔浩以外 其他汉族士大夫 也承认胡族王朝北魏 当时的皇帝太武帝 在统一华北之后 野心日益增强 希望超越以前 胡汉树立的立场 而成为中华皇帝 崔浩的意识 崔浩对北魏的承认 并致力于摸索 中国的发展方向 这表现在 他从军事 行政 宗教等多方面 对国家政治的积极参与 其中 我们注意到 他计划对天下贵族的家事 进行整理和排序 其近亲范杨卢璇 在听到他的这个想法时 忠告说 乐为辞者 具有几人 记载北魏历史的魏叔认为 崔浩不听从卢璇的忠告 才导致了后来的败亡 这表明 崔浩的姓族分定 也以胡族为对象 如此看来 即便姓族分定 是基于汉族本位的做法 但由于其基本框架 是以家事为胡汉两族 共通的标准 确定上下关系 因此从广义上说 这种做法 为胡汉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这种具有政治规划的 胡汉融合的尝试 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这种姓族分定政策 得以推行 门当户对的胡汉两族之间 就可以通婚 只是实施这种政策的时机 当时并未成熟 直到崔浩死后四十多年 因创建军田制 而闻名的孝文帝 才开始推行天下姓族分定的政策 普通汉族士大夫的意识 与其他五湖各国一样 北魏从其前身带国的时候 其到北魏初期 都是采用暴力手段 征召汉族士大夫 据实在 拓拔十亿剑的时期 他听闻燕凤的高明 而希望将其招来 当自己的谋士 便命令诸军 将燕凤所在的带郡团团围住 并向城中的人们喊话 若得不到燕凤 吾将吐辱 城中的人们非常害怕 急忙将燕凤交出 崔昊之父崔红 在道武帝准备征讨后烟时 向东方逃亡 道武帝听闻其高明 派遣骑兵一路追赶 最终将其捉回北魏 然而 到了道武帝之孙 太武帝时期 征召汉族士大夫的时候 便不再带有如此浓厚的强制色彩 据实在 太武帝统一华北之前 曾在四百三十一年 大规模招揽汉族士大夫 当时中央命令周郡 以礼发遣 最终有几百人应聘 到北为朝廷做官 其中具体个案详情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但总体上而言 这一事件说明 至少在这个时候 已经采用了 以礼发遣的 朝贤纳士方式 与北魏初年以前 那种不容分说的征兆 大不相同 那么 对于北魏王朝的这种 礼贤下士 汉族士大夫 是什么态度呢 如果他们还保持着 与原来一样的胡族观 和胡族国家观 那么 北魏官方的 礼贤下士政策 也会招致他们 拒绝出世 然而 实际上 却有多达数百人的 士大夫 应召前来 这表明 他们的态度 发生了重大改变 逐渐承认 胡族所建立的 北魏王朝了 接受北魏招聘的 士大夫高允 后来回顾这段经过 感叹道 虚语之巨蒙斯举 或从容狼庙 或游及斯门 上坛公务 下尽心愚 以为千载一时 始于此矣 虽然他的描述 略显夸张 我们却可从中了解到 当时汉族士大夫 承认胡族王朝 并参与朝政的心情 那么 汉族士大夫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开始承认 胡族王朝呢 各种原因 众说纷纭 但我们首先 应该注意到的 主要因素是 这时北魏 已逐步推进 并完成了 华北的再统一 以及 与此密切相关的 充分展现 北魏朝廷自信的 上述 李贤下士政策 这是因为 北魏与此前 短期内 兴亡更迭 动荡不安的 五湖各国不同 作为控制着 华北广阔区域 政局稳定的政权 北魏的存在 想必对当时的 汉族士大夫 产生了持续的 巨大压力 另外 汉族士大夫 以基于儒教精神的 京士继民 作为人生大目标 同时 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 承载着民众 对他们践行 京士继民目标的期待 他们对于 从西晋末年开始 持续一百多年的 战乱状态 必定忧心不已 而在这一乱世中 兴起的北魏王朝 所展现的柔软身段 会强烈地激励他们 为了实现 京士继民的理想 而选择民主 这一点 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本内容由静雅思听网站 制作出品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03 跨越湖汉之壁垒 4 作者 川本方昭 一者 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太武帝与皇太子 太武帝与时局 崔浩事件的另一方当事人 胡族 尤其是其领导者 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呢 以下我们就这一问题 展开论述 正如前面讲到 福坚的政策时所说的 每当五胡的君主 试图加强自己的权力时 就会与各自的势力基础 即匈奴 先卑等胡族的旧势力 产生冲突 纵观始于先卑拓跋步时期的 北魏发展时 先卑民族也遇到了 同样的问题 当时 强化地权的举措 常常与对汉文明的吸收 汉化政策等联系在一起 因为引进新的文化 直接关系到王权的强化 然而 新文化的引进 必然导致原有的做法 资源的分配发生变化 因此 这样的行为 常常遭遇到拓跋步下面 各部组长为中心的 保守势力的反对 到五帝后来 被其子清和王拓跋绍杀害 从更广的意义上说 这与保守势力抗拒 旨在强化地权的各种改革 不无关系 在道五帝死后 继位的明元帝 反道五帝知道而行之 做出了让步的姿态 从中也能看出保守势力 与地权抗争的影响 明元帝之子太武帝继位后 凭借着父亲所恢复的 强化的权力基础 再次依照族法 接连推行各项改革 完善了官制和法令 并发动了许多征服战争 其结果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北魏地权的强化 然而 与此同时 北魏使得自从巴王之乱 永家之乱以来 混乱不堪的华北地区 再度恢复统一 其实力之强大 甚至凌驾在南朝之上 这种局面意味着 福建先前所追求的 中国全境 再度统一的目标 被提上了 现实的政治日程 因此 这种局面 当然也会对太武帝 产生极大的影响 迫使他不得不采取 考虑应对之道 那么太武帝对此 有什么应对之道呢 当时有个汉族人 叫寇千知 贾托受到太上老君的启示 对东汉末年 产生于中国的道教 进行改革 宣扬新道教 太武帝接受了 寇千知的教义 将新道教定为国教 决心成为太平真君 即道教中的救世主 此外 他还在灭掉 十六国之一的北梁 统一华北之后的第二年 将年后由太炎 改为太平真君 太武帝的意识结构 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就能理解太武帝 在华北统一之后 所采取的政策 一般认为 他针对新的局面 超越了此前 胡族君主的立场 开始以中华世界的皇帝 作为自己的志向 此时 他所采用的道教 并非原来的五斗米道 而是对原来的道教 进行一番洋气之后的新道教 这会让人想到 太武帝所构想的中华世界 实际上并非对原来 属于汉族的中华世界 原封不动的全盘接收 这一点需要我们注意 太武帝是历史上 因推行费佛悔士 而闻名的皇帝 五湖十六国时期的 其中一位皇帝 后赵的石虎 当听到 在后赵做官的汉族人 王渡提出 费佛建议 回应道 朕出自边戎 舔君诸下 至于享寺 应从本俗 佛是荣神 所应兼奉 拒绝了 王渡的建议 像这样 一般五湖的君主都认为 佛教是外国的信仰 因此与自己有所关联 对其抱有亲近感 并加以保护 太武帝则不这么想 太武帝在对南朝的宋 发动攻击时 在给南朝皇帝发去的书信中 自称为鲜卑 并以鲜卑民族的强盛为荣 另外 太武帝在位期间 北魏北方的乌洛侯国 派来使节说道 拓跋部当年 在现今乌洛侯国的土地上 居住时 建有祭祀先祖的宗庙 现在进行祭拜 仍然灵验 于是太武帝派出使节 离场为代表 前往那座宗庙 祭祀先祖 1980年的一次调查发现 这座宗庙 位于中国东北的 一个巨大洞窟内 这一事实表明 太武帝在位时 对自己的鲜卑族身份 有着明确的认识 另一方面 太武帝颁发的废佛照 严令废除狐妖鬼 狐神 荡除伪物 一般认为 诏书的执笔人 就是当时负责草拟诏书的崔浩 崔浩一贯讨厌佛教 而太武帝所颁布的 便是这样一位人物 所拟成的废佛照 如此说来 写有狐妖鬼 狐神的诏书 是经太武帝本人批准的 而五湖中 显然包含鲜卑 五湖的湖 显然带有侮辱之意 太武帝基于何种原因 竟然批准了这份 带有侮辱含义的诏书 经过如此一番推理 我们就能猜想到 太武帝本人 恐怕并不认为自己是湖人 五湖这个字眼 原本是汉族创造的 另外 太武帝在进攻南朝统治下的 虚移成时 向南朝送去了一封书信 其内容流传到了今天 信中说道 吴金所前斗兵 尽非我国人 承东北是丁陵与胡 乃是三秦 低枪 涉使丁陵死者 正可见长山 找郡贼 胡死 正见兵州贼 低枪死 正见关中贼 君若杀丁陵 胡无不利 这里所说的兵州的胡 是指东汉时期 跨过长城 迁居到中国山西的匈奴 原本胡这个字 在秦汉时期 专门用于称呼匈奴 后来其含义扩大 于是有了五胡等用语 到了唐代 丝绸之路的速特商人等 被称为胡商 换言之 太武帝始终将自己看成先卑人 而胡是匈奴人 他将自己定位为统治先卑 汉族等各族杂居的中国的皇帝 太武帝将先卑与此外的其他各族 严格区分 并认为各个民族与汉族之间相互争斗 无论胜败如何 都对自己有利 可以说这种狂妄的姿态 与福尖大不相同 另外 当时汉族士大夫尽管面对的是 遗敌王朝 他们仍然强忍着屈辱 为了实现京市济民的目标 而不断选择响应北魏官方的征兆 为国政出谋划策 这一点也与福尖的时期有所不同 不过 我们大概可以下结论的是 从太武帝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国教 开始立志成为中华世界的皇帝时期 胡汉对立的时代 便逐渐向胡汉融合的时代转变 太武帝根据这样的路线 开始摸索统一天下之路时 另外 还有一个人正在依照另一套方针 构想北魏的未来 他便是皇太子拓跋谎 这位皇太子 与崔浩以及创立新道教的寇千枝等人 关系并不好 南奇书《魏鲁传》有如下记载 伟太子谎与大臣崔氏 寇氏不睦 崔寇见之 玄高道人有道数 皇室祈福七日七夜 佛黎梦其祖父并怒 首任相之曰 辱何故信禅遇害太子 佛黎惊诀 夏伟赵曰 王者大业 篡城为重 楚宫四少 百王就立 自今以往事无巨细 必经太子 然后尚文 这段记载略显夸张 不过 皇太子确实在太武帝的监护下 被围以总览实际国务的监国意志 另外 关于皇太子与崔浩的不和 还有其他的势力 其中最严重的冲突是 皇太子笃信佛教 而崔浩却在其眼皮底下大肆废佛 皇帝亲信与作为下任皇帝的皇太子之间 出现这样的分歧 可以说是不得了的事情 如前所述 废佛是意欲成为中华皇帝的太武帝 所实施的其中一项政策 是在追求中国再度统一的过程中 所推行的措施 另一方面 据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记载 皇太子就任监国意志后 颁下了如下命令 公宗监国 曾令约周书炎 任奴以耕士 供九谷 任公以余才 供器武 任商以逝世 供获慧 其至有斯克基内之民 是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貌 肯直除弄 也就是说 皇太子研习了中国古代周朝的政治思想 推行了振兴农业的政策 据史书记载 由于这项政策的实施 肯田面积大增 同时禁止各种有爱生产的行为 例如 饮酒 杂戏 弃农从商等 皇太子实施的 是中国传统的农本主义政策 但可以看出 禁止饮酒的法令 与他虔诚的佛教信仰有关 另外 北魏在此后孝文帝的时期 还推行了军田制 三长制等制度 而这些制度是以中国古典时期的周代制度 即周礼为范本的 周礼通过这种形式成为制定国策的基准 从这个时候起 皇太子便摆出了这样一种姿态 这样看来 我们可以认为皇太子作为下一任皇帝 并不只是推崇和信仰佛教而已 他根据佛教和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制度 描画出一幅相当明确的政治蓝图 前面我们提到 皇太子与崔浩等人关系不好 再加上前面刚刚论述的因素 也可以看出皇太子与太武帝之间的不和 换言之 当时太武帝与皇太子之间 并非只是在费佛等方面存在分歧 还潜伏着关于北魏政权 在统一华北之后 下一步应该如何经营的深层路线的对立 静雅思听 好声音不寂寞 地权扩大与抵抗势力 再仔细想想 皇帝与皇太子及第二号实力人物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 出现在北魏历史的每一个关节点上 因此几乎可以说是贯穿北魏历史的结构性问题 那么这里面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在北魏历史上 却害怕拓拓跋部的风俗被汉化 便向立威尽说沙漠汉的坏话 听信谗言的拓跋立威便将沙漠汉杀掉 这是北魏历史上政权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对立的案例 在北魏的建国者道武帝的时期 也出现了皇帝与皇太子及第二号实力人物之间的冲突 这些事件都是以不足解散为代表的道武帝所推行的各项激进改革措施 与反对改革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皇太子拓跋谎的个案 则是继这件事件之后出现的皇帝与皇太子之间冲突的又一个案例 通关这些事件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皇帝在追求地权的确立及扩大过程中的举动 这一点我们前面也曾论述 而身处其中的皇太子及第二号实力人物的位置就很微妙了 因为他在与皇帝对峙时 很容易就会被卷入到反对地权扩大的势力之中 但当皇太子及地位之后 他也会走上跟先帝一样追求地权的道路 皇帝追求自身权力的确立和扩大 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可以见到的现象 然而在北魏时期 皇帝尤其注重权力的确立和扩大 因为在北魏政权中 胡汉对立严重 皇帝严重偏向哪一方都会造成权力政权分裂的危险 北魏早在还是北方的代国时开始 便不断地吞并新的地区和国家 当时的史书将原来居住在地方的人称为新人 而将构成自己权力基础的人称为旧人 主要是鲜卑人 与前秦福坚的情况相同 北魏地权任用新人 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强化和扩大 然而 对新人的过多任用 乃至依存于新人 反过来就会像福坚所遇到的情形一样 招致旧人的抗拒 甚至有政权瓦解的危险 相反 如果只重用旧人 又与北魏国土急剧扩张 统治地区内新人 主要是汉族增多的现实相背离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 这种背离日益扩大 因此 当时的地权便轮流将其重心 放在旧人和新人上 可以说 基本上注定了要将自身的权威 放在超越湖汉对立的位置上 太武帝是集双重矛盾为一体的皇帝 他一方面与鲜卑搞好团结 另一方面则重用催靠 推行倾向于汉化的政策 他这种内在的矛盾 在超越湖汉对立 至高存在的皇帝身上得到统一 统一了华北的太武帝 面临新的形势 而超越了此前湖族军种的立场 强烈的希望成为中华皇帝 为了实现这个志向 他任用汉族出身的催靠 采用叩千知所立主的新道教 但太武帝的做法 遭到了自身尊崇佛教的 井木太子和北族势力等 具有不同思维的各派势力的反对 这位皇太子在正平元年六月 悟臣突然去世 据实在 太武帝听闻太子死讯放声痛哭 然而死天之后 很快就将皇太子 葬在北魏历代皇帝的陵墓中 别的史料显示 由于皇太子重任的官员犯了罪 太武帝震怒 将该官员处死之后 皇太子因丹京受怕而死去 换言之 这说明皇太子的死有蹊跷 皇太子去世的这一年 是正平元年 正值统一了华北之后的 太武帝清朝出动征讨南朝之际 在此前一年 即太平真军十一年九月 出兵南伐 十一月便兵为徐州蓬城 十二月赌淮水 很快攻陷淮西淮南 在十二月底 终于抵达南朝宋的都城 建康对岸长江边上的瓜布山 并在那里建起了行宫 第二年 即皇太子去世那一年的正月初一 太武帝在长江岸边 集结各路军马 论功行赏 紧接着在第二天 即正月初二立刻回师 二月皇太子在鲁口的行宫结甲 三月回到京师平城 抵达建康对岸的瓜布时 北魏军抗尾制法准备渡江 为此建康城内高度警戒 紧张万分 然而 太武帝玄疾从瓜布撤退北归 南朝为了应对这场战争 而军民疲蔽 南朝宋正处于历史上的 被视为全盛期的原家之志 却因此受到冲击而走向衰落 然而 北魏军在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军威之后 却突然撤退令人费解 从史料中 找不到这时与宋结盟的北方蒙古高原的 柔然有什么举动 也没有发现 太武帝卧病不起 对实施作战 有重大的影响的北伐军内部 突发混乱的记载 据当时的实在 南朝人对于北魏军队此时的 突然回师 也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来推测其原因 可以想到的 包括长期远征 将士疲乏 军粮不足等 但是假设当时情况真是这样 既然已经做事准备渡过长江 在南伐的紧要关头 于正月初一论功行赏 却又在第二天迅速撤退北归 我们不得不说 这种情形确实是不正常的 现在以王毅的颂略残篇中 则提到在太武帝南伐途中 留守国都平城的皇太子 拓跋谎谋反 太武帝闻讯派人向平城送信 谎称皇帝在南伐途中驾崩 并在皇太子前来迎接 太武帝灵救时将其擒拿 编写资质通鉴的司马光 认为这不过是流传于江南的 小道消息不足为信 然而如果我们了解到 如上所述的太武帝和皇太子之间的 路线之争等因素 尽管现在不可能再现皇太子之死的细节 但在南伐军突然回尸北归的背后 必定是因为国都平城出现突发事件 或太武帝接到类似急报 这种推断恐怕更有说服力 前面我们对当时的具体状况 稍稍进行了深入探讨 总而言之 在太武帝内心深处 既保持着鲜卑自我认同的 种族主义倾向的思想 同时在这种意识之上 又带有开创更高层次的 中华世界的图谋 这时对于他而言 不在其意识之内的佛教 想必被视为有害无益之物 这样一来 尽管与崔浩之间存在着 基于胡汉两个民族的 不同立场的区别 但可以说 太武帝创造中华世界的志向 最终与崔浩的追求是一致的 即两者都具有 向胡汉融合的方向收敛的特性 普通胡族的意识 除了胡族君主太武帝以外的普通胡族们 当时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 当时拓跋鲜卑领导层的其中一人 长孙松非常反感 深得太武帝宠认的崔浩 这样的反感 是在当时拓跋鲜卑的许多人中 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 是酿成崔浩事件最主要的原因 崔浩事件表明 在当时大部分的拓跋鲜卑的意识中 仍然存在着本族与外族的区别 而汉族仍然是受到排斥的一族 因此我们可以说 当时大部分拓跋鲜卑的汉族观 于五湖十六国时期 其他湖族的汉族观 基本上是相同的 只是拓跋鲜卑从华北统一时起 在汉文化的影响下 逐渐掌握了汉语 一般认为 这种情势进一步发展 便促成了拓跋鲜卑对汉族的接受 换言之 在太武帝时期 拓跋鲜卑内部 也以不同于汉族一方的方式 显露出变化的征兆 在新形势下 北魏当时的国家体制将何去何从 它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问题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将在后面围绕着北朝历史的发展 在第七章继续探讨 下一章 我们将转而聚焦于 与华北地区同时展开的 另一个主要历史舞台 未进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地区 静雅思听网站 倡导一种全新的阅读理念与生活方式 以声音的形式 利用碎片时间 休闲 充电 带给你温暖 快乐 感动 与智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四 江南贵族制社会 一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新 第四章 江南贵族制社会 东晋的贵族制社会 张昌 石兵之乱 在西晋中央地区 爆发巴王之乱的前夜 流入甘肃至陕西一带的 羌族 低族等非汉民族出现了问题 其中的一人 低族族长齐万年 于296年发动叛乱 这场叛乱于299年被镇压下去 然而由于该地区除了战乱之外 又遭连年激紧的袭击 产生了大量流民 当时 有个一路护送流民的蛮族人 叫李特 他率领这些流民进入四川 攻陷成都后自立为王 后来 其子李雄于304年 集成都王之位 306年称帝 建立了五湖十六国之一的大成国 为应对这一局势 西晋从湖北 征派了军队入川 却遭民众抵制反抗 另外 当时因八王之乱而沦为难民的人群中 很多人选择南下 直奔当年粮食丰收 入川军队兵原地的湖北而来 这时 满族人张昌 宣扬将有圣人救世主 出现在局势不稳的湖北地区 煽动民众发起叛乱 继陕西 甘肃 四川等地之后 长江中游的湖北也陷入大乱 张昌又将矛头指向湖北南边的湖南 乱象开始呈现出 扩展到长江全域的趋势 张昌的部下 有一个叫石兵的人 他带领了一支别动队 攻入长江下游的安徽和江苏一带 其结果 自孙吴政权灭亡后 局势一直平稳的江南地区 亦受动乱波及 江南统治阶层 及当地豪族 将这种动乱 视为极大的威胁 江南众豪族 为了阻止这种流民之乱 推举顾密周启为领导 联合西晋下级官吏出身 当时驻守江北的武将 陈敏的军队 讨伐士兵 保住了眼下的安定 然而 随着巴王之乱和五湖入侵 华北地区的混乱局势 进一步恶化 当时为了躲避战乱的难民 陆续逃往江南 总之 尽管时兵之乱被镇压下去 但是整个社会的难民潮 却远未停息 原本因讨伐时兵 而立下大功的陈敏 看到中原地区的混乱局势 便希望在江南割据 于是谋求江南豪族的支持 然而 江南豪族看透了实力不足的陈敏 而最终将其抛弃 他们与驻扎在寿春的周赋 麾下的进军里应外合 于307年将陈敏的军队 被歼灭 此后不久 晋朝王族狼牙王司马瑞 被当时掌握西晋朝廷实权的 东海王司马越 授予安东将军和都督 扬州诸军事的职务 相当于统帅江南方面军的总司令 他带着出身华北第一贵族 狼牙的王岛及少数随从 来到建业 司马瑞政权的建立 江南的各家豪族 希望保持难民不断涌入的江南社会的稳定 然而 不依靠王朝权力 能否独立阻止难民朝呢 对此 他们感到有一丝的不安 就在这时 司马瑞前来赴任了 他带着朝廷授予的 统辖江南一带军务的都督扬州诸军事这一头衔 同时作为皇族司马市中的一员 有兼具正统性 另一方面 司马瑞一听从王岛的建议 为了控制江南地区 需要借助当地豪族的势力 略经周折 两者结成了联盟 江南贵族扶植草创的司马瑞政权 并在江南豪族首领顾荣的带领下 致力于提高司马瑞政权的权威 然而 北方的危局日益紧迫 未必战乱而来到江南的人越来越多 据实在 为了将这些南下逃难的人士 笼络到司马瑞政权下 司马瑞的参谋王岛发挥了罕见的能力 他鼓舞这些思乡悲叹的北来人士 向他们展示收复中原的大意 司马瑞政权成功地收览到这些北来人士 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就这样 王岛为司马瑞政权的确立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 王岛采用了亲北的方针 任命北来人士 充当司马瑞将军府的要职 然而 这种政策无异于辜负了江南豪族 对司马瑞政权的期待 不过 司马瑞政权与江南豪族的结合 原本就并非稳如磐石 在我们理解当时江南的状况时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江南豪族中 既有读书人背出的五 快鸡等地的民族 也有江南其他地方的新兴豪族 两者存在鲜明的区别 另外 在人数日渐增多的北来人士中 也包括不少在西晋时期 已跻身于江南豪族上层的贵族 王岛巧妙地利用江南豪族社会所存在的这一弱点 成功将他们分化 牢牢地控制着政权运转的主导权 平定石兵 陈敏叛乱 为司马瑞政权的创建立下大功的阳县豪族周启 眼见着逃亡而来的中原人士 见战上风 而本地人屈居下手 感到愤慨 他在病逝前说了一句 杀死我的人正是中原来的人 便一命呜呼 其子周邪 遵从父亲一命 发动叛乱 倘若此时 江南豪族能够实现大团结 大概会对此后 江南政权的格局本身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 事实上 即便是江南数一数二的大豪族周氏一族 也无法展示出紧密的团结 因此 在王岛的政治力量面前 这次叛乱轻易就被镇压了 在这种政局形成的过程中 北来的贵族所带来的先进文化 对身为乡土人士的江南豪族 产生了极大的威力 王岛后代武 会计等地名人辈出的世家人物 任命他们为九品中正制度下的郡中正 通过他们 使中原的价值观在当地贯彻 力图基于这种价值观 建构以中原为中心的秩序 使之凌驾在当地秩序之上 随后 这种等级秩序 在成功分化江南豪族 收拦北来人士 建设东径贵族制国家的过程中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随着江南政权的发展 司马瑞在当地渐幅众望 即洛阳政权崩溃 怀帝敏帝死去 司马瑞于317年 接受了在北方抵抗胡族的晋朝主讲 鲜卑的段布和慕容部等的推带 即皇帝位 如前所述 当时四川地区有李特等人割据 逃离四川的民众 很多流亡到湖南、湖北 有的流民为反抗在湖南、湖北 不断受到的压迫 发动起义 在镇压这次动乱的将领中 有一个叫杜涛的人 他同情起义民众的苦衷 转而支持他们 结果 这次起义 发展为席卷湖南 零零至武昌等大片区域的大暴乱 当时 司马瑞手下掌握军权的 是王岛的丛兄 王敦 他凭借其部下 江南出身的将军 陶侃 周防之力 平定了这场动乱 然而 自此以后 王敦的势力发展成 连朝廷都不得不重视的潜在威胁 乃至有人私下传播 王与马 共天下的话语 这时 原帝出手 应对这种局面 他重用刘伟 凋酋等大臣 力图据此加强皇帝权力 压制王室的势力 就连建国功臣王岛 也遭到疏远 当时镇守武昌的王敦 看到事态如此演变 勃然大怒 他打着除掉刘伟 凋协的旗号 沿长江而下 攻打健康防御 要冲 石头城 官兵大败 原帝被迫 前使告诉王敦说 快快撤兵 否则我就会狼牙 你来当皇帝 刘伟在紧要关头 逃之夭夭 凋协被擒 而被王敦打败的原帝 不久甲崩 原帝之后 由其长子 司马绍 即位 明帝 由永绝之欲 受到王敦 一派的厌恶 明帝即位后 朝廷与王敦之间 关系再度紧张 这时 人们对王敦 部下诸将的 粗暴举止 极为不满 就连协助 明帝辅政的王导 也害怕 王敦的坏名声 会给王室一门 招来祸端 另外 朝廷吸取了 此前战败的教训 为防止五胡入侵 派遣勇将阻替 镇守朝廷 北方的淮水流域 此时 又命令祖约 苏骏等人 回防健康 与王敦决战 幸运的是 战局进行中 王敦突然病死 朝廷勉强度过困难局面 王敦的同伙 全被诛杀殆尽 苏骏之乱 然而 明帝于次年驾崩 王导 宇亮 温乔等 接受遗诏 辅佐右主司马衍 宇亮原是 明帝东宫时期的侍奖 后来其妹 成了明帝的皇后 深得明帝宠任 由于存在这层关系 宇亮在右主成帝 即位后以外妻的身份 专制朝政 然而 宇亮施政推行的是 严刑郡法 与王导的宽和政策 大相径庭 结果大失人心 在这个过程中 因平定王敦之乱 而立下功劳的苏骏 和祖约等人 也对宇亮的施政 见感不满 宇亮以抑郁侮辱朝廷为名 解除了苏骏的兵权 调他到朝廷做官 而用自己的弟弟 顶替其军职 因此 苏骏最终 拉上祖约 举起了反旗 这便是三百二十七年的 苏骏之乱 当时 在立阳的苏骏渡过长江 一举逼近建康 并大肆烧杀抢掠 据史书记载 这时苏骏大军 列阵于建康东面的蒋山 命令百官搬运物品至此 还裸拨侍女 人们只得用破席子 茅草等 勉强遮挡身体 而连毕身之物都没有的 就只好坐在地上 用土覆盖 沦落至此 悲惨之声 充斥内外 此前 宇亮为防不测 事态发生 而派遣温桥镇守江州 苏骏之乱爆发 宇亮便突破建康攻防的战线 投奔温桥 同时 联合在平定杜涛之乱中立下大功 时任荆州刺史的陶侃 一起讨伐苏骏 另外 时任徐州刺史 夏业地区流民集团的领袖 西建也前来助阵 陶侃方面一下子便在战局中取得了有力地位 在健康西郊的药冲石头城的攻防战中获胜 将苏骏斩于阵中 成功地平定叛乱 叛乱出平 朝廷舍弃荒废的健康 而迁都他处的议论又起 议论的人分成两派 一派主张迁都江西的豫章 另一派则主张迁都浙江的会计 此时 王导指出 健康乃帝王之都 不应该舍弃 而迁到原本为蛮夷之地的豫章或会计 打消了众人迁都的念头 当时 假若决议迁都到豫章或会计 江南地区恐怕会一分为二 便无力阻挡北方强大势力的入侵了 甚至还可以说 此后南北朝时期也可能不会出现了 以健康为中心 平衡东西的势力 在此基础上 王导探索着江南政权的存立之措 齐敏锐的眼神 准确地看清楚了 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才能维持政权的结构稳定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四 江南贵族制社会 二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北斧西斧的斗争 与通向南朝政权成立之路 北斧西斧的行程 即皇帝位的原帝司马瑞 重用刘伟 刁邪等人 志在树立更为强大的皇帝权力 就皇帝权力本身的特质而言 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 草创期极为脆弱的政权 必须在各派不同势力之间 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 才得以维持 在这种情形下追求扩大地权 可以说是极为危险的事情 实际上 正如前面所述 这种政策曾屡次导致 王敦之乱等种种反叛 将王朝逼入存亡的紧要关口 不过从结果上来看 320年之后的10年里所出现的混乱 形成了以健康东面的京口 及其对岸的广陵为根据地的集团 与以长江中游的荆州为根据地的集团 在这两大军事势力的微妙平衡的支持下 由各个涣散的集团 混合而成的东晋王朝 反倒善变为结构相对稳定的政权 从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 江南历史便以这两大军事势力为焦点 见次展开 前面讲到 在东晋政权草创期 为躲避华北的战乱 许多流民南下逃到江南 成为江南地域社会的一大不稳定因素 另外 仿佛尾随而至一般 以华北杰族出身的石勒为首的 非汉民族势力 向南进攻的势头也日益增强 在这种局势下 这些流民团结起来 成为一支潜在的军事力量 对江南的政局产生很大的影响 王敦之乱时 在平定叛乱中 立下累累战功的祖约 苏骏等人 都以这股势力作为支持后盾 北斧之所以被称作北斧 是一位齐驻军的长官 被封为镇北将军 征北将军 奉命镇守东晋的北部 统辖着北方正面军 而这支部队正是由大力协助 平定苏骏之乱的西建军团演变而来的 另一方面 西府的前身则是在平定苏骏之乱中 可称得上功劳最大的陶侃的部队 334年陶侃去世 东晋王朝考虑到西府所具有的重要性 派遣羽亮继任陶侃的职位 羽亮去世后 其弟羽翼前往赴任 这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 他被封为安息将军 征兮将军 位于荆州 控制着湖南湖北等广大区域的 军政民政机关西府 关东晋后期 所保持的势力 甚至可与以北府为背景的健康中央相对抗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南朝时期 环温的崛起 羽翼去世后 环温成为西府的领袖 环温的父亲环宜 在平定王敦之乱时立下军功 在苏郡之乱中守城战死 环温在三百四十五年取代羽翼 成为荆州刺史及西府领袖 环温的功绩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他灭掉在蜀地建国的 五湖十六国之一的城政权 收复了原本由其控制的师弟 当时蜀地处于成汉末年混乱之中 原居住在山区地带的少数民族 辽族大举入侵平原地区 环温对辽族发动攻击 一举灭掉成汉立下大功 至此 长江上游形成了一股 集合荆州和蜀的力量的大势力 朝廷当然对此时的环温 产生了戒备之心 制约环温 同时承担治理朝政的重任 就落在环温年少时期的朋友 殷浩身上 当时在华北继承 节足时乐的大业 统治中原的后赵皇帝石虎去世 后赵陷入混乱之中 原归附于后赵的朝汉势力中 有不少人希望向东晋称臣 环温顺应这一行事 向朝廷请命进行北伐 同时亲令属下的武将出兵 朝廷也顺应行事发动北伐 但当时北府的领袖蔡摩 已经指出了这一决策 有欠斟酌 这次北伐原本由环温执行 朝廷本应只在一旁冷眼旁观 结果北伐以大败告终 殷浩便需承担失利的责任 环温由此对殷浩发动弹劾 剥夺了他的实权 将其流放 把原来殷浩的权力 一并收为己有 掌握了整个长江流域的军权 接下来 他凭借这种威势 亲自发动北伐 已了夙愿 从湖北出发 向北进攻长安 然后又进一步东进 转战洛阳 修复了位于中原中心 洛阳的地灵 于356年凯旋 赫赫战功之后 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任何人都心知肚明 环温于拯救东进的名相 谢安 然而 正当凭借赫赫战功 掌握了东进实权的环温 实施土断 将北来的民众 编入江南的户籍 致力于内政改革时 365年 鲜卑族建立的前淹政权 攻下了洛阳 为此环温再次被罚 不料这一次一败土地 仓皇退回徐州 反倒招致了鲜卑族的前淹 低族的前秦南侵 环温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 至此 环温加快了篡夺王朝的步伐 而此时 拯救东进政权与危难之中的 是东建后半期 名相谢安 谢安 出身河南陈俊阳下的民族 年轻时 极为王导所知 却无意出世 在会计的别墅 与著名的书圣王羲之 基于老庄思想的著名 清坛佛教的实践者 僧人 支顿等人交往 直到年过四十 才出任环温君府的副官 环温也深爱他的才华 努力培养提拔他 然而 谢安自己 却反对环温的善待 当环温为善待图谋 而拥立的傀儡皇帝 简文帝驾崩时 谢安巧施妙计 使简文帝立下遗诏 将皇位传给 简文帝之子 孝武帝 而没有让环温图谋得逞 保住了东晋政权 此后不久 环温换上重定 由此 谢安预计 环温死期将至 设法延后善待的时间 尽管环温也知道 篡位可能招致 灭族的灾祸 对此 却野心不死 然而 三百七十三年 环温善待未遂 一命无乎 王岛在世般的 谢安施政 环温去世后的朝政 并由拯救东晋于 威王之中的谢安 全力承担 其施政在某些方面 颇有王岛的风范 所推行的方针 旨在维持各派势力的均衡 并努力实施宽制 为此 他老练的 因应当时局势 在环温去世后 将荆州的军权 委任给 环温同族的 环霞 环冲等人 从而 谨慎地避免了朝廷 与西府之间的 矛盾激化成内乱 使东晋政权 不至于被乱局所削弱 另一方面 谢安提拔 同族的优秀人才 亦受到环温 高度评价的 谢玄 担任北府的领袖 为守护朝廷 而不屑布局 而对于谢玄的任用 并非只是为了 牵制西府 还有一个 与此同等重要的原因 即为了应对 日益紧迫的 江北局势 前面我们在讲到 环温北伐的时候 曾提到低族所建立的 前秦政权势力扩大 在谢安执政时 前秦迎来了明军 福坚的时代 前秦政权的势力 达到了巅峰 其具体发展过程 在上一章 以作论述 任用谢玄 主政北府 正是强大的前秦 加紧进一步扩大 南京步伐的时候 他们已经深入到 作为战略基地 异于对江南 发动进攻的 四川地区 以及隔着长江 与江南近在咫尺的 淮南等地 为了应对这一威胁 谢玄将刘劳之 和谦等勇将 招到自己部下 努力充实北府的实力 结果 北府军战果泼风 捋破前秦军队 然而 这反倒更加刺激了前秦 福坚 遂于383年 率领号称 百万之众的大军 兵分两路 向南进攻 前秦军南下 势如破竹 主力部队 攻陷了安徽寿阳 表现出 一举灭掉东晋的气势 然而 其先锋部队 在匪水之战中 遭受了始料未及的大败 由华北五湖各族 合并混编而成的前秦军 马上失去了控制 陷入一片混乱 肥水一战 死者甚重 尸体堵住了河流 福坚自己也被流箭射中 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单其顿走 东晋军取得大胜 结局出人意料 据实在 东晋军胜利的捷报 传来之时 谢安正在与来客下棋 只见他毫不动容 仍然是一如既往的 沉着镇定 谢安送走客人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稀奇事 当时他锁穿木鸡的木齿 撞断了 他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则故事说明 肥水之战的胜利 是超出谢安意料之外的大姐 同时也展现了谢安这个人 谦虚谨慎 感情内敛 始终一副从容不迫的典雅姿态 当时贵族社会的价值观 亦可见一斑 然而 尽管谢安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却被肥水之战后崛起的 皇族司马道子所排斥 肥水之战两年后 谢安去世 东晋进入了司马道子专权的时代 在灭亡的下坡路上 快速跌落 孙恩之乱 谢安为了阻止环温的善待 而拥立的孝武帝 无心政治 将朝政完全交付给 同族的司马道子 造成司马道子的专权 而司马道子也跟孝武帝一样 沉溺于享乐的生活之中 于是人们对朝政的不满 发展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局势急速地陷入动荡的气氛当中 在这种情形下 孙恩领导的宗教叛乱爆发 东晋王朝的新藏地带 长江下游地区因此受到严重的破坏 叛乱的主谋孙恩 是五斗米道教主孙太的侄子 五斗米道是东汉末年 张灵所发起的宗教 是中国本土宗教 道教的源流之一 在发动黄金之乱的 张角太平道的影响下 五斗米道宣扬 人患病是因为人自身的罪过所致 为了赎罪便需要为他人服务 张灵之子张衡 孙子张鲁继承了五斗米道 在汉中、蜀等地区传教 张鲁归降曹操后 也在东部地区扩大教众 在贵族当中 其信徒也不断增加 孙太拜前堂的杜子公为师 学习五斗米道 通过幻术煽动民众 要求信教的人将所有的财产 子女都捐献给五斗米道 由于当时的社会不太平 信奉孙太五斗米道的人暴增 就连执政的司马道子之子 司马元显 这样的国家中书 内部的人也被渗透 其信徒之多可见一斑 不久 孙太看到东晋气数已尽 趁机图谋叛乱 却被司马道子发现死于非命 然而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继承孙太事业的孙恩 起身为叔父报仇 每每有信徒病死 孙恩便会祝贺到 成仙了是好事 于是他周围聚拢了一大帮 不怕死的狂热信徒 三百九十九年 其数十万信徒一同起义 这场叛乱攻占了三无之地 在禁军途中出现了变态的做法 加入叛乱的妇女信徒 因婴儿随军累赘 就将婴儿们放入袋子或笼子里 投入水中 说道 喝乳仙灯仙堂 我寻厚旧辱 席卷三无之地的孙恩军队 最终将矛头指向首都建康 静雅思听 身边的梁师一友 耳旁的智慧声音 还旋霸权 首都因此陷入了紧急状态 北斧领袖刘劳之 部下刘裕等人倾尽全力 好不容易才击退五斗米道的进攻 然而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表明 这次孙恩之乱 为当时继承父亲环温野心 镇守荆州的环玄 出兵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环玄的军队沿着长江 长驱直下 朝着建康而来 环玄率军 顺江而下 表面上是为了保卫健康 使之不受孙恩的威胁 然而实际上 抑郁攻占健康的孙恩军 已被北斧的刘裕所击破 环玄沿江东下的最大目的是篡夺政权 因此孙恩军虽然败退了 却丝毫未能阻挡 环玄继续东下的步伐 而司马道子等人 无力抵挡住环玄的攻击 最后 除了依靠统领刘裕等部下的 北斧领袖刘劳之 别无他法 然而 刘劳之却没有听从部下 刘裕的谏言 而是选择了 袒护环玄的做法 因此 环玄不费吹灰之力 便将司马道子 原显父子一派除尽 就这样 环玄自己及皇帝位 定国后为储 实现了环温以来 父子两代人的夙愿 另一方面 环玄对刘劳之 刘裕等北斧军队实施压迫 成功地孤立了刘劳之 为此 刘劳之激愤而死 这样的处境 足以激起 北斧军队的怒火 刘裕的崛起 刘劳之的部下刘裕 出身从江苏 蓬城移居金口的寒门家庭 自幼丧母 幼年时期家境贫苦 据史书记载 送第三代皇帝孝武帝时 准备拆掉武帝刘裕 生前住过的房子 当时在这座房子 起居室的床头上 有一方土墙 墙上挂着 曼草座的灯笼 和麻痣的影甩子 这段技术 生动地描绘了 刘裕当上皇帝之后 仍不忘贫苦岁月的 朴实作风 孙恩之乱 给刘裕创造了一个 提升名望的机会 当时 他在北斧流劳之下面 担任将领 在镇压叛乱的战斗中 取得显赫的胜利 为他接任北斧下一任领袖 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后来 北斧的领袖刘劳之 如前所述 被环玄迫害致死 刘裕将为此群情激昂的 北斧势力集结起来 向环玄发动突然袭击 在这样的证据下 六朝时期的一代英杰刘裕 作为中心人物 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刘裕一举击破了环玄大军 接着又再次大败逃回荆州根据地 试图东山再起的环玄 并乘胜追击 将环玄歼灭在从荆州逃往蜀地的途中 凯环玄的刘裕 恢复了被环玄所废的 东晋皇帝安帝的地位 在兴近视 然而在兴不过是个幌子 谁都看得一清二楚 延续环温环玄善待的行动 木已成舟 逐渐浮出水面 刘裕的北伐 此后 刘裕的动作便与环温的做法极为类似 为了向内外展现自己的威势 为善待做好准备 刘裕首先发动了北伐 当时在华北地区 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势力 不断扩大 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后烟被北魏所灭 其同族的慕容德 在山东半岛异于建立的南烟政权 在强大的南北势力的夹缝中 勉强维系着 南烟一边抵抗着北方的威胁 一边趁着东晋末年 江南混乱之机 准备向南扩张领域 向东晋境内的淮南发动进攻 刘裕抓住这个机会向北发兵 刘裕灭掉南烟后挥石西进 希望收复洛阳和长安 此举大概显示了刘裕北伐的真正所图 不过这时由于东晋军北上而健康空虚 孙恩死后 以其妹夫卢巡为领袖 处于磁伏状态的五斗米道趁机起兵 再次经水路向建康逼近 刘裕只好急速撤回江南 守卫健康的北斧将领何无忌 刘裕所率军队遭受卢巡的攻击而败退 不过迅速赶回的刘裕重新稳住了阵势 在建康石头城对孙恩的残党予以迎头痛击 卢巡大败逃到广东 为了完全解灭卢巡的军队 刘裕派兵到广东 最终于411年灭掉卢巡 除去后顾之忧的刘裕再次出兵北伐 对枪族在福建的前秦政权灭亡后 在关中建立的后秦政权发动进攻 不过当时的后秦已经不再有草创时期的国威 又遭受北方匈奴贺怜勃勃的攻击 再加上明军遥兴已亡 正逐渐走向衰退 因此再也不是新兴的刘裕军队的对手 凭借纠摩罗什等人 对法华经等佛教经典进行翻译 以及佛教的盛行 在五湖十六国史上大放光彩的后秦 就这样灭亡了 刘裕有个谋士名叫刘慕之 他对刘豫的重要性正如张良之余和高祖刘邦 刘豫收复了洛阳和长安 正驻扎在长安时 刘慕之突然去世 值得信赖的心腹死去 正一步步推进东晋善代计划的刘豫 害怕江南大本营发生不测 下定决心急速难归 当时的华北地区 陕西北部有匈奴的正统贺连伯伯 山西河北被强大的鲜卑拓拔部北魏所控制 甘肃北部有匈奴举取蒙训 他们都对长安洛阳等地虎视眈眈 灭掉后勤的当事人刘豫南归之后留下了空白 我们自然能够预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 此后随着历史的展开 江南政权陆续丧失在华北的据点 在与北方势力的较量中逐渐处于劣势 刘豫逃灭了南烟 后勤随后难归 与此同时 肥水之战后 在混乱中形成的后勤 后烟两大国的均衡状态 由于北魏逃灭后烟开始被打破 审视华北的局势 我们可以认为 刘豫北伐又难归 以下使华北各势力重新洗牌 并为北魏最终实现华北的统一 创造了契机 刘豫与桓温施政的相似之处 也表现在内政方面 其中的代表性举措是土断的实施 我们在前面略有提及 所谓土断 是指将从华北移居到江南的民众 编入现在的居住地户籍 使之成为受当地官府管理的 客税对象 随着西晋的崩溃 为躲避华北战乱 向南迁移的民众 有许多成为豪族侵吞的对象 沦为无籍流民 为了避免混乱 东晋在江南当地 按难民原来在华北故乡的所在地 设置了同名的州 郡 县 新设与原有的户籍 相区别的白籍 努力推进管理 然而 这一体制是有问题的 就拿其基层的桥县来说 他只不过是在行政上 所采取的一项措施 将难民群体临时冠以县的设置 而并没有真正的地域 因此 基本上不可能充分实现 预期目的 不仅如此 当地原住民 与迁徙来的人际上 是在同一地区居住 却以黄籍白籍的形式区分 不同的户籍种类 两者之间的不同 甚至还包括税收负担 管理系统的差别 因此产生了各种歧视 混乱和步伐行为 土断的主要目的 正是为了纠正这些避害 以谋求国力增强 一般认为 环温所实施的耕虚土断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耕虚土断的具体情况不详 而当时的史料显示 刘豫的一稀土断 在设计时参考了耕虚土断的做法 刘豫推行的土断 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由于实施了土断 以著名的户籍 从白籍改为黄籍 在这个过程中 又将乔郡 乔县废除 将乔民编入江南县驻地的户籍之中的 而更多的是给原先没有境遇的乔郡 乔县分配土地 从而使虚拟的乔郡 乔县的户籍落在实处 因此华北的许多郡县 便实际存在于江南地区 正如东晋末年人士范宁 在评论时政时所说的 西中原桑乱 刘豫江左 树有悬返之期 顾许其协助本郡 自耳见酒 人安其夜 秋龙粉摆 皆已成行 自中原战乱以来 已过去了一百多年 在这段时间里 北来的民众已在江南传宗接代 大多数人都已将当地 视为生养自己的故乡 而定居下来 在华北 自巴王之乱 永家之乱以来的混乱 在拓拔鲜卑建立的 北魏政权 统一华北的进程中 趋于终结 历史逐渐向新的阶段演化 同样 随着较长时间的流逝 江南王朝 以北来人士 作为江南地区的统治阶层 在与各势力保持微妙的 均衡的基础上 以收复中原为国策 同时 以所谓一个征服王朝的姿态 统治江南 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 用来聆听 用心关注 静雅思听 官方微博 陪伴你 温暖你 静雅思听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 向贵族制的转变 与宋旗军事政权 军人政权 宋朝的建立 420年 刘豫接受了东晋末代皇帝 公帝的善让 开创了宋朝成为此后 宋 齐 梁 臣等南朝各朝的先驱 宋朝的一个很大特点在于 该政权并非由贵族所建 而是由军人创立 武帝在位时间很短 即位后仅仅过了两年便病逝 临终前 武帝下令北府的长官 由皇族或近亲充当 西府的长官则由皇子担任 随后这一一命 在有宋一带一直得到了严格遵守 魏晋时代自不必说 到了东晋时期 祖替 王敦等 以武将的身份活跃于政坛的贵族也很多 另外 北府 西府的长官也经常是由谢玄 宇亮等贵族受命担任 然而 宋朝则改变了这一路线 剥夺了贵族的军事权 这与东晋 在西府与北府之间的 角逐过程中灭亡 出身穷苦寒门的一介武夫刘裕 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有很大的关系 军人政权可以说 是宋朝以后各王朝的一大特征 但是 当我们仔细观察刘裕的进宋善待过程 就会发现 善待并不是顺利进行的 期间 贵族曾对刘宋政权的正统性 表示怀疑 并对之顽强抵抗 少帝之后继位的刘义龙 有一次准备将自己的宠臣 平民出身的书记官 徐爱提拔为侍 并对徐爱说道 你到贵族王求那里 说是朕的命令 让你坐在席位上 如果王求让你坐下 你就能够成为侍了 果然 徐爱去到王求家里 想要奉旨救习 王求却举起扇子拒绝 文帝听到报告说道 朕也就没办法了 当时贵族 有时候甚至能拒绝皇帝权力的介入 其力量可见一斑 因此 文帝在位期间 重用名门出身的王红 王华 王坛守 阴景仁等 由他们执政 这其中可认为 作为军人之子的文帝 对文的憧憬和尊重之情 起了作用 另一方面 也可以看出 皇帝权力与贵族之间的树立 以及将这种树立隐藏起来 而使二者相辅相成的宋朝结构 然而 直到东晋时代 仍然手握兵权的贵族 丧失了这一权力 这种变化的意义 不得不说是非常重大的 即使在重用王红等人 通过与贵族合议 在国内施政有方的 文帝三十年的治世期间 文帝也从来没有想过 将北府西府等军府的实权 交给贵族 贵族的示威 因寒门平民的抬头 而日益彰显 前面我们讲到 建立宋朝的刘豫 是出身穷苦寒门的一介武夫 那么 非贵族的下层人士的出人头地 首先便表现为 以刘豫为榜样 加入军人阶层的形式 文帝原家之治的终结 是由于北魏的南下 文帝在其统治的晚年 建于国内安定 于四百五十年 在贵族的赞成下 对北魏发动讨伐 然而 当时统治北魏的 是兼并敌对各国 于四百三十九年 统一华北的太武帝 其国力极为强盛 因此 习惯了和平时期的宋朝军队 在九经战场的北魏军队面前 显得不堪一击 反而引狼入室 北魏军队一路进发 来到宋朝领土 攻占淮南 一时 号称五十万之众的北魏大军 逼近长江北岸 与建康只有一江之隔 尽管江南被幸运地守住了 淮南地区却深受战乱和掠夺之害 荒废破败的景象惨不忍睹 对北魏作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宋朝因此国力迅速衰落 从此一蹶不振 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时局下 文帝被皇太子杀害 紧接着皇太子又被当时封在江州的弟弟刘骏打败 皇太子连同四个儿子一起被斩首示众 随后被弃尸长江 落得个悲惨下场 疑心生暗鬼的连锁反应 就这样 孝五弟计了地位 儿子侍父 随后弟弟又将兄长及其家事统统杀光 这样的局面实在不正常 然而 这样的事态一旦发生了 恶性循环蔓延 收拾局面的孝五弟本人也不免疑神疑鬼 陆续将自己的兄弟和同族人杀害 这种连锁反应不断传染 有宋一代自不必说 就连此后的南齐 两等王朝也不能幸免 乃至影响到王朝的兴亡 例如 明帝杀了孝五弟之后的前废帝夺得地位 又杀害了孝五帝的16个儿子 明帝剩下的12个儿子 也在明帝之后的后废帝时期 全部惨遭杀害 这种同族相残的悲惨事件 最后的结果便是宋朝的灭亡 宋朝的皇子发出了 怨深不负生亡家的悲叹 这鲜明地呈现出 南朝各代的精神状况 尽管试图摆脱疑心生暗鬼的泥潭 最终却深陷其中而无可奈何 灭掉宋朝建立南齐的萧道城 亲眼目睹了留宋同族之间的香残 导致国破家王的悲惨结局 因此他严防戒备 不希望自己的子孙重蹈覆辙 然而南齐也同样亡于同事操戈 可见事件的本质并非如此简单 虚取贵族的兵权 手握实权的皇族之间 倘若如此相互猜疑 大概只会信任自己能够相信的人了 在当时的环境下 要在现实中寻找这样的人 自然而然的便只有转向异性 或出身低微的人了 留宋政权被异性军人出身的萧道成 所篡夺 这个结果与这种用人方式不无关系 刘玉从社会底层发迹 在靠自己的力量征服 杀害敌对者的环境中成长 像他这样的家庭教育 也会使自己受到影响 因此其子孙继承了家族传统 成为具有权势和军事实力的皇子 如果亲族之间疑心生暗鬼 那么即使出现同族相残的事件 也毫不奇怪 史书亦指出 宋皇族之间所发生的悲剧 其原因在于宋氏家庭教育的缺失 确实我们不能否认 这个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从更宏观的视角 审视当时的历史 在刘宋以后南朝的历史中 多次发生类似这样的事件 我们不能忽略还存在除此以外的其他原因 社会中普遍出现的以下犯上的倾向 这个原因即使尽管南朝存在等级森严的身份制 但在社会中普遍出现身份卑微的 人力图向上爬的 以下犯上的倾向 中央自不必说 在地方的军府中 下层的人也如潮水一般汹涌澎湃 纷纷推拥自己所侍奉的主公 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随之得到提升 地位居上的人或明或暗的承受着地位居下的人 所发出的这种压力 可以说到藩镇赴任的皇子们 正是在其部下提升地位要求的推动下 在极端的情形下 甚至被怂恿进行地位争夺 希望通过接近主公而向上爬的 并不限于军人 也有不少人试图通过非武力的手段 讨好主公 从而提升地位 当时的史书对取悦皇帝而取得权势的人 有个特殊的称谓 恩姓 皇帝处于国政的制高点 每天需要批悦的奏章堆积如山 数量之多 远非皇帝一人所能处理 然而皇帝内心深知 并不能将最终处理奏章的权限委托给贵族 因为他们对军人皇帝的卑贱家事 嗤之以鼻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变成了皇帝的敌人 另一方面 文帝之后即位的孝武帝将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他是一个因推进中央集权而闻名的皇帝 将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当然需要有对自己扶手提耳的人为自己服务 这种当政者的需要与平民层的抬头一拍即合 恩姓政治便应运而生 恩姓参政在文帝在位时已初见萌芽 而在孝武帝以后的南朝则形成了一股明显的政治势力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货币经济的发展 我们知道恩姓当中既有出身商骨的 也有不少与商人相结合的 这些人的参政义政 与南朝货币经济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关系 据成熟于南朝时期的《严氏家训》 这本历史上著名的《家训》的记载 南朝出现了二万湖船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南朝时期以长江为首的大小河川 支流等成为物资流通的渠道 这是五六世纪时世界上唯一的 并且极为早熟的物资流通形态 这种景象从当时超越早熟的阶段 甚至可说是不正常的货币流通的活跃程度中 也窥见一般 首都三无地域自不必说 而以长江流域为中心 与之相连接的汗水等大小河川流域内 货币流通也非常盛行 华北则由于西晋末年的动乱 五湖十六国时期的战乱 基本上处于物物交换经济阶段 在这一点上 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 南朝时期货币流通的特点 并不只是其使用区域的广阔 更值得注意的是 货币流通在五六世纪时 已全面渗透到商业流通 国政 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各行各业用货币向雇员支付报酬 人们追求得到钱币 高利贷者通过借出货币 获取报酬 官吏贪污瞄准的大多也是货币 商人们向大消费的健康运送物资 贵族大地主的庄园 与西方中世纪的庄园不同 那里生产商品供给消费地 被纳入商品流通的网络中 货币被用作交换的手段 国家顺应这样的形式 推行以铜钱为媒介的税收体系 还用货币向官僚支付俸禄 尤其是到了宋旗之后的良代 更进一步 百官俸禄都用货币支付 极为活跃的货币经济的局限 然而这种简直有点异常的 货币经济的繁荣遭遇了一大障碍 当时铜钱是基础货币 而制造铜钱的材料铜却非常匮乏 中国的汇票纸币等 是在六朝时期之后的唐宋时期才出现的 因此当时铜的不足成为经济发展一个很大的阻碍因素 有鉴于此 当局实施了各种政策 例如实行实质性的货币升值 以前的一钱在今后具有十钱的价值 甚至允许民间货币铸造 然而前者必然有其限度 而后者除了出现五花八门的货币样式 还自然招致不法分子 有意在铸币中添加很多不纯成分以谋取利益 尤其是在民间铸币中出现的货币不统一 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 直到南朝时期结束 国家也未能找到有效措施 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良贷为了解决货币量的不足 而采取将基础货币由铜钱变为铁钱的政策 却使货币样式的混乱进一步达到极点 处于这一发展阶段之中的货币经济的进展 给作为国家征税对象的民众 尤其是平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因为平民纳税时 国家要求使用铜钱 并且必须是没有混入不纯成分的铜钱 这是一种严酷的增税政策 南朝后期 民众通过改写户籍逃避征税 因生活贫穷所迫而反对官府的行为愈演愈烈 便与当时经济政治生活的状况有莫大的关系 总之 南朝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超出了货币供给量 而为了突破这一瓶颈 甚至不得不引入铁钱 这样的经济发展是我们考察南朝时期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不过 至于经济为什么能够如此繁荣 至于此后唐宋时期江南的繁荣之间有什么关系 其中的详细原因目前尚未十分明朗 然而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前面讲到的平民势力的抬头 或说南朝政界中存在商人出身的N性阶层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南朝政权未能解决如此时代环境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结果造成了平民的疲蔽和不满 从而极大的动摇了政权本身 相关内容将在下一章论述 南齐的兴亡 自从四百五十年北魏入侵以后 宋朝的国力便走上衰退的不归路 明帝在魏期间 淮水以北至山东半岛一带的领土完全被北魏夺走 后来灭掉宋王朝而缔造南齐政权的萧道成 正是在北部战线中逐步壮大势力的军阀 萧道成原是蓝陵人 蓝陵在山东省一线境内 由于推行土断政策 在禁陵武进设置了南蓝陵 他便成了南蓝陵人 他成为对北魏防卫的重镇淮阴的军阀 积蓄实力 不久被招致中央主持军政事务 接着 在刘宋末年 平定了皇族江州刺史 贵阳王刘修范 荆州刺史 沈幽之等的起兵 随后灭掉了衰弱的宋王朝 建立了南齐政权 南齐初年的高帝 及其儿子武帝的时政 一改宋孝武帝以来的做法 例行改革 目的是为了复归到遭受北魏入侵之前 社会安定的原家时期的状况 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其中具有象征性的政策 是废除了台史 在宋孝武帝时期 为了稳定因与北魏交战 而陷于困难的中央财政 中央向地方派遣钦差 督促地方官催缴税收 然而 这些台史 大多以中央钦差的身份作威作福 干尽各种步伐勾当 民众为他们的横征暴脸 苦不堪言 为此 武帝之子敬陵王 萧子良 历臣其避害 使朝廷废除了台史 另外还推出政策 为了使地方官不为地位忧心 还延长他们的任期 以便改善民政 然而 当时的情况 并不是通过这些政策 就能解决问题的 宋文帝末年 为了与北魏交战 需要从民众中征兵 另外 自孝武帝以来 增税 以及过重的劳役征用 接二连三 而正需要台史 执行催脚的任务 另一方面 当时世人是免除税役的 个人的户籍上 都有或是或数的记载 以此作为区分 而有钱的庶民 则设法贿赂官吏 将其户籍的附住 篡改成 免除税役的世人 486年 政府对篡改户籍 进行检查清理 并加强 课税管理 由此 引发了不满 甚至在南朝财政基础 所在的江浙一带 出现了 唐玉之之乱 这样的庶民叛乱 这种篡改户籍的做法 造成的世数区别出现混乱 并导致恶性循环 承担税役人口的减少 使财政进一步陷入困境 而进一步加重的税役 则使底层平民的生活 更加水深火热 另外 五帝并没有改变 与前朝一样重用恩信的方针 换言之 宋代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在这种环境下 即位的冥帝 虽然致力于加强王朝的基础 却走的是恐怖政治的道路 陆续将诸王杀害 王室的团结 进一步弱化 因此 南极的统治 只维持了23年 便落下了帷幕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你 让阅读变得简单 你 让聆听变得美好 你 让世界变得精彩 世界因你而美好 精致阅读 静雅思听 静雅思听 让智慧 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 与扩大 零五 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一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朝 朗读者小星 第五章 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梁武帝的时代 梁的建国 南齐的明帝极为暴虐 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 杀害了高帝和武帝的儿子 二十多人 这种残暴的施政 被有恶童天子之称的 东婚侯所继承 最后 被在雍州襄阳起兵的 萧炎所灭 萧炎是南南陵人 南齐萧氏族人 其父萧顺之 是南齐开国皇帝 萧道成的族地 亦是南齐开国功臣 萧炎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很早就因文武双全 才干出众而被寄予厚望 他被列为南齐王族中的读书人 历史上著名的 敬陵王萧子良的八有之一 在儒学 老庄思想 佛学上有深厚的基点 是个有修养的人 这一点 与南朝各代开国者 都是非贵族出身的 军人的情况 存在很大的不同 南齐末四百九十九年 萧炎成为湖北要冲 雍州的首将 率军抵御北魏的入侵 当时 东婚侯的暴政肆虐 就连萧炎之兄 萧义也成为其牺牲品 萧炎终于在五百零一年 连同藩镇的蜀冠 及襄阳地方的豪族和土豪 隶属东婚侯的种种罪行 起兵并攻陷健康 第二年 接受南齐的善让 开创了梁王朝 五帝即便在龙东时节 也会在凌晨两点起床 处理政务 满怀京市济民的理想和责任感 推行宽政 致力于恢复疲蔽的民生 在官吏录用政策上 一方面明确事述贵贱的区别 另一方面为了顺利地实现国政运营 打出了重视个人才能和教养的方针 寻求贵族层的自我革新 并服以官制改革 谋划对贵族制度进行重建 为此 梁武帝在位期间 出现了南朝历史上 少有的安定与和平的局面 武帝在位将近五十年 由于施政有方 文化繁盛一时 乃至后世永诗欧歌 南朝四百八十四 多少楼台 言语中 梁武帝的改革 武帝即位后 立即招来静灵王八有时期以来的 盟友范云 沈约等人 努力解决宋孝武帝以来出现的 给政界带来极大避害的恩性政治 然而 经过宋启两朝的统治 本应承担王朝重任的贵族 其素质却急剧地下降 他们都失去了过去曾有的进去精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这种情况下 并非将皇帝身边的亲信 下层人 商人等赶走 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前面我们提到 萧衍出身南齐萧氏一族 是南齐朝中的贵族 只是南齐萧氏一族 也是由于金人出身的萧道成 建立了南齐政权 才得以躋身贵族行列 这就意味着 南兰陵萧氏 虽然也是贵族 却具有一步登天的特殊性质 然而 从其他方面来看 在这种一步登天的贵族中 有的人身上 也有过去贵族所具有的进取精神 萧衍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 信任的不是生命力见尸的老牌贵族 而是与自己相似的 出身下层贵族的读书人 萧衍任用由此选拔出来的智囊 致力于理智和法治的建设 旨在重建贵族社会 改革最明显之处 体现在官制改革方面 在原来的九品官制下 官品数越低 表示等级越高 即一品高于二品 二品高于三品 梁武帝对这种官制 进行了大改革 采用了十八班制 将九品中的大约六品以上 划分为十八个等级 官班数越大 等级越高 根据原来的贵族制规定 出身贵族家庭的人 天生就具有贵族的身份 在朝廷中居于高位 而出身平民家庭的人 则不可能晋升到贵族之列 贵族不想担任 需要承担重大责任的要职 或需要评判争端的司法官 而喜欢出任像秘书官这样 责任不太重大的官职 因此 官僚制的内部 便逐渐形成了两类官 即由贵族出任的清官 以及由贵族极力想避开的浊官 官僚本应作为皇帝的左膀右臂 而开展工作的 然而 这种官僚制中出现的清拙之分 却阻碍了皇帝权力的正常运作 武帝向这种僵化的官僚制开刀 对原来的等级进一步进行细分 并将等级高低的标示方式颠倒 据此改变了原来的标准 加强了皇帝对官僚制的控制 这明显的表现在 将原来贵族不喜欢担任的 对犯法的官僚进行弹劾的预示中 成等对皇帝权力的行使 具有重要作用的各种官职的官班 实质性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级别 进一步强化了皇帝权力对官僚制的控制 另外在推行十八班制的同时 武帝还对下层士族的官职 六品至九品的等级进行了改革 将其分成七班至一班的等级 重新设置为留外 即非贵族最初待任的官职 当时贵族从相品二品起做官 而武帝的改革 在原来这些贵族中加入地位更低的 从相品三品至五品起做官的士族 显示了他重整贵族制的用意 武帝即位后 在贵族子弟就学的国子学之外 还开设了名为武馆的学校 在武馆中 由精通儒教经典 武经的博士向学生授课 但武馆并非只是讲授学问的地方 还是进行考试 选拔官吏的官员培养机构 当时武馆的培养对象 主要是以出身寒门的子弟为主 即使身份极为卑微 也有机会得到录用 换言之 这项政策的特点在于 选拔官吏时不分地位尊卑 只论才能高下 从这一点上看 开武馆的措施 可以说是此后 始于随代的科举制度中的 其中一个源流 由于对学术的奖励 梁朝的学问非常兴盛 武帝本人 即是在儒学 老庄思想 佛学上 具有深厚造诣的 当代一流学者 这样的人物 处于政治的顶点 鼓励进行学问研究 形成了一种风气 不久便促生了文化的繁荣 涌现出对古代流传下来的 优秀诗文 进行汇编的诗文集 文选 未尽以来 文学理论的极大成者 文心雕龙等书籍 也出现了讲究技巧 辞早艳丽 被称为工体的诗文创作风格 尤其是武帝的长子 昭明太子 萧桶编选的文选 从周代至梁代 跨度大约一千年时间的诗文中 精选出内容深刻 又兼具优美文采的作品 文选对唐以后的文学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日本圣德太子的 十七条宪法 也被认为受其影响 是奈良平安两朝期间 读书人的必读书籍 并对《万叶级》等日本文学作品 也有很大的影响 武帝及其虔诚的佛教信仰 在论述梁武帝时 不可忽略的是他对佛教的虔诚信仰 武帝原本对佛教颇有研究 在其在位的中后期 他对佛教的信仰变得更为热忱 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 而且他的信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乃至将佛教导入政治的世界 希望据此建设理想的社会 武帝修建了大量的寺院 举办大法会 中国人原本用牛等活物 作为祭祀祖先时的贡品 武帝认为 这样违反了佛教的不杀生界 便下令用水果代替 佛教认为 世俗的世界是苦难的世界 苦难的根本源于人对不断变化的物质 现象的执着 只有断绝了这种执着 才能生出觉悟 这种思想将现世看成是没有实体的虚幻世界 而中国人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特别重视祖先崇拜 以及与祖先崇拜有着密切联系的 家庭纽带的民族 可以称作是中国民族宗教的儒教 是对这种思想所做的体系化总结 因此在儒教的国家体制下 皇帝却亲自取消了祭祀中的血食 这原本是违背传统的大计 在中国社会中 孝被视为世人需要具备的德木 而最受重视 皇帝作为社会的师表 也有义务重视和实践孝道的要求 而五帝却对这一方针做出了重大改变 五帝建行的四次舍身 五帝为了表示其佛教信仰的前程 建行了一系列活动 其中包括舍身 顾名思义 舍身是指舍弃自己的凡身 自作苦行供养佛祖的壮烈行动 一般通过不失财物代替苦行 五帝在位期间 曾于527年 529年 546年和547年 一共践行了四次舍身 舍身的经过是这样的 五帝遇姓同太寺 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 皇帝脱下龙袍 身披袈裟 舍去凡身 以一介凡夫的身份 为佛寺服杂役 为比丘比丘尼开讲佛典 后来 群臣以一亿钱 将舍身的五帝赎回 大臣们恳请他回到皇宫 五帝三次舍身 又三次还俗 最后一次 他再次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 不再回到皇宫 并实行大赦和改缘 后世的史家指出 五帝如此奉佛的方式 招致了梁的王国 表面上看 五帝的尊崇行为 似乎脱离了常识 我们不妨注意一下 最后一次舍身时 所进行的大赦和改缘 中国的国家礼仪 通常依照儒教之理进行 然而 五帝在这里却遵循了佛教的规矩 虽然并非一切国家礼仪 均如此 改缘 本是作为人世间统治者的皇帝 所进行的一项政治行为 改缘 即象征着皇帝在万象更新的世界中 重获新生 而大赦 则旨在与万民同享万象更新的世界 以其重建皇帝与万民之间的纽带 五帝根据佛教的仪式 进行了这两种象征性的活动 佛教传播到中国 在本卷所研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其教徒人数获得了爆发性的增长 这从留存到现在的许多佛教遗迹中 可以直观地感受到 而佛教得以如此迅速地 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的背景在于 汉帝国经过长达四百年的 稳定统治之后崩溃 继而 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时期到来 民众无法从原来的儒教价值观中 获得自我解脱 只好从异国宗教 佛教中 求得自我救赎 另外 对于这个时期 迁徙到中国的非汉民族而言 佛教亦是起源于异国的宗教 因此成了容易接受的宗教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中国广泛而深入地渗透 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 也正因为如此 这个时期的当政者 寄希望于通过引进佛教来收来人心 其具体势力在本书第二章已有论述 当我们根据这样的历史趋势 在这里探讨武帝的舍身行动时 可以将其看成是这种历史状况下的一种结果 总而言之 武帝进行舍身的行为 如果单从其虔诚的佛教信仰中 寻找原因 则存在不能解释的地方 一般认为 这里面包含着武帝的意图 他希望将舍身的仪式定位为借用佛教所举行的国家礼仪 以及象征世间外向更新的利益 同时实现国家团结 不应忘记的是 当时同样希望借助佛教实现镇护国家的北朝的行动 当然也进入了武帝的视野中 而他对佛教的虔诚崇拜 在追求实现天下再统一的南北两朝中 亦具有意识形态战的一面 然而 像武帝这样 以大慈悲皇帝为目标 而对佛教的狂热尊崇 虽然两朝的统治是佛教圣级一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种不良风气再次滋生 皇族放自亲信专权 贵族曾开始在工作中避时就须 我的MP3我做主 敬雅斯汀 Justine 武帝的失败 武帝的六帝是林川 王萧红 这个人曾经担任对北魏作战的主帅 却临阵退作 抛下部队静自回到自己的封地 导致梁军大败 出了大洋相 然而 武帝却表现得很宽容 非但没有问罪 此后仍对他为以重任 有一次有传言说 萧红私藏兵器图谋造反 为此 武帝只带了一名随从前往林川王的府中 酒宴过后 对王府进行查看 发现府中有三亿多钱和满库的零罗绸缎 原本林川王 并是有名的贪婪无度之人 据史书记载 武帝因为在这次检查中 并没有发现萧红藏有武器 非但没有责备他囤积私财 反而说道 阿六 如生计大可 随后又高兴地畅饮起来 除了萧红之外 还有很多例子说明 伴随着宽容的人政 而出现了皇族 亲信等人的放子和专权 武帝却不加追究 再加上 后来由于昭明太子去世 武帝将昭明太子之地萧刚 立为太子 又招致了皇族的不满 诸王之间出现了不和 王朝的统治基础逐渐瓦解 最终走向了灭亡 在这一点上 与西晋的王国有着相同的轨迹 可以说 这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局限性 然而 武帝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 他对政治流于放纵 以及对佛教的崇拜所带来的危机 武帝本人对自己正在实施着的良政 坚信不移 有一次 官员贺琛上书道 现在人民流亡情况严重 这是朝廷派出的使者 恒征可怜所造成的 奢侈之风渐兴 官力收入很高 热衷于饮酒作乐和续养女计 为此不择手段的敛财 小人当官 全臣作威作福 疯狂搜刮民之民高 财政负担很重 而赋税又浪费惊人 为此民力疲惫不堪 应该精简节约 修养生息 不过 武帝看到这份奏章后 勃然大怒 对贺琛进行了全面的反驳 说自己注意节俭 但凡有所营造 一定都会只给费用 不会无偿使益民众 不计女色 不好久乐 因此 不知道奢侈之责 从何而来 如果说官力恒征暴敛 到底具体是谁 说要精简节约 那么到底需要削减 哪些财政支出项目 然而 当时对于官力的管理 确实非常松弛 不论是在中央 还是在地方 越来越多的官力 愚入百姓 收取贿赂 贪赃亡法 王侯子弟及其随从 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都城中 公然杀人越祸 本应被官府 集拿的凶手 却逍遥法外 种种步伐行为 在现实中发生 五帝的通货政策 在经济层面 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如前所述 南朝期间 货币经济迅速发展 而制造铜钱 所需的原材料铜 却相当匮乏 私人铸币 导致了劣币货币泛滥 妨碍了货币经济的 正常发展 五帝即位后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通过发行优质货币 致力于消除 通货的不稳定 因此 两代江南地区 出现了活跃的商品交易 据记载 长江上 甚至有载重量达 二十万湖的船只往来 然而 五百二十三年 五帝为了解决 因铜缺乏所产生的问题 推出了一项 即便是今天看来 也是难以想象的政策 铸造铁钱 以便替代铜钱 用作铜货 同时采用铁钱 向官员支付俸禄 这项政策的错误 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 从其他角度来看 用铁钱支付俸禄 说明了南朝货币经济 渗透程度有多深 同时又凸显了当时货币经济 存在的问题有多重 也许可以说 铁钱的使用 最初在某种程度上 弥补了货币不足 然而 一旦铁钱全面取代铜钱 投入使用 由于铁 比铜便宜 一定会引发 更为严重的偷住行为 这是事前应该能够预想到的结果 换言之 可以预料使用铁钱 将会使货币的信用 急速丧失 六世纪三十年代 铁钱价值的急剧下跌 便是明正 至此 五帝的通货政策 已完全的失败告终 这样的经济混乱 促使农民阶层瓦解 许多人流离失所 社会变得更加不稳定 正巧 此时北朝东魏的将军 侯景 向梁朝请求归降 侯景是北方人 在北朝末年的大乱中发迹 成为东魏实际掌权人高欢的心腹 然而 高欢去世 其子高成继承事业之后 侯景遭受中央的猜忌 看清形势的侯景 携河南十三州的土地 向梁投诚 无需征战 便能得到河南的土地 梁于是接受了侯景的归顺 东魏立即出兵讨伐侯景 将侯景及梁派出的援军 一并击败 再次成功地将河南的土地 纳入东魏的版图 侯景被东魏打败 带领少量残兵逃到寿春 这时 东魏同时向梁表示了 不愿进一步扩大事态的意图 寻求与梁议和 梁朝内部经过一番讨论 接受了对方的提议 向东魏派遣和平使节 梁与东魏的议和 无异于将侯景逼入了死角 于是 侯景串通过梁武帝心怀不满的 林赫王萧正德 仅率兵一千渡过长江 于548年10月22日 对建康发动突袭 由于侯景的军队乘虚而入 都城陷入一片骚乱 建康上一次被卷入战乱 是在五帝攻陷南骑时 已经过去了五十年 这次遇袭 城内格外混乱 据生于同时代的 言之推的记载 当时人们雷若不堪 从未骑过马 一看到马斯宁跳跃 就惊慌害怕 以为是老虎 建国功臣 达多都已作骨 后辈武将 又都外派镇守各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守备建康的官员 打仗几乎都是外行 侯景一边攻打西面的石头城 北面的白夏城 一边自己领兵 突破建康南面的朱雀行 渡过秦淮河 攻入城内街道 在此期间 经有少量兵力的侯景军 不断吸收 对梁朝国政不满的民众 逐渐壮大起来 二十五日 建康都城的四面 都被侯景军的黑旗所淹没 守城的梁军 与攻城的侯景军 展开了激战 这时 各地援军 先后抵达建康 五帝第六子 少林王萧伦 统兵三万 于十一月 首批抵达 军粮不足的侯景军 看到援军出现在都城的东北方 马上陷入了狼狈至极的境地 不过 由于下雪 以及出战告捷的有利条件 他们一举歼灭了萧伦军 然而 更多的援军随后 陆续以健康为目的的 集结而来 健康的陷落 另一方面 在健康城内坚守的梁军 发生了非常事件 担任守城军总指挥 此前孤军奋战的勇将 杨侃突然去世 城内军心动摇 侯景趁机加紧攻城 陆续将登城车 火车 虾磨车等兵器 投入使用 又从都城北面的 玄武湖 盐水灌台城 实行水攻 同时 为了准备与援军的交战 放火烧毁 健康南面 秦淮河南岸的 一大片居民和寺院 发挥了其百战 摩练出来的军事才能 然而 援军方面都是由相互猜忌的宗室朱王统帅的混合部队 无法统一 无法统一指挥 其中甚至还有与侯景军串通 或与侯景军一样热衷于掠夺的军队 因此 本来为援军的到来而欢欣鼓舞的民众 立刻感到非常失望 在这种形式下 城中军民坚守了一百多天 城中储备已消耗殆尽 士兵争强捕捉老鼠和小鸟 甚至将铠甲煮了吃 雪上加霜的是 侯景军在水源中投毒 城中的人身体发青 浓肿死去 杖鼓鼓的尸体堆积在城内各处 臭气熏树里 揽之满勾絮 呈现出一片惨壮 围城开始时 虽然城内有男女十余万 兵三万 而到这个时候 能够拿起武器打仗的 只有不过两三千人 而侯景军方面的处境也很不妙 由于前往储藏冰粮的东城之路径 被切断 单靠余下的粮食 仅够维持一个月的时间 于是 侯景新生遗迹 即 洋装议和 当然 议和只是表面的动作 其真正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证军粮供应 修补兵器 使士兵得到修养 和谭的提议 得到了皇太子的响应 老迈的武帝 却从中察觉到 侯景有诈 宁可战死 也不愿意和 然而 皇太子力求道 如今 已被侯景包围很久 援军之间 又相互牵制 无法出战 姑且接受和议 再做后途 武帝犹豫半天 最后 接受了皇太子的恳求 说道 就按你的意思去做吧 只是千万别做出 一笑千古的事情 549年2月 双方缔约 朝廷割让江西四周 换取围困台城的 侯景军撤退 然而 随后 侯景并没有撤去围城的军队 虽经数度督促 仍然继续围着建康城 而在援军方面 荆州的湘东 王潇义 担心合议一成 侯景更加肆无忌惮 撤走了对建康的援军 更加剧了混乱 一直观察着事态发展的侯景 与三月撕毁合约 不分昼夜的 再次对台城发动猛攻 台城再也无力继续抵抗 固若金汤的建康城 于十二日最终 落入侯景军的手中 五弟被囚禁起来 觉得口苦而索要 密堂未得 在台城陷落两个月后 这位八十六岁高寿的皇帝 终了一生 皇太子即位当上皇帝 却已经处于 侯景的严密监事之下 不过是个傀儡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你 让阅读变得简单 你 让聆听变得美好 你 让世界变得精彩 世界因你而美好 精致阅读 静雅思听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五 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二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朝 朗读者小心 原地与江陵的陷落 击溃侯景 萧毅成为原地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武帝死后 侯景企图拥立简文帝 而发号威令 各藩镇并不听从 于是他首先派兵 镇压物产丰富的三吴地区 自东晋南渡以来 三吴之地作为最富庶的地方 以及南朝政权的经济基地 也因为侯景的侵略 遭受到与健康一样 极大的破坏 都城建康 三吴之地 这些南朝最殊要的地区 就这样因侯景之乱 而陷入了毁灭的境地 另一方面 武帝的第七子 封在荆州江陵的萧毅 一面保存实力 一面接纳逃出健康的朝臣 和难民 不断扩充其势力 席卷三吴之地 企图向西延伸势力的侯景 派兵进攻江陵 两军在巴陵展开七战 当时萧毅任命名将王增辩 为讨伐侯景军的主帅 巧妙地指挥水军 大错侯景军的锐气 侯景军向建康败退 王增辩又率军尾追 顺着长江直下 来到盆口 在这里遇到从广东北上 讨伐侯景的陈霸仙 两军发誓 合力讨灭侯景 一向齐健康逼近 逃回健康的侯景 杀掉浅文帝 自己称帝 虽奋力迎击 王增辩和陈霸仙的军队 却不抵从秦淮河北岸 登陆的联军瑞丰 向东逃去 然而 由于其部下在前唐造反 侯景将成为累赘的两个儿子 遗弃在水中 带领几十个手下 向海上亡命 最终被其随从出卖 552年4月 侯景死在船上 了结了他坎坷的一生 就这样 王僧辩等将领 努力平定了叛乱 又拥戴其盟主萧毅 登上了地位 不过考虑到健康 三无之地一片荒凉 无力承担朝廷运作的重任 即位典礼 从原来南朝的帝都健康 改到江陵举行 然而 宗室内部的争斗 并未就此罢休 原地不得不打着讨伐侯景旗号 从成都东下的武陵王 消极争夺地位 虽然这场战争 以原地的胜利告终 但在此期间 一直对四川虎视眈眈的西卫 渔翁得利 承虚将该地区占领 在这种形势下 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驻扎在汉水中游 重镇襄阳 与原地关系非常紧张的 岳阳王渊 投降西卫 并借助西卫的力量 向江陵逼近 江陵陷落的悲剧 在西卫对江陵发动攻击时 梁的主力部队 王僧辩等率领的军队 在平定侯景之后 仍在长江下游地区进行镇抚工作 以及为防止北齐的人入侵 进行防御 因此 等不到王僧辩军的飞速池源 江陵在554年11月 便被五万西卫军攻破 以文学才华卓著著 酷爱老庄 住树甚丰而闻名的原地 在江陵陷落时 将十四万卷藏书全部烧掉 看到 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便死于非命 然而悲剧才刚刚开始 根据这一时期的证实 梁书的记载 江陵陷落后 沦为俘虏的人 被分给西卫的军将做奴隶 在严东 长途步行 被强行带到西卫首都长安 据史书记载 西卫军认为 幼童和雷弱者 忍受不住这种严酷跋涉 全部都将他们杀害 这个时候 被绑架的人数 不同史书 有不同的说法 数万 十余万 一百四十万 考虑到西卫军人数为五万 大概十余万的数字 接近于事实吧 据记载 有个叫因不害的人 在江陵陷落时 与母亲分离 他四处苦苦寻找母亲的下落 当时天寒地冻 冰雪交加 到处都是老人 雷弱者冻死的尸体 因不害一路嚎哭 呼唤着母亲的名字 看到水中漂浮着尸体 便下到水里寻找 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母亲 他拖着冻僵的身体 大哭不止 寻找了七天 最终找到了母亲的遗体 另外 还有一位刘姓的士大夫 一位江陵陷落 被西卫将领梁元辉俘虏 刘氏在侯景之乱时 几乎失去了全家 只剩下一个几岁大的儿子 他在江陵陷落后 被绑架时 带着脚镣 背着儿子 被迫从江陵向长安进发 由于下雪路难行 他渐渐地体力不支 梁元辉命令他把儿子扔掉 刘氏舍不得便请求饶命 甘愿自己代替儿子一死 然而 最终他的儿子 还是被强行夺走 扔在雪中 而他则被拳棍驱赶着向前走 刘氏一步一回头 不住地凄惨豪气呼喊 因疲劳和悲伤过度 几天后便弃绝身亡 这两个例子都是史书记载的 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悲剧 言之推的观我生父 言之推是一个顽强生存在 南北朝后期乱世中 在中国历史上流明的人物 他写的《严氏家训》被公认为中国人为家族后代留下家教典范的众多家训书的第一本 言之推一生遭遇独特 经历了南北朝时代凡胜一时的健康 江陵 业 这三大王都的陷落 灭亡 先后在梁 北周 北齐 随等四个王朝为官 度过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他还曾经为了摆脱军政严苛的北周统治 赌命带着妻儿乘坐小船 在发大洪水的黄河顺流而下 从闪到和音 一夜飘过七百里 完成了亡命北齐的壮举 言之推也是经历了江陵陷落 一路步行走到长安而生存下来的稀有人物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 写成了《官我生父》流传至今 其中一节是 民百万而求鲁 书千两而烟阳 普天之下斯文尽丧 莲英如之何孤 金老吉之无状 夺朱槐而弃草 薄于图而受惊 此处描述的是江陵陷落的情景 可以感到 诗中充满了对类似前述的因不害 刘氏那样难以想象的悲惨势力的痛恨心情 言之推在晚年时回首自己一生 给子孙后代写下了流传至今的《言氏夹训》 在这部书中 他说道 自古以来 圣人所著的典籍已告诉了我们各种高尚的做人道理 另外 未尽以来的书籍也都记述有我如今希望阐述的种种想法 因此 我现在写下这些话 就像在屋下嫁屋一样 尽管如此 我还是必须写下来 因为现在我所记述的都是刻骨铭心的事情 这并非古代典籍所记载的训诫 而是我自己的心神体验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 言之推希望将自己从侯景之乱 江陵陷落的亲身经历中所学到的道理 告诉子孙后代的迫切心情 健康与江陵是南朝国家的核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王朝的政治经济都以这两地为中心而展开 然而 因为侯景之乱 健康的繁华丧失殆尽 甚至三无之地也受到牵连而荒废 另一中心江陵的繁华也完全消退 同时还有许多人死于非命 在江陵沦为俘虏 历经艰辛活着走到长安的那些人 除了极少数以外 一辈子为奴终老一生 俘虏之后的命运 西魏改朝换代变成北周之后 政府发布解放令 解除从江陵绑架而来的人们的奴隶身份 首先在565年6月 下诏恢复其中65岁的奴隶的自由 这是江陵陷落11年以后的解放令 然而从当时人的寿命来看 由于从江陵活着来到关中充为奴隶 年龄已超过65岁的人早是个不中用的废物了 这事实上不就是以赦免恩典的美名而行放逐之时吗 572年10月 朝廷再次下诏赦免从江陵被绑架到长安为奴的人 这一次并没有年龄上的限制 这是江陵陷落18年以后的事情 但是这道解放令却附带有别的条件 如果奴隶的主人仍然希望照旧 把这些人安置在自己家中 可允许他们以不屈客女的身份留在主人家 不屈客女是这一时期在奴隶和平民之间设置的一种身份 他们始终和奴隶一样都是贱民 并不是有普通平民那样的良民身份 主人如果希望把从江陵绑架来的奴隶留在身边 就可以以贱民的身份把他们留下来 如果这个人此前是个很称职的奴隶 主人当然不愿意完全给他自由 而是给他一个不屈的贱民身份 照旧使唤 可见在江陵陷落时捡回一条命 又被迫在寒冬的长途跋涉中 不知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九死一生来到关中 而后在当奴隶的残酷环境中 仍然艰难地活下来的人 就连这些人到了晚年的时候 也几乎没有几个是能够获得自由身的 从这种情况来看 言之推尽管一生经历坎坷 却得以享尽天年 可以说实在是非常罕有 他留给子孙的训诫中说道 自从侯景之乱以来 很多人悲惨地沦为俘虏 其中有的人虽然家世卑微 只会读论语、孝经 却也被尊称为老师 然而 也有不知多少代 一直都保持着高贵身份的 世家子弟 不通小书籍 只得耕田养马 无一例外 从这些事例来看 无论是谁 都应该勉励自己努力读书 有了读书的本领 就有了依靠自己生存的资本 父亲、兄长 不见得一直都能依靠 不论是故乡的族人 亦或国家的制度 并不能总是当成保障 一旦漂泊流离 并不一定会有提供庇护的人 只好依靠自身守护自己的生活 读书确实大有功德 这些训诫都是他本人 根据前面我们所述的亲身经历 对子孙有感而发之言 并非只是空话 言之推认识道 在历经坎坷的人生中 贵族要想一直维持着贵族的地位 就必须不断磨练身为读书人的本事 这种意识此后总结出了 基于人才主义的科举制度 这是他亲眼目睹了基于血统 只重视门阀的贵族体制的脆弱性 即南朝贵族体制最终无法克服 这种脆弱性而走向终结的过程 从自己强烈的体验中领悟到的道理 另外 言之推在书中高度评价了一个 名叫田鹏鸾的宦官 因为他喜爱学问 为了保护主公而不惜牺牲性命 田鹏鸾原是蛮人 四五岁的时候便做了宦官 大概原是战争奴隶 或被卖身入宫的吧 在这个时期 蛮并不是指北方的胡人 而是指被汉人看不起的 某些更为愚昧的种族 很难说 在书中评价这样的人物是一种通力 不过 在阅读言之推的著作时 我们可以看到他极力主张 做个有学问的读书人的重要性 同时亦可以感受到 他对出于身份 性别 民族的不同而歧视人的做法 感到深恶痛绝 这与旨在克服北方地区 所出现的胡族和汉族之间的 互相憎恨和斗争 致力于两者的和解和融合的行动 不谋而合 在这一点上 可以说言之推具有力图超越实行文法主义 民族间斗争从未停止的 未进南北朝时期的先进性 因为你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 因为你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你让阅读变得简单 你让聆听变得美好 你让世界变得精彩 世界因你而美好 精致阅读 静雅思听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五 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三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朝 朗读者小心 陈朝的兴亡 陈霸仙与陈朝 听闻江陵陷落的梁朝王僧辩等主讲 共同商议之后决定 拥立原地的第九子萧芳志几位 然而 这一时代著名的文人 担任使节正与北齐谈判的徐灵向王僧辩 敬言说 为了防备因吞并鼠 襄阳 江陵等地区而变得强大的西位 必须与北齐结盟 结果 王僧辩采纳了他的意见 迎接当时人在北齐 北齐要求送上门来 接替梁国君主大位的五帝萧衍之兄 萧毅的第五子萧渊明登基即位 萧芳志成了皇太子 陈霸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认为萧渊明并不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 再加上其中有北齐的介入 因此勃然大怒 于555年9月 从驻扎地北府京口发兵 讨伐建康 杀掉王僧辩后 重新拥立萧芳志上位 紧接着 在两年后的11月 接受梁的善让 建立了陈朝 陈霸仙出生在无星的一户卑贱人家 这是陈朝的一大特点 在此之前 南朝的各代王朝 都是由北方迁移到江南的人 所建立的政权 而陈朝的创始人 则是出身江南的军人 出现这种情况 与梁末的混乱导致 以健康 江陵为中心 建立的南朝贵族制国家的崩溃 绝非毫无关系 如前所述 梁末的混乱 导致贵族失去了往昔的势力 与此互为表理的是 江南社会中 土豪 降帅丛生 据于长江中游的王林 江西的周迪 浙江的刘毅 福建的陈宝映等 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而陈霸仙的政权 也与这些势力 具有相似的特性 陈朝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 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端于 在这个时代被称为岭南的 当时尚未开发的一大片广阔荒野地带 广东及其以南地区 而在江南的中心 建康建立政权的王朝 陈朝丢掉了四川 湖北 湖南等地 淮南地区也丧失了 是南朝历史政权中 控制领土范围最小的王朝 陈朝已包括岭南在内的南中国 作为一个统一区域建立政权 就这点而言 可以说 陈朝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 这反映了汉民族从江南延伸至福建 广东等南方世界 与当地各民族融合 这样一种中国历史的大趋势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将在下一章论述 梁代末年 在焦州地区 有个叫李奔的人 发动反抗梁朝统治的叛乱 陈霸仙在讨伐这场动乱中 立下了大功 相传 当时梁武帝对陈霸仙的表现 大为赞赏 还派遣画师将他的容貌描绘下来 派遣画师这一说法的真假 姑且不论 而陈霸仙从这时 便开始逐渐加强 与自己的嫡系部队 以及当地势力的结合 正在这时 侯警之乱爆发 陈霸仙为了救援国都 从岭南地区出发 顺便在途中 与周边的豪杰建立关系 经江西北上 如前所述 在盆口与王僧辩结成联军 梁末陈初的叛乱 梁末陈初时期 南朝国家的基础 以健康 江陵为中心的地区 荒废了 居住于这些地区的北来贵族 所构成的上层结构 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此前 一直隐藏在旗下的南朝地域社会的结构 便浮出水面 对此 当时的史书如是记载 在梁末发生灾疫的时候 成群的凶贼竟相风起 俊一言学的首领 各村的豪强 通过打劫掠夺 扩大势力 陈霸仙 与这些豪强结成婚姻关系 或拜把兄弟 努力对他们采取怀柔政策 这些具体人物 包括前面提到的 长江中游的王林 江西的周迪 浙江的刘毅 福建的陈宝应等人 例如关于其中的陈宝应 史书记载 他是福建晋安人 从其父陈宇的时候 便开始拥有私兵 并参与晋安郡的郡政 有鉴于此 原帝任命陈宇为晋安郡的太守 随后到了儿子陈宝应这一带 陈家便形成了手握一郡军权 割据福建的势力 陈朝为了控制其潜在的势力 由于陈宝应与王室同信 便将其认定为宗室 并给予恩赐 其子女不分大小 全部都加以风绝 然而据史书记载 陈室一族与福建的蛮族交往 接受他们的风俗习惯 发型 言谈举止 也模仿蛮族 不仅如此还得到了蛮族的支持 成为族长 甚至还有血缘关系 这些情况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呢 我们看上一章 几本章论述了江南 荆州的货币经济的发达 和六朝贵族文化的繁盛 从中探讨了江南社会的先进性 然而 其反面及与此相反的情况 事实上也存在于六朝时期的 中国东南部的地域社会之中 前面提到梁墨陈初 出现了俊毅严学之长的歌剧势力 这句史书的记载 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一些情况 那么 这里的严学指的是什么 根据当时的记载 学也称为动 从这个时期起到此后的时期 动一般都是指非汉民族的村落 其分布如图五十七所示 该图显示了孙吴时期 因孙吴在江南的统治 而受到打压的山岳的分布 以及与该分布重合的 旭谷这一奇俗的分布 实际上 动、山岳、旭谷 这三种现象 均与非汉民族的存在有关 那么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前所述 我们大概可以直白地说 这是在南朝贵族制国家的 忠心健康 江陵崩溃时 其上层结构随之瓦解 存在于南朝国家地域社会基层的结构 显露出来的结果 南朝地域社会的这种结构 以及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中 如何为这种结构定位 关于这方面的探讨 将在下一章进行 陈朝的灭亡 与随再次统一中国 对梁墨各地所出现的土豪将帅层的割据势力的镇压 一直持续到武帝之后的文帝时期 文帝荡平了江西的周迪 浙江的刘毅 福建的陈宝映等割据势力 随后又成功平定了将王僧殿势力重新集结 割据长江中游的王林一派 再度确立了对江南一带的控制 另外 宣帝时期 又成功恢复了北齐所占领的淮南 陈朝的国事得以稳步恢复 不过之所以能够从北齐手中收复淮南 也有北齐自身的原因 当时北齐由最后的皇帝后主执政 齐国事日渐衰微 因此才无力控制淮南 时代大趋势 开始向承接西位的北周倾斜 北周于576年 举全国之力发动了对北齐的讨伐 第二年统一了华北 北周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除了原来自己的领土以外 其疆域还涵盖了之前北齐的中心地区 经济富庶的山东 直到梁武帝时期 仍为南朝领土的四川 延伸至汉水中游的 以襄阳为中心的雍州 刘备与孙权展开激烈争夺战的 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等地 对于定都建康 以江南为大本营的南朝各政权而言 长江是一道天险 渡过淮水 再从长江北岸直接攻至乃至攻下健康 并非易事 然而 在长江天险的保护之下 距离江南的政权 亦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 当遭受到来自长江上游的攻击时 就会变得极为脆弱 正因为如此 曹操才会谋划从汉水流域南下 攻占荆州 再进一步顺江东而下 控制孙武 另外 梁武帝得以沿汉水池下 攻占建康 而距于荆州的环温 环玄等翻阵势力 对建康中央也保持着很大的影响 这些战略都与江南 在军事上所处的地势 大有关系 在隋统一全国的前夕 陈已丧失了四川 襄阳 江陵等地 再加上 隋在明军文帝阳间的领导下 国力强盛 统一天下的气运 日益高涨 另一方面 即将面临隋军入侵的陈朝 拥立后主陈淑宝上台 陈后主与贵妃张丽华 在宫中单于享乐 沉溺于颓废的生活之中 无心问政 隋军利用江南收获期 比北方早的弱点 采取了万全之策 每逢江南进入收获期 便洋装进攻 使陈朝疲于应付 而己方则无需大动干戈 等到隋派遣大军五十万讨伐时 陈朝早已毫无抵抗之力了 就这样 陈最终于五百八十九年灭亡 后主以下 陈的王族官员被俘 连同大量的战利品 一起被压解到北方 建康的建筑全部被毁 作为南北朝文化中心的建康 树带荣华归于荒芜 历经二百七十年的南北朝时代 迎来了谢慕时分 分享不只是与人同乐 分享不只是感同身受 分享更是一种态度 它在表达着你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 分享静雅思听给朋友 分享有温度的生意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六 江南的开发与民族间的斗争 一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朝 朗读者小心 第六章 江南的开发与民族间的斗争 孙武与山岳 六朝有象存在 有一本记载南朝时期历史的史书 南史 在书中的一节 有关于南朝两代末年的一段记载 淮南 淮南有野象数百 坏人是卢 淮南 是流经中国中部的淮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 按现在的中国行政区画 指的是长江以北的江苏省 安徽省等区域 这段记载说的是 在淮南地区生长着数百头野生象 在如今的中国 只有云南省南部 仍有数量极少的大象栖息 然而 上面那段文字却告诉我们 六世纪中叶 淮南地区有至少数百头野生象存在 在这个时期的其他史书中 还可以见到有关于野生象的记载 因此可以认为 野生象分布于更广的范围 如果考虑到象这个汉字的字形本身 并是模拟大象的外形创造出来的文字 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断定 象在中国远古时期 分布的范围还会更广 要问我在本章的开头 为什么会说这件事 那是因为我想告诉大家 这种情况虽然与第四章 第五章所讲述的 南朝发达的货币经济等情形 从表面上看是矛盾的 但当时淮南却有着能够供野生象 而且是至少数以百头为单位的野生象 栖息的自然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这又说明 绝对不能把这一时期 在中国中部的淮南 乃至这个地区以南的江南地区的开发 发展的问题 想象成现今发展速度惊人的 江浙地区的情形 所谓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是以江南为中心贵族文化的发展时期 另一方面不能忘记的是 中国南方同时也具有如此浓厚的 作为发展中地区的特征 野生象的存在 可以说是像现在的我们 象征性地展现了这种特征 孙权统治时期的黄武五年 一个名叫秦论的大秦商人 来到吴国控制下的交旨 当时交旨的地方官吴淼 派人一路同行 将秦论等人带去见孙权 孙权在召见他们时 询问了大秦的风俗习惯 秦论详细回答 当时正好诸葛克 献上了平定丹阳 有涉地区的山岳时 捉到的短人 秦论见状说道 这样的人在大秦国也很少见 于是孙权 从这些山岳俘虏中 挑选男女各十人赏赐给秦论 并派遣会计出身的部下刘贤 送秦论回国 熟悉三国志的读者都知道 线上短人的诸葛克是一个著名的人物 他是诸葛亮的侄子 孙吴的重臣 诸葛克的工业中重要的一项 即是上面所记载的对山岳的讨伐 山岳是指住在山里的岳人 岳这个字可以让人联想到 无岳同舟的成语 以及因卧薪尝胆的故事 而出名的岳王勾建 另外 现在中国也将Vilnum 表记为越南 而在三国时期 正如本书第五章图五十七的山岳分布图所示 对于与北方的魏相对抗的吴国而言 生活在山区地带的岳人 构成在后方牵制自己的力量 他们的势力在当时非常强大 乃至孙权低姿态向魏国上表写罪书时说 倘若我罪不容赦 我愿辞去现在的地位 归还江南的土地和人民 归眼于南部边境的交州 度过余生 诸葛克评定了如此严重的 影响着吴国对位战略的山岳 立下了大功 前面的技术中有短人说法 说明诸葛克讨伐时俘获的山岳人 身高与普通的汉人不同 明显很矮 一看就能看出来 这件事具有什么意义呢 下面要讲的是此后的事情 唐代江南道有一个地方叫稻州 当地人大多长得矮小 朝廷感到新奇 于是每年都给稻州下达命令 让他们向朝廷进贡南矮人 称之为矮奴 当时有个叫阳城的人到稻州做地方官 了解到国家把良民当作奴隶的这种做法 内心感到非常不安 由于这项不讲理的政策 每年造成当地百姓骨肉离散 痛苦不堪 阳城悲悯其遭遇 向朝廷上书 请求终止这项政策 朝廷因此免去了这项贡品 百姓感谢阳城 无不对他称颂敬仰 稻州是位于长江中游 洞庭湖以南的湖南省南部的一个州 那么 稻州的人民 本应是接受国家统治的天下的普通良民 为什么无罪无过 却要被作为贡品 进宪到中央当奴隶呢 而且 这则记载中 也说到稻州人大多个头矮小 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在唐代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包括稻州在内的湖南南部地区 生活着许多非汉民族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当时这些非汉民族 许多人因为汉族的讨伐 沦为奴隶 另外 在现代中国 南部的居民平均身高 比北方人矮 一般认为 这大概是因为 古代中原汉族 与被称为 越满等当地非汉民族的居住民 混血的结果 总之 综合以上的因素 可以认为 稻州人具有浓重的 非汉民族的血缘 换言之 他们尽管仍具有非汉民族的特征 但在唐代便被编入唐王朝的统治体制 拥有了户籍 需要纳税 成为具有良民身份的新汉族 这种情况 与前面短人山岳的情形 结合在一起考虑 就可以想象得到 这样的情景 随着汉民族 在这个时期 向南方扩张 非汉民族的汉化过程 也在广阔的范围内 不断推进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敬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06 江南的开发 与民族间的斗争 2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中国南方的非汉民族 长江中游的非汉民族 中华文明发祥于黄河中游 作为中华文明的中间力量 汉民族向周边的非汉民族 步步紧逼 不断扩张 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是我们现在形成的 对所谓汉民族的一般形象 上一节我们提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 江南的非汉民族 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此展开考察 我们就会发现 与汉民族的一般形象 颇为不同的 当时的实际情况 现在我们以长江中游 江南以南的福建地区 四川地区等为例 具体考察一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 生活于长江中游的非汉民族 在这一时期的中段 即五世纪中叶 发动了大叛乱 对此 汉族王朝采取了残酷的镇压 记述这段历史的文字 流传到今天 自原家江半 寇特弥广 遂盘节数周 摇乱邦义 于是命将出师 自行诸讨 自江汉以北 卢江以南 搜山荡谷 穷兵庆武 细境求福 盖以数百万计 至于海年蝶齿 直逊所移 将族身好杀之分 干戈穷酸惨之用 虽云积怨 未报益慎 这里有 细境求福 盖以数百万计的描述 也许说得相当夸张 不过对于这场叛乱 当时的史书 留下了各次战役 具体俘虏人数的记载 将数字合计起来 一共是十八万三千余人 当时 比此次叛乱稍晚的时候 南朝宋代 编入户籍的人口总数记录为 五百一十七万四千零七十四人 另外 辖地包括 从当时叛乱的主要区域 长江中游至汗水流域的药冲雍州 其户籍总人口记录为 十五万七千九百九十九人 另一方面 在评定这些蛮夷 并俘虏了许多人之后 该地区 依然残存有许多蛮人 根据现存的史料记载 其总数不下一百万 这里所说的宋代总人口数 五百一十七万四千零七十四人 是当时国家为了征收税益 而通过户籍掌握的人口合计 由于当时逃离王朝的统治 被户籍制度遗漏的人非常多 因此 当时实际人口总数 大概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不过 非汉族一百万这个数字 只是居住于湖北雍州一带的 非汉族的总数 并不包括其他地区 非汉族的人数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当时江南以南的福建地区 以及长江上游 刘备和诸葛孔明 活跃过的四川地区 及蜀地 还存在非常多的非汉民族 如果加上当时汉民族势力 非常薄弱的华南的 广东和广西地区 可以推定 这个时期居住于中国中南部地区的 非汉民族的总数 与汉民族人数相比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 那么可以说 在我们思考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中南部的情况时 这一因素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下面我们来看看福建的情况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 是一处多山的地区 相当于我们在前面的山岳分布图中 看到的称为临海郡 建安郡的地区 然而遗憾的是 现存的未进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 对当时福建的情况并没有详细的记载 因此 我们借用稍后的时代的史料 对当时的状况做一番考察 在十一世纪北宋时期 司马光编撰的历史上 著名史书《资质通建》中 记载了九世纪的唐代 福建东部地区的黄连洞的蛮人 袭击了该地区 汉族势力的中心地 厅州城的事件 黄连洞蛮二万为厅州 福建观察使王朝 遣其将李承勋将外人积之 满解去 另外 在南宋时期著名的地理书 《余地寄盛》的一书中 记载了福建南部 张州的一处石碑的碑文 庙碑云 公姓陈慧元光 永龙三年道宫潮州 公鸡贼祥之 公请权朝之间 创至一州 垂拱二年 遂赤至张州 委攻镇府 九之 满贼赴孝聚 公讨之 斩末 因妙实于张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 在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唐代 福建东部和南部存在非汉民族 他们反对唐中央的统治奋起抵抗 换言之 即使到了唐代 福建地区也仍然是分为极为浓厚的蚂蚁领域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 汉民族在福建地区进行开发所及范围 围以下两处地域 其一是与长江三角洲以南浙江南部相邻的福建东部地区 汉民族通过海陆将开发浪潮带到这里 其二是福建省西北地区 开发浪潮从相邻的江西东部经陆陆涌入 现今福建省的名称 是由福建省东部的中心福州 与西北部的中心建州的周明构成 这绝非偶然 可以说 这个名称切实地保存了汉民族在福建地区扩张的历史过程 到了唐朝中期 开拓的浪潮进一步扩大 此前被分割为西北部和东部的汉族居住地带 从此连到一起 进而在西部的山区地带 汉族又设置了一处在福建扩张的根据地厅州 这座城的名字出现在前面的史料中 另外我们在前面还提到 陈元光平定福建南部的蛮族之后 奏请朝廷设置漳州 通过漳州与厅州 以及前面所说的福州 建州之间的联系 福建的开发 从此前的福州 建州开发的阶段 进一步深入发展 乃至通过这些城市 汉族居住的地带形成了一个圈 这个圈对援助居民地区构成了包围之势 与前一时期相比 援助民显然被进一步压缩紧逼 可见 这个时期围绕厅州 张州的攻防战 汉族与非汉民族之间 不断上演的争斗 大多以汉族一方取胜而告终 在这种情形下 从唐代中期到唐代末期 汉民族的移民 除了此前 沿建州向福州的路线周边 扩展以外 还向面积达到日本九州一半 当时称为黄连洞的广大非汉民族居住地带 扩大 随后 该地区北半部 在唐朝末年几乎完全中国化 此后 汉民族与原住民对峙的最前线 进一步向南推进 一到黄连洞南部 名叫谭飞釵的地方 上面所论述的是 唐代以民族问题为中心 呈现出来的福建地区的大体情况 此后到了南宋时期 受首都迁到杭州临安府地因素的影响 福建地区得到迅速发展 展现出其文化的先进性 孕育了朱子学的创始人朱熹 然而 思考此前的时代 尤其是作为本眷对象的 未进南北朝时期的问题时 不要忘了这个地区存在着 与这种先进性对比鲜民的状况 在显赫的贵族制的掩盖下 这种状况以前几乎没有被人关注过 不过 这种状况并非只是前述的汉族 与非汉族人口多少的问题 它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 在如此广阔的地区 存在的非汉民族 在此后并没有消失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本章开头提到的 可以认为 与北方湖族 与汉民族的融合一样 南方的非汉民族 通过混血和接纳中国文化 成为新的汉民族 换言之 这个问题对于认识中国 向南方扩张 开发的进展 汉民族的形成过程等 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地区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比日本全国面积还大的 四川地区 现今四川省总人口 一亿二千万弱 总面积达 五十六万平方公里 比日本全国面积加起来 还要大不少 是一个广阔的地区 耸立在四川南部的峨眉山 以南的山区 时至今日 仍可以看到很多 非汉民族 不过 在峨眉山以北 堪称四川大平原的 四川盆地 可以说 非汉族几乎都不存在了 然而 成书与北宋年间的著名地理书 太平环宇记 收入了南朝两代 李英的散文 义周记 里面说道 即便在距离四川省会 成都 东南八十公里左右的 四川盆地的地理正中心 也有与汉族语言不通 具有独特的婚姻和葬礼形式的 仰 仪 辽等 非汉族 尽管如此 与福建的情形相同 关于四川 非汉族的情况 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 只有零星的记载 相关史料的总量极少 因此 这种情况 会给现在的我们 造成一种错觉 以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四川地区 除了极少的例外 几乎全是汉民族的地盘 然而 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 我们根据 魏晋南北朝以后的 稍晚的唐代 一本著名的地理书 圆河郡县图志 以及太平环宇记等资料 汇出被称为 辽的非汉族的分布图 从这张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辽的分布 在南北朝时期 字不用多说 即使到了此后的唐代 仍不分中央与周边 便及四川全境 对这份辽族分布图所示的各州县的设置状况进行深入调查 就会发现随着新的州的设置 许多新的县的设置 都是在讨伐辽之后进行的 这种新的行政机构的设置 与前面讲到的福建的情况相同 说明非汉民族居住地的中国内地化 即意味着纳入中央统治的州县的设置 尽管遇到非汉民族的强烈反抗 这个过程也在四川地区如潮水一般汹涌的推进 这个时期的四川作为刘备 关羽等叱咤风云的舞台 或因佛教圣行 或作为唐代诗人度复生活过的地方 而广为人知 而对于同时存在上述汉化的进程 以前几乎没有人关注过 然而 当我们以四川的开发 汉民族的扩张这种视角进行考察时 不要忘了 这种绝对不能忽略的现象 与福建的情形一样 也在当时的四川地区出现过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06 江南的开发与民族间的斗争 3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非汉民族中国化的契机 以国家权力之名义 进行的大讨伐战 在上一节讲到的 山岳活动的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 福建 四川盆地等地区 如今几乎看不到 非汉民族的踪影 那么 自然就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即 魏晋南北朝时期 广泛存在的非汉民族 此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了 与此相关的其中一个侧面 即在国家的讨伐下 非汉民族集团解体 被纳入南朝国家体制下 孙吴对山岳的讨伐 在长江流域展开的大讨伐站 在福建地区对蛮族的讨伐 并设置新的周线 在四川地区对辽族的讨伐后 设置新的周线等 便是其具体表现 受到讨伐的非汉民族 所面临的遭遇 除了在战争中被杀害以外 就是被编入中央统治下的郡县 成为士兵或奴隶 受人驱使 前面我们讲到 稻州的人民作为矮奴 被进贡到朝廷 山岳被赐给罗马的使节等 这些都是其中的例子 就这样被编入国家的户籍 被争为士兵或奴隶 而从自己的家乡 和共同体中被孤立出来的非汉族 逐渐地失去了自我的主体性 被迫中国化 那么 最初这种讨伐是因何而起的呢 根据汉族的史料记载 之所以进行讨伐 是因为蛮族扰乱了汉族的和平 然而 当我们站在蛮族的立场 看待当时汉族所推动的开发 汉族的扩张这个问题时 讨伐则意味着 汉族的蛮族领域的入侵 伴随着讨伐 王朝方面掠夺了铁 铜银 盐 盐等物质资源 另外还有一个层面是 蛮族被抓去当兵或为奴 王朝方面获得了人力资源 在有四川辽族记载的史书中 可以看到 与汉民族杂居的辽族 也要按规定缴纳赋议 不过由于他们天性粗暴 很快就发起了叛乱 为此 每年朝廷命令附近的州镇 出兵讨伐 在讨伐中 俘获的辽族称为奴隶 被称为压辽 后来商人来了 也将辽族抓走作为商品 因此上至公卿 下至普通百姓 许多人家里都有辽族奴隶 换言之 当时在国家发动的讨伐中 带有对蛮族进行人力 物资资源掠得的浓厚特征 一般认为 这种讨伐是非汉民族中国化的契机 然而 这一层面的中国化 并不是这个时期 非汉民族中国化的主要方面 通过与普通汉族更广泛的接触 而实现的非汉民族的中国化 正在这一时期深入进行 前面我们提到 有商人将蛮族抓走进行买卖 当时确实有许多商人 为了贩卖辽奴 以及当地所产的翡翠 象牙等物产 而深入蛮族的聚居地 而蛮族自己也来到满汉交易市场 还流传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为了找蛮族 报杀父之仇 来到市场将杀害父亲的蛮人杀死 当地的长官 对其为父报仇的举动 感到钦佩和赞赏 另外 在农耕生产的现场 也可以看到满汉的交流 关于居住在四川北方山区的蛮族的生活 当时的史书有如下记载 土地刚鲁 不宜无骨 为众科迈 多冰寒 剩下凝冻不适 疑人东则避寒入蜀 雍吝自食 下则避蜀反落 遂以为常 故蜀人为之作五百担子也 这段记载说明 当时存在有作为季节劳动者的蛮族 蛮族与汉族之间 在生产现场的这种交流 对蛮族的中国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下面是一个唐代的势例 也可以作为考察未进南北朝时期 蛮汉之间的交流进行时的参考 唐代岭南常常可以见到一种叫山霄的怪兽 山霄独足繁种 手足有三个开刹 这种怪兽 雌性的喜欢涂抹红色和白色的粉 山霄在大树上筑巢居住 上面还有木屏风和蔓杖 并储藏有丰富的食物 汉人上山时总会随身带上许多脂粉和钱 被称为山公的雄山霄 必定要汉人给钱 而被称为山姑的雌山霄 必定索要脂粉 另外 他们每年都会跟汉人一起耕田 汉人提供田地和种子 山霄从事耕作 古物成熟时 他们与汉人一起分配收获 山霄个性秉直 说分配时 多药的会遭天前得病 绝不敢多药 这是成书于唐代的广义记中所记载的事 这里所说的山霄 显然应该是被拟受化的某种人 可以让我们对蛮族通过生产现场中的交流 逐渐中国化的过程 有一种具体的印象 另外 当时也已经出现了另外一种交流 其性质与商品流通 生产现场的交流不同 这种交流是蛮族归一汉民族的宗教 汉末 这段话中的从人是蛮的一种 他们成为中国的民间信仰 道教的信徒 他们不仅在物质的层面 而且在精神的层面 也受到汉民族的强大影响 在这点上 蛮人皈依汉人的宗教具有重要的意义 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情况 可以说都是在汉族和蛮族 根据自己的自发性意志 而进行的经商和开拓过程中所产生的蛮汉交流 而许多汉人为了逃避国家的严苛蒸发 而故意逃到蛮族地区的事情 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 那是因为在不被国家控制的蛮族地区 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蒸发 即使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国家控制的蛮族地区 蒸发基本上也不像汉族地区那样沉重 当时像这样的各种层面的蛮汉交流 发生在中国中南部地区 汉族不断向前推进的开发前线 上面我们探讨了蛮族与普通汉人之间 在经济、政治、宗教层面的接触 这些交流都是促使蛮族中国化的因素 这是因为在对蛮族和汉人进行比较时 二者间存在着未开化与文明的差别 在这种状况下 两种文化一旦接触 尽管文明也可能会受到未开化的影响 但总的来说 文明对未开化都会展示出优越性 蛮汉结合与土豪 在中国化这个大趋势下 当地社会也逐渐出现了蛮族与汉族之间的联合 以及汉人的豪族化 据在 孙吾时期浙江人贺琪出任蛮族地区 善县的地方官 当时县里有一个叫思从的地痞官吏 为非作歹 贺琪准备收拾它 却被逐步劝阻说 思从出身县里的豪族 山岳都听命于他 你今天惩治了他 明天山岳就会进宫过来 贺琪听闻此言 勃然大怒 当即斩了思从 思从的党徒纠集在一起 总共有一千多人 发兵向县城进宫而来 于是贺琪率领县里的官吏和民众 打开城门对他们发动突袭 大破匪徒 明镇山岳 这个故事说明浙江豪族思从 与孙吾时期 让孙权感到头疼的山岳之间 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进入蛮族地区 而成为豪族的汉人 在豪族化的过程中 大多与蛮族结成姻亲关系 以此巩固他们在地狱社会中的地位 据时载 西晋时期在中国西南部的贵州地区 与蛮族结为阴京的汉人 被当地蛮族称为黄爷 可能是亲人的意思 这些黄爷不断在当地惹是生非 一旦形势不妙 便逃到蛮族的地盘 受到蛮族的保护 如果国家依法将他们捉拿 就会引起蛮族的报复 特别是与蛮族结有深层关系的汉人 被称为百世黄爷 即永远的亲人 其亲密程度相当于骨肉关系 结果蛮族地盘 成了收容畏罪潜逃者的 无法无天的地方 蛮族之间存在这种婚姻关系 说明当时蛮族与汉族之间的混血 已有相当程度的进产 蛮族出世为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贵族制时期 然而正如上一章所说的那样 当时也出现了一个活跃的 处于社会下层的平民阶层 另外正如我们在本章所看到的 在以江南等地为中心的中国南方的地域社会 显然也有非汉民族的分布和活动 以江南为大本营的六朝各国 具有这样的多层结构 在这种体制下 既然存在着本章所讲到的这种蛮族 这个时期自然就应该会出现蛮族出世为官的现象 蛮族出世为官确实是现实 例如北魏的樊子湖 北齐的陆法河 北周的全齐等官制宰相 或相当于宰相的高官 他们都出身蛮族 但是我们现在所举的这几个例子中 并没有江南各朝的人 江南贵族制国家 对蛮族出世为官的限制特别严格 在非汉民族统治的华北 这方面则比较宽松 不过即使在华北 对于蛮族出世为官的抵触 还是比较强烈的 北魏时期 蛮族族长出身的田义宗 被封为征南将军这一中央官职 受到汉族世大夫出身的培职的责难 培职向皇帝上表毁谤说 华仪本来就是异类 征南将军田义宗 没有资格像我们延续百世代的名门那样 位居世大夫之上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 在这个时期的华北 汉族世大夫对蛮族出世为官 表现出近乎不可忍受的情绪 因此 可以认为在这种风气下 蛮族出世为官 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 尽管困难重重 在前面提到的华北王朝中 在一定程度上 也有一些蛮族成为朝廷高官 并在汉人编撰的史书中留下了业绩记录 从这种情况中 我们自然而然地可以想见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官居高位的蛮族之外 还有相当多的蛮族 曾担任过品阶较低的官职 那么可以认为 这种趋势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长江以南的政权中 尽管数量不如北朝那么多 建立了五湖十六国之一的成汉政权的巴满里特之地 李祥 历任郡都游主部 西晋元康四年被举荐为孝莲 朝廷要将他招到都城洛阳 后来也未善于骑马射箭 朝廷招他到都城当将军 这两次都被李祥谢绝了 州政府认为 李祥文武俭北是特别优秀的人才 向中央推荐 他借口生定又婉拒了 不过 这次州郡并未就此罢休 而是将其名字上报中央 因此 中央热切地征召他 李祥不得已应征 备受与中军齐都一职 在这个势力中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 李祥并不是由于战功等 所谓偶发性契机而获丰官职的 而是经由周郡的推荐 这种选拔官吏的一般途径而成为官员的 在现代世界 特定的集团或民族 会由于国籍或民族等各种条件的限制 被剥夺参政权和就业机会 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 都没有完全将满足 排除在选拔官吏的一般途径之外 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六 江南的开发与民族间的斗争 四 作者川本方钊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何为蛮 关于汉族的蛮话 前面我们论述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 非汉族中国话的实际情况 在考虑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时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 需要注意的点 本章前面只探讨了 非汉民族的中国话和汉话 而在这个时期 也存在相反的情况 即汉民族的非汉民族化和蛮话 在梁末沉出的福建 福建民族出身的陈宝应 发起了叛乱 为了镇压这次叛乱 南朝最后的王朝 陈朝发布了如下命令 福建的盗贼陈宝应父子 身穿蛮族草衣 与蛮族有血缘关系 陈宝应的父亲陈宇 在梁朝末年的动乱中 身为豪侠煽动蛮族 跟蛮族一样 熟追忌 两腿张开坐 称为蛮族的首领 这是汉人民族蛮话的一个势力 前面我们提到 当时有汉族进入蛮族聚居地 通过与蛮族结成姻亲关系 扩大自身势力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会受到蛮族风俗习惯的影响 我们来看看上一张末尾的 山岳分布图 图中出现了标有1、2、3等数字的地区 这些地区都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 明确指出有洞存在的地区 洞是当时的用语 指的是非汉民族的村落 前面我们讲到 福建西南部 存在一大片被称为黄连洞的区域 这个黄连洞便是其中的一个蛮族部落 除此以外 在山岳分布图中 还有一些郡名标有下华县 根据分布图的注释 这表示 这些郡当时存在被称为 蓄谷的巫术 据记述隋代历史的史书 隋书记载 这种习俗是在新安 永家 建安 隋安 颇阳 九江 临川 卢陵 南康 宜春等地广泛存在的 饲养毒虫的习俗 其中 有以宜春 最为盛行 这不是单纯饲养毒虫的习俗 而是带有某种巫术性质的习俗 根据隋书对其做法的说明 首先在五月初五这一天 要捕捉到大量虫子 大致蛇 小致狮 一起放入容器中 让它们互相咬斗 最后活下来的一只虫子就被养起来 如果是蛇 则称为蛇骨 是狮 则称为狮骨 把活下来的虫放出来 让它们杀死被诅咒的敌人 这种虫会通过食物进入人的腹内 吃人的内脏 对方死后 其财产就会转移到谷主的家中 汉民族中没有用这种方法饲养毒虫 并用这种毒虫杀人劫财的风俗 另外 根据后世的书籍和民族调查报告 这种旗俗实际上是存在的 只是将旭骨寄述为非汉民族的习俗 但是隋书并没有把旭骨当作蛮族的风俗 而是将其寄为当地的一种土俗 而且 仔细看一下山岳分布图 就会发现 旭骨的分布地区 与蛮族的居住地 洞的分布地区是重合的 另外 也与山岳的分布地区重合 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想见 这一时期蛮旱风族混杂在一起 广泛地分布在这些区域 桃花园的时代背景 一维乌托邦的桃花园 出自桃渊明的桃花园记 在此名片中有如下记述 进太原中 武陵人捕鱼为业 园西行望路之远近 呼逢桃花林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便舍船从口入 出几侠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土地平阔 有些桃花园记的版本 将武陵渔夫 计为蛮人 这位渔夫通过小口 走进了与世隔绝的桃花园 从当时的现实中寻找的话 桃花园的世界 大概就是洞吧 一设位于过去山岳聚居地 如今因风光秀奇的黄山观光 出名的安徽省辉州地区 成熟于南朝良代的地理书 与地志 把一设的桥桂谷 当成实际存在的地方 留下意味深长的记述 根据记载 以前当地有人 进入桥桂谷的山里 行走了七天时间 来到一处斜开的洞口前 进洞里豁然开朗 周围三十里 土地平坦肥沃 里面有千余户人家 听说是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 而来到这里 再看看村里的地图 发现还有别的与世隔绝之处 那里的人说 也是避难来到这里 进入石洞 入口则完全被松树 和藤螺遮挡住了 桥桂谷的故事 与陶渊明的桃花园记 非常相似 结合本章论述的要点 可以说 所谓桃花园这种想法 显然正是在这 满汉交流的时代背景下 产生的 关于满汉之别 以下的一段文字表达了这个时期 黄河流域的人对江南人的看法 中原的知识分子把江南的人统统称为猴子 那里有巴 鼠 满 辽 汐 梨 楚 月等蛮族 说话就像鸟和禽兽的声音一样 语言也不通 他们吃猴 蛇 鱼 鳖 嗜好口味 与我们中原人完全不同 江南的山河辽阔 达数千里 司马瑞不能有效控制生活在这里的人民 根据这段记载 对于当时的中原知识分子而言 以猴 蛇 鱼鳖为食 是野蛮的风俗 如今 日本人还把吃猴和蛇 看成是野蛮的行为 然而人们普遍知道 汉民族传统上是以这些动物为食物的 因此 魏叔的这一论断稍微有点奇怪 如果考虑到这段文字 大概包含有中原人士的五面 那么就不存在什么疑问了 当时中国南方确实存在文段中出现的 辽越等非汉民族 但是这里出现的蜀 能否说是非汉族呢 蜀是称呼四川地区的名称 在魏叔中 显然不是指地名 而是用于称呼一族 因此 这种用法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是一种灭称 不过 蜀在当时确实被视为一族 北魏孝文帝曾与朝臣讨论全国的名门和人物 当时孝文帝开玩笑的问薛聪 诗人都说你们薛姓一族是蜀人 实际上是不是蜀人呢 薛聪回答说 臣的元祖服务汉朝时 人们称呼我们为汉臣 后来祖上随刘备入蜀 被当时的人称为蜀臣 现在我是奉鲜卑出身的陛下 那么 我是不是应该称为鲜卑呢 孝文帝听后 笑了起来 说道 爱卿自己明确不是蜀 奈何反过来挖苦我 薛聪怒而离开 这则故事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人们 对蜀的看法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四川地区的历史 就会明白这种看法的由来 蜀是在周武王伐咒的时候 作为从军一族之名 最早出现在史籍中 最近考古学的发掘 向我们展示了蜀文化 与中原文化的较大差异 尤其是近年来 四川三星堆的发掘 出土了中原地区 不曾见过的大量假面 真实地展现出文化上的差异 具有如此独特文化的属地 在春秋时代 与中原地区几乎没有来往 到公元前四世纪末秦以后 终于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 这是刘备建立蜀汉政权时 当地的历史背景 换言之 前面说到的江蜀 是为非汉族的卫书立场 或《薛聪传》中出现的 对蜀的看法 很难说只是单纯起因于武蔑 据隋书的记载 隋唐时期居住在四川的 非汉民族辽族中的有钱人 搞大排场与华人结成婚姻关系 其衣着 住居 说话用语 几乎与汉族没有区别 另外还有 阳 阳 盐 蛮 从等蛮族 其住居 风俗 衣着 饮食等 与辽族十分相似 而且据说 与蜀人也很类似 可以认为 这里出现的蜀人 在隋朝时已经是汉人了 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 在当时四川地区 非汉民族中 由于中国化的结果 出现了汉族化的现象 然而 当以京师的立场 看待居住在远离国都的 四川地区的汉族 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从当时满与汉的融合状况 或东西方都存在的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 居住在四川的汉族 会被京师的人 视为遗迪 这种思维 恐怕也是很自然的 如果联想到 在日本历史上 关东地区 也曾被视为东夷 那么 江蜀人 等同于蛮族的看法 也许 并不算什么大错 下面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在第四章 我们略有交代 东晋时代 发生了 苏郡之乱后 朝廷内部出现了迁都长江中游的豫章或浙江会计的议论 当时 宰相王岛提出反对 现在 再稍微详细地追溯一下这场议论的始末 集贼平 宗庙公事并为灰烬 温乔义迁都豫章 三无之豪请督会计 二论纷纭 未有所事 道曰 建康 古之精灵 旧为地理 有孙众谋 刘玄德 巨言王者之宅 且北寇游魂 似我之戏 一旦是若 篡于满月 求之妄实 巨非良计 仅特意振之以境 群情自安 游士乔等 谋并不行 王道发言提到的满月中 满指的是当时满族之一的豫章满 与豫章连在一起使用 而月则对应于有很多山月的月族地区快基 换言之 王道这段话的言下之意 是说 位于江南的建康才是中心 而豫章郡 快基郡 都是满月之地 当然 王道的话 是在讨论过程中说出来的 当时豫章郡和快基郡 确实都已经是汉族的地区 因此 应该说这里带有夸张 然而 豫章郡在东晋时期 仍然分布着满族的村落 洞 而且被旭谷之风盛行的 婆阳 芦陵 宜春等各郡包围 快基郡则在孙吴时期 有许多山月 即使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末年 仍然残存有山月 另外 由于王道的发言 迁都的议论止息 这说明 王道的话 对议论各方 都有一定的说服力 因此 将豫章 快基 视为满月之地的观点 并不能说 完全是不切实际之词 换言之 王道作为东晋朝 士大夫第一人 北来贵族领袖 当时也有这样的看法 那么前面提到的北魏时期 黄河流域的人们 对江南人存在一种中原中心主义的思维 可以说并不是他们单方面的偏见 据实在 宋明帝即位后不久 孔季在快基谋反 软电夫从四川带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前来讨伐 当时软电夫的士兵身穿犀牛皮的铠甲 其外观非常怪异 当时相传 胡辽吃人 因此快基的反贼一见到他们 立刻下的四处逃散 前面已经说过 辽是蛮族的其中一种 根据技术 孔季叛乱的这则势力 被王岛灭视为 蛮月之地的快基君的人们 当时认为鼠人是吃人的胡辽 这说明快基人 把鼠视为蛮地 或类似于蛮地 而把鼠人 看成与自己异类的人 可以说 这种思维 与前面讲到的 把鼠人视为遗敌 把鼠视为蛮的看法 如出一辙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 与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人们 对江南人所具有的 中原中心主义观点性质 相同的思维 也出现在江南人的 各个阶层中 不过 这种思维 应该称为健康中心主义 而在中心外围的地区和居民 或多或少都被认为 具有蛮的因素 另一方面 正如我们在前面 陈代陈宝应的事例中 所指出的那样 位于远离京师的边境的汉族 通过婚姻等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 接受了蛮的文化形式 另外 我们也指出 相反的情况 也同样出现在蛮族身上 换言之 京师人认为 在都城以外的地方 或多或少 都会存在蛮的因素 在这种观念的背后 却存在着这样的现实 在开发江南的时代背景下 如本章所述的 随着蛮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 蛮汉的融合不断推进 因此可以认为 在六朝时期 实际上很难对蛮汉 进行此为蛮 此为汉的明确区分 前面我们讲到 孙吴时期 豪族思从与山岳联合 成为快击当地 潜在的一股势力 这是基于 思从是汉族的立场 所做的讲述 然而 也许还应该 从思从是蛮族的立场 重新叙述 在探讨这一时期的 民族问题时 需要关注 直到现代汉民族出现以前 在广泛的融合过程中 蛮汉的实际情况 静雅思听网站 倡导一种全新的阅读理念 与生活方式 以声音的形式 利用碎片时间 休闲 充电 带给你温暖 快乐 感动 与智慧 静雅思听 让智慧 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 与扩大 零七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一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第七章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北魏前期的各种制度 北魏前期的国家制度 我们在第三章研究了 从五湖十六国后期 到北魏前期的历史 论述了中国再次实现 统一的过程中 所出现的各种事件 探讨了在这个过程中 汉族 各个湖族相互之间 对对方的看法 和认识的变化 并指出 到了北魏太武帝时期 拓跋先碑 对汉族 或汉族文化的认识 在太武帝 皇太子等 统治阶层上部的人士中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拓跋先碑 整体也从统一 华北时开始 受汉文化的影响 逐渐掌握了 汉语等情况 不过对于拓跋先碑 整体而言 他们与被统治的 汉族不同 是高高在上的 中国的统治者 在意识层面的改变 与汉族相比 较为迟缓 也就是说 在太武帝 于四百三十九年 统一华北前后 即南北朝时代 大幕拉开的前后 拓跋先碑 对汉族的认识 与稍早的五湖十六国时期 其他湖族的情况 差不多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仍然基于军事上的优势 而继续具有 顽固的优越感 这种意识得以持续存在 其主要原因 固然在于 如前所述的 他们作为中国的统治者 高高在上 而除此以外 他们在统治中国的过程中 制定的制度 构成了这种意识的 支持基础 同时 这些制度又发挥了作用 加强了拓跋先碑 作为统治集团的团结 存在于北魏时代的 具有上述特征的制度 到底包括哪些方面 下面我们列举当时 称为内朝的制度 以及国家祭祀制度的例子 具体进行一番考察 作为拓跋皇帝 士臣集团的内朝 内朝是这一时期 北魏独特的制度 是当时人们对侍奉在 拓跋皇帝近旁的 士臣集团的成位 而且 在孝文帝改革前 内朝几乎都有 鲜卑等胡族人士组成 其中地位较高的成员 参与国家的大政 发布皇帝诏令 并回答皇帝的垂巡 在国政上承担着重要的职责 这些人员可大致分为 军事层面的武官和行政层面的文官 其中 内朝武官在皇帝近旁负责皇帝的饮食 衣着 皇宫的警卫等各项事物 按皇帝的旨意被委派职位 率军转战各地 另一方面 文官则负责皇帝命令的起草 传达 记录等事项 同样也是根据皇帝的授权派遣到各地方 主要从事监察的任务 拓跋部在入驻中原以前 通过各部族的联合构成国家时 拓跋王的进士由参加部族联合的各部族长的子弟担任 当初 这种人质抵押的安排 对于拓跋王而言 具有防范各部族离反的作用 而从部族联合到北魏建国 向中原扩张等这一北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 内朝制度逐渐得以充实健全 逐步扩大为如上所述的发挥国家中枢作用的政治组织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内朝的具体形势 前面讲过崔浩被诛的事件 而在事件发生时 由中枢侍郎负责草拟宣布对崔浩进行处罚的诏书 据实在当时的中枢侍郎是汉族人高允 在接到命令时 由于株连的人太多 他对这一事件抱有疑虑 认为可能量刑不当 迟迟不能落笔 然而太武帝却频频下令尽快草拟诏书 于是高允奏请夜见太武帝当面询问疑点 然后在草拟诏书 这件事说明 高允在草拟处决崔浩等内容的诏书时 并不是太武帝直接向他数次催促 发布草拟诏书的命令 因为如果是太武帝频频下令 而高允能够亲自夜见太武帝的话 他应该可以当场就向太武帝质疑了 当时的史书记述这一事件 说太武帝为了使处决崔浩的诏书尽快拟成 贫照崔妾 那么这里所说的诏就不是书面的诏书 而是如实传达皇帝言语的诏 即口诏 换言之 当时在诏书草拟的过程中 在太武帝和高允之间 有人充当了传达天子命令的角色 那么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事件多年以后 高允被太武帝之后 继承皇位的文成帝称赞为多年忠秦 当时文成帝对晋臣说道 至如高允者 朕忠臣已 朕有是非 常正言面论 至朕所不乐文者 皆侃侃言说 无所必就 朕闻其过 而天下不知其见 岂不忠乎 如等在左右 曾不闻一正言 但四镇喜时 求官弃职 如等把弓刀视镇左右 徒利劳尔 接至弓王 此人把笔框我国家 不过坐狼 如等不自愧乎 这里所说的手拿弓和刀 释放在皇帝左右的人 指的就是在天子左右的内朝官员 当时 这些人都是以拓拔鲜卑为中心的胡人 换言之 当时出身汉族民族 渤海高氏家族的高允 辛劳多年 也只不过当个狼官而已 相比之下 出身胡族的内朝官员 却只需站在皇帝两旁侍候 就都能当上公王 当时 宫廷内部有一个特点 即使用鲜卑语作为公共语言 也就是说 在皇帝近旁侍候的胡族说的是鲜卑语 而皇帝也用鲜卑语跟他们交谈 北魏时期存在这种鲜卑语和汉语的双重结构 当时中央地方各个职位 配有翻译官便是明正 可以认为 太武帝圣怒之下 命令尽快草拟处展崔浩的诏书 负责贫照崔妾传话的人 一定是通晓鲜卑语和汉语的禁士官 北魏孝文帝在位时 在太和初年曾派使者向南齐请求汉籍 南齐朝义是否答应北魏要求时 大臣王荣说道 北魏派遣使节到南齐时 总会同时派鲜卑人同行监督 他们的国家制度也依照同样的方式运转 官僚体系置于胡族的监视之下 这段话对北魏国家制度的论述 可谓一语中递 可以看出 当时北魏在以内朝 为最高领导的监察体制下 掌控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组织 统治汉土 而且在内朝任职的胡族 霍峰王爵 公爵等高级官爵 承担着这种统治结构的部分功能 因此 这种赐予特权的结构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加强了胡族的团结和胡汉的分别 进而强化了 北魏作为异民族国家的特征 使鲜卑作为一个集团 仅仅团结在一起的象征 并不是内朝制度 在北魏时期举行的四天仪式 可以说是其中的一种象征 北魏每年都会在当时的首都平成的西郊 举行四天仪式 四天 在古时是匈奴的龙会 后来是蒙古族的呼里台大朝会举行的仪式 在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渊源上 日本的大长纪也与之有关系 四天仪式并非只是简单的 祈愿家畜繁殖 农作物丰收等宗教性仪式 各部族还聚集在一起 选出部族联合体的领袖 同时还举行领袖的即位仪式 制定国家政策等 北魏在入住中原之后 仍然保持这种仪式 由皇帝亲率百官 每年隆重盛大的四天 定期举行具有这种特征的祭祀 其结果当然是确认 并加强了拓拔先卑集团的纽带 除了四天仪式以外 当时使北魏先卑 作为一个集团紧密团结的象征 还包括语言 风俗 君治 风爵制度 宗庙制度等等 因此 在这些象征的功能 得以发挥的北魏前期 便很难从湖族一方出现突破 克服自五湖十六国起 一直持续下来的 湖汉对立的意识 湖汉对立的结构 这便是崔浩事件之所以发生的主因 正因为如此 要想使这种结构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必须先等到鲜卑统治者面临的形势所有改变 到了孝文帝时期 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促使他对北魏国家 实行了根本性的改革 用耳聆听 用心关注 静雅思听官方微博 陪伴你 温暖你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七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二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潮 朗读者小心 孝文帝的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 屈指可数的明君 孝文帝 在第三章 我们考察了北魏第三代皇帝 士祖太武帝时期 此前混乱至极的华北实现了统一 开始寻求从湖汉对立 走向打破湖汉壁垒的国家 社会的建设之道 然而 在太武帝时期 民族之间的斗争 仍然在各种情形下涌现 出现了崔浩事件 太武帝本人也遭到暗杀 作为旨在克服这种局面的一种政策 朝廷大力推行佛教 关于这些情况 我们在前面也都进行了论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第五代皇帝 宪文帝的长子 拓跋洪 与黄兴元年 出生在当时北魏国都平成 黄兴五年 尚为幼儿的他便登基即位 成为北魏第六代皇帝 是为孝文帝 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 给予孝文帝极高的评价 吉宫总大政 一日万机 十许年间曾不侠己 殊途同归 百律一致 至夫生民所难行 若乃金鸣鸡骨 邪欲天人 帝王制作 朝野轨渡 斟酌用舍 换乎其有文章 海内生民 贤受耳目之刺 家以雄才大略 爱其好事 事下如商 一己利物 亦无德而称之 其精伟天地 岂须事也 这段评语可以说 是十分贴合事实的 孝文帝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屈指可数的明军 孝文帝的改革 实质上是北魏王朝的中国化 那么孝文帝都做了哪些事情 他在魏期间进行了各种改革 实际上涉及官僚制度改革 国家祭祀改革 湖族 汉族家世的确定 改变风俗的习惯 首创军田制 风厥制度改革 宗庙制度改革 确立北魏作为中原王朝的正统性等多个方面 一言以蔽之 这些改革可概括为北魏王朝的中国化 下面我们按顺序进行具体的分析 看看这些改革具有什么历史意义 首先是官僚制度改革 简单的说 即北魏废除了此前一直沿用的鲜卑式官僚制度 全面采用中国式的官僚制度 如前所述 北魏从建国之初便存在着一个称为内朝的组织 与之类似的组织 也可建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北方民族 其中蒙古、元代存在的称为窃靴的组织 与北魏的内朝及包括内朝各官员的称谓在内 都极为相似 也就是说 内朝是根植于鲜卑传统的一种非汉族的政治组织 北魏的政治由内朝和外朝共同运作 这样的双重结构在北魏建国后 直到孝文帝时期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沿用 其原因可归结为 北魏是非汉族所建立的政权 以及北魏由于自身急速扩大 疲于应对统治区内各地出现的状况 而未能对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废除内朝的原因 孝文帝废除了具有这种背景的内朝 在孝文帝断然推进改革的时候 经过建国以来的变迁 北魏内朝已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内朝的成员中已经有不少汉人担任文官职务 由于擅长文书处理的汉人官僚的大量进入 内朝逐渐丧失了这一组织 被先卑等非汉民族占据的实质 另外 由于北魏控制下的领土急速扩张 王朝需要处理的事态日趋复杂且分布广阔 内朝机构逐渐膨胀 原本由皇帝进士构成的内朝 出现了很多带有各种具体植物的官职 这些官职的设置逐渐加强了对整套行政体系的监察 这种变化趋势 使得内朝与负责行政执行的外朝之间出现了许多摩擦 结果降低了行政效率 到了孝文帝清政时 有两条克服这种困境的道路可供他选择 其一是对此前的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 极力抵制采用中原的各种制度和任用汉人 复归或强化非汉国家的制度 其二是废除鲜卑式的国家制度 全面采用中原的各项制度 以此谋求国家制度的一元化 结果是孝文帝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废除了之前堪称统治中国的基础的内朝制度 孝文帝对建国初年以来的国家祭祀 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里所说的国家祭祀改革 是指废除了前面提到的每年四月初四 在都城西郊举行的四天仪式 而统一为在都城南郊举行四天仪式 寄入北魏历史的魏叔 对孝文帝的父亲宪文帝时期 在西郊举行的四天有如下记载 贤祖以西郊旧事 遂增牧主期 义事则更照 其事无异于神明 于是对西郊四天进行了更改 这里所说的牧主期 来自于鲜卑拓跋步 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构成拓跋步的主要七个部组 原本具有重大的意义 不过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 到孝文帝改革的时候 已认识到这一四天仪式 已经脱离了其原有本质 另外西郊四天后 还要在南郊举行的四天 在各种国家级祭祀中 是中国历代王朝最为重视的国家礼仪 换言之 孝文帝废除西郊四天时 由于种种因素同时起作用 应被鲜卑视为团结象征的四天仪式 正逐渐流于形式 于是孝文帝因是力道 废除了西郊四天 统一采用中国式的礼仪 在南郊四天 我们讲到朱沙崔浩事件时 说到崔浩计划明确天下贵族的家世序列 而崔浩的殷亲 范阳卢璇听到这个想法后 忠告他说 乐为辞者 具有己人 无奈崔浩执意不听 终致杀身之祸 这种想法招致了崔浩的败王 表明崔浩的杏族分定计划 也将胡族作为对象 如果实行这种杏族分定政策 那么门帝相当的胡汉之间也可同婚 只是当时推行这项政策时 时机并未成熟 到了孝文帝时期 这种杏族分定才得以实现 据魏书的记载 孝文帝的改革 将胡族中的穆、鹿、鹤、刘、楼、鱼、鸡、魏等八姓 定为与王室通婚 也不觉惭愧的名门 自此以下的各族 首先依照 是否具有政权初建 拖跋部时期的部族长家事 或北魏建国以来 是否三代都被授予 特定高等级的官决的标准 划定等级 第一等级称为性 第二等级称为族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所设定的性族 是根据中原扶桑制度 即五扶制度而设定的 五扶是规定了五代亲属之间 扶桑规则的中原制度 与去世的人越亲 扶桑时间就越长 从最短的在心中扶桑起 到最长三年的父母去世后的扶桑 都有详细规定 换言之 如果以满足前面提到的 具有部族长家事标准的人为中心 那么进入其五代范围的人 则属于性族 否则不属于性族 属于性族的人 拥有担任官职的特权 以及免除兵役的免役权 这说明 孝文帝的性族分定改革 意在将以统治中原的鲜卑为中心的 胡族 大致划分为统治阶层和非统治阶层 另外 汉族的情形与胡族一样 设定与通过性族分定 而处于胡族最上层的穆室 陆室等八姓相当的高梁 华语等各族 以及与性族相当的甲 乙丙丁四姓的阶层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 性族分定改革意味着根据家事 这一共通的原则 对整个胡汉都设定了上下关系 引入了与此前按胡汉 进行民族区分不同的原则 这项改革在五湖和北朝的历史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改变风俗和习惯 我们知道 所谓改变风俗和习惯 是指禁止穿胡服和使用胡语 孝文帝选择这样一条道路 即统治民族率先放弃自己的风俗和习惯 使用被统治民族汉族的汉服和汉语实在出奇 在思考这一问题时 必须注意到孝文帝改革时 作为统治民族的鲜卑中 已经出现了一种忘掉自己的语言 与汉民族通婚的风潮 用简洁的直观的话来说 到了孝文帝时期 北魏的面貌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原来建国初期的游牧经济型国家 转变为将广大的汉地置于版图之内 将重心转移到农耕经济之上 以统一王朝为志向的国家 因此 孝文帝改革时 北魏所面临的政治社会状况 潜藏着严重的问题 并非仅仅通过改变官僚制度和宗教礼仪 实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 便可以彻底解决的 孝文帝在改革的正当头 断然放弃了北魏原来的首都平成 而迁都到中国历代王都 中原的中新洛阳 将迁都与改革一并推进 反映了当时北魏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 也说明了孝文帝的改革 并非只是制度上的改变 而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具有分水岭性质的一大改革 其意义并不限于北魏王朝一个朝代 孝文帝作为首创军田制的皇帝 而广为人之 孝文帝的军田制 对隋唐时期的军田制 和古代日本的班田收受制都有影响 北魏从建国初期以来 为了保持国力 努力恢复永家之乱以来 由于战乱而荒废的农业生产 这表现在平定中原后 政府把人民迁移到王都平城周边 并分给他们土地的 忌口受田等形式 另外 我们在第三章中曾提到 太武帝时期 皇太子根据州里的政治思想 推行了劝农政策 鼓励基内保有耕牛的农民 与没有耕牛的农民之间 相互融通人力与牛力 这项措施 也是旨在保持国力稳定 复兴华北的政策之一 军田制则堪称 是这种路线的 所谓的极大成者 于太和九年起实施 其内容规定 分别授予年满十五岁的农民 露田 及到一定年龄时 需要返还或授予的田地 相当于唐代的口分田和桑田 不需还给国家的田地 相当于唐代的永叶田 使之从事古物和倦麻的生产 对收成课税 税率比此前庄园领主 豪民所征收的比例低 死亡或年满七十岁 露田返还给国家 为了授还田地 需要准确地掌握人口数量 为此 北魏实施了三掌制 这一制度 以五家为一林 五连为一理 五里为一党 分别设立林掌 里掌和党掌 通过这三掌 进行户口调查和征税事务等 三掌制是为了改变 在贫盈的战乱中 农民被豪族笼络在 自己势力范围内 受他们抢取豪夺的状况 同时 稳定国家财政而实施的制度 汉族士大夫李冲 对当时将五十家 三十家 谎称为一家已逃脱的 不法现状感到担忧 于是 提出应当按照旧时的制度 实施三掌制 据实在 当时有人对这项政策的实施 持消极态度 而手握北魏朝廷实权的 文明太后冯氏认为 实施三掌制 可以掌握脱离国家的控制 而依附于豪族的脱漏户 稳定国家财政 使图谋获取不当利益的人 无可遁形 于是 果断地决定 实施这项制度 众所周知 君田制和三掌制 都是受中国古代周朝 所推行的制度的影响 而创立的制度 周朝制度的背后 是这样的一套思想 天下的土地 都是王的土地 因此并不是私有土地 将王土借给人民耕种 所收获的古物等 成为人民用于生存 和再生产的资源 其收成的另外一部分 则作为税赋征收 前面我们讲到 太武帝时期 皇太子根据周理的政治思想 实施了劝农政策 而且北魏从这时开始提出 以周理作为制定国策的标准 君田制和三掌制 正是这一理念的延长线上 出现的制度 孝文帝的改革 文明太后的改革 实际上 君田制和三掌制创立时 孝文帝尚未亲政 北魏朝廷的实权 是由其祖母 文明太后冯氏掌管的 至于前面讲到的 官僚制度 国家祭祀改革等 是在孝文帝亲政时 推行的有所不同 有人根据这一点 认为君田制是文明太后的政策 而孝文帝的政策 则主要是以北魏国家的 汉化为目标 然而 这种解读法 只是以当时 谁握有政治的实权为标准 得出的判断 如果把这个结论 放在五湖和北朝史 整体演变的过程中 重新考虑 这很难说 是一种妥当的看法 这是因为 即便是在孝文帝亲政时期 他也根据周理制定了度量衡 改革风角制度 后宫制度和宗庙制度 堪称孝文帝改革的总结 或其象征的迁都 显然 也是意识到新都洛阳 是周代的首都 文明太后和孝文帝 所推行的改革 将道武帝的部族解散 太武帝的统一华北 和尊奉道教为国教 井木太子 尊崇佛教 并重视周理的路线 井木太子之后 文成帝 将佛教定为国教等 北魏史的发展进程 推到了极点 所以 应该将两人所推行的改革 视为一个整体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你 让阅读变得简单 你 让聆听变得美好 你 让世界变得精彩 世界因你而美好 精致阅读 静雅思听 静雅思听 让智慧 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 与扩大 零七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三 作者 川本方昭 译者 于小潮 朗读者 小心 孝文帝的 个性 为何实行 颠覆 王朝基础的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 对以北魏政治 统治阶层 以鲜卑为中心的 胡族集团的团结 给予了重大的打击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与中国历史上 辽 金 元清 等 征服王朝通过实施多种政策 努力加强本民族的团结不同 胡族出身的孝文帝 颠覆了异民族统治的基础 推行被后人认为 使自己的王朝提前灭亡的政策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可以从北魏当时所处的 政治社会环境中寻找 北魏王朝全方位的中国化 需要孝文帝的改革 关于这个答案前面 我们已经展开了论述 可以说 他构成了所谓宏观的视角下 改革的必要条件 再进一步想想 就会产生新的问题 孝文帝在文明太后去世之后 接连不断地着手 进行许多 以汉化为目标的改革 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 孝文帝具体如何调和 他对中原文化的尊宠 与自身作为宣卑人之间的关系 另外 孝文帝果断推行中国化政策 却仍然保留禁军中 胡族士兵占大多数的体制 这又是为什么 换言之 如果我们从前面宏观的视角 换成更微观的视角 探讨孝文帝个人 推行改革的冲动 源于何处 以及这种冲动 以何种形式 与改革相关时 前面所说的北魏王朝 全方位中国化的时代背景 在某种程度上 就很难能够完美地回答 为什么孝文帝 要采用颠覆 一民族统治根基的政策 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下面就以微观的视角 探讨一下孝文帝个人的内在世界 与她所推行的 与她所推行的改革之间 与她所推行的改革之间 具有什么样的联系 探索文明太后 与孝文帝的母子说 文明太后 是孝文帝的祖父 文成帝的皇后 正史的记载说 她与孝文帝之间 不存在血缘关系 不过有人认为 实际上文明太后 与孝文帝是真正的母子关系 之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探讨孝文帝的生母是谁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 并非太过重要的问题 是因为在孝文帝 从小到大的教育中 这位汉族出身的太后 发挥了相当重大的作用 如果文明太后 果真是孝文帝的生母 那么可以认为 这种血缘关系 一定对孝文帝的个性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 如果说孝文帝的中国化政策 是在汉族出身的 文明太后的影响下出台的 那么文明太后 和孝文帝的母子说 是否属实 也与我们这里 力图弄清楚的 孝文帝的个性问题 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么 按照此前的看法 文明太后 与孝文帝母子说的根据在于 一 孝文帝出生时 其父献文帝 只不过年满十三岁 很难想象 这个年纪就会生儿育女 二 文明太后去世之后 孝文帝不顾群臣的反对 执意要为这位名分上 只是祖母的太后 扶桑三年 这原本是对自己父母的扶桑之礼 三 在记述北魏历史的魏书中 文明太后传中 可以看到有一句极为费解的记载 气候之崩 高祖不知所生 四 记述当时历史的魏书 北史等史书 都说孝文帝后代太后一族 而对史书中 即为孝王帝生母的 司皇后李氏一族 极为冷淡 五 据太后的列传等资料 文明太后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 然而根据奇传 即高祖生 太后公亲抚养 事后罢令 不听正事 孝文帝出生 而太后同时不理朝政 令人费解 六 当时史书也有用母子一词 来形容太后和孝文帝的关系 另外 史料上明确记载 孝文帝在太和十二年时 知道自己的生母 是被太后杀害的 司皇后李氏 而太后传却说 气候之崩 高祖不知所生 显然与这条史料矛盾 实际上 关于孝文帝出生的秘密 当时可能已经有不少传闻了 一位在卫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高祖奉逢氏过后 与李氏过薄 旧家了无续用 朝野人士 所以切意 太常 高驴 显 严于尽忠 即逝踪 宠龙外家 并居显位 乃为高祖旧 存以 不沾恩责 那么 孝文帝的父亲 是谁呢 正史中纪为孝文帝之父的 宪文帝 年仅十八岁就被太后胁迫 让位于孝文帝 当时宪文帝希望将地位让给其叔父 经赵王拓拔子推 但以鲜卑众臣为首的群臣说道 父传子卫 是自古以来的规矩 在北魏历史中 也是如此 显然 应该以皇太子为正统 继承圣德 吉利主张 应该由孝文帝继位 于是 宪文帝只好接受了 众人的意见 假如孝文帝的父亲 不是宪文帝 那么群臣还会如此发表 反对意见吗 即便太后势力强大 给众人极大的压力 大概也很难想象 作为北魏栋梁的各位鲜卑众臣 会认同将皇位让给一个 非宪文帝所生 不具有继承皇位正统性 或正统性成疑的太子 从平成迁都洛阳之后 太和二十年 布满孝文帝改革的鲜卑上层贵族 发动了谋反 当时带头谋反的人 打出了孝文帝长子 即皇太子的旗号 这场谋反 具有反对孝文帝路线的特性 假如孝文帝非正统 却推举其长子作为盟主 谋反 岂不失去了正当性的号召力 换言之 孝文帝的父亲 必须是具有作为拓跋北魏领袖的 正统性的一个人物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难道是太后的丈夫文成帝 然而 文成帝绝无可能是孝文帝的生父 一位文成帝 在和平六年五月 鬼卯驾崩 孝文帝则是在两年后 黄兴元年八月物身出生 这么看来 孝文帝的生父 除了献文帝 别无他人 胡族婚姻中的收纪婚风俗 那么 这样的情形是否可能出现呢 孝文帝生于黄兴元年 献文帝当时年满十三岁 一般认为 当时太后虚岁二十六岁 另外 与孝文帝是献文帝十三岁时所生一样 北魏众皇帝 很多都是父亲年纪不大的时候生的 例如 献文帝是文成帝十五岁时所生 文成帝又是井木太子十三岁时所生 此外 我们知道 胡族之间存在一种收纪婚的风俗 即所谓的继承家业的儿子 娶父亲生前的夫人为妻的风俗 换言之 孝文帝很有可能就是献文帝和文明太后所生的儿子 我认为 记载了孝文帝的生父是献文帝 而对其生母的记载却有太多语焉不详的地方 等等 如果 正如在太后转中的气候之风高祖不知所生所记载的那样 孝文帝是在太后 孝文帝是在太后驾崩之时或之后不久才了解到前面我们所论述的 关于其身世的整体图景 那么对于这位非常孝顺的皇帝而言 这种事实将是多么的令人震惊 魏叔的如下记载 对于理解当时孝文帝的心情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至成明元年四月 月十尾五月已害 金火皆入轩辕 庚子相逼同光 皆后非之敌也 天若言曰 母后之信几贯盈矣 人君望族考之夜 目匹夫孝 其如棕四合 事实 现文不误至六月暴崩 时有单独之祸焉 由事言之 皇天由以赌吕霜之蒙 而为之丞相久矣 其后 文明皇太后崩 孝文皇帝方修亮音之仪 赌如子之墓 敬畏能述宣春秋之意 而成共人之党 这里所说的宿宣春秋之意 是指明确为人之道 即公开太后 毒死父亲 现文帝的真相 作出处置 成共人之党 是指处罚支持太后的人 也就是说 这段话是对孝文帝 政治的批判 而这里所暗示的 太后毒杀 现文帝的事件 是事实 这一点还可以在别的史料中 得到确认 那么 在太后掌握实权时 情况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但为什么孝文帝在太后去世后 也没有想过对他追加处罚呢 大概那是因为 比常人更加孝顺 精通中原文化 又憧憬汉文化的孝文帝 是在太后去世时 才得知事情真相 因此 才没有把自己所怀念的母亲 当作杀父的大罪人处置吧 我认为在孝文帝与其父母之间 发生了这些事情 于是我们很容易发现 这些经历对他的政策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名分上来说 文成帝的皇后 文明太后 是孝文帝的祖母 而文明太后 实际上却是自己的生母 而且还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宪文帝 这样的事情 对于堪称胡族中 第一文化人的孝文帝来说 无疑是一场野蛮的乱伦噩梦 这种愚昧黑暗 通过血缘的纽带 和他联系在一起 产生这种乱象的根源 正是胡族的收纪婚风俗 在太后去世之后 孝文帝的改革 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前 他所生活的世界 推行了中国化的政策 其中 由以从猛烈北风进吹 武力一边倒的北方千都 到气候温和 沃土千里的中原为代表 在这种改革的背景中 恐怕包含 有如上所述的孝文帝 希望将自己 从过去的愚昧黑暗中 解放出来的强烈意志 另外 北魏为了抑制外妻势力的抬头 又将继位的皇太子的生母 赐死的惯例 文明太后之所以有本章 所论述的那种举动 可以想见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担心会被暗阻制赐死 孝文帝即位后 废除了这个惯例 可以推测 孝文帝只是认为这种习惯 是野蛮的行为 才做出废除的决定的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七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四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孝文帝所追求的世界 孝文帝的阶级意识 孝文帝断然推行多项改革 还有另外一个出于个人的原因 即 他在保持作为鲜卑人的意识的同时 又逐渐产生了远远超出 鲜卑意识之上的阶级意识 作为中华皇帝的意识 我们常说孝文帝的改革 在某种程度上 抛弃了作为鲜卑人的自豪感 而追求向汉人社会的全面同化 另一方面 正如上一节所讲的 孝文帝是具有非汉民族政权 北魏的政统 拓拔王家 直系血统的皇帝 这样的一个皇帝 在推行中国化政策时 其内心或多或少 应该会有一些挣扎 然而 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这种痕迹 那么 孝文帝的这种心境 一定自有其存在的原因 文明太后和孝文帝之间的母子说 可以算是其中的一种解释 然而 这只是他感情层面的解释 其政治立场的层面 更具体地说 他作为鲜卑人的意识 与他内心所表现出来的重视 社会上层阶级的意识之间 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耐人寻味的是 孝文帝作为鲜卑人的意识 其实是非常淡泊的 这可以从以下的一则故事中 找到立正 据实在 北魏迁都到洛阳时 由于鲜卑人不懂汉语 孝文帝下令 将儒教的经典之一 孝经 翻译成鲜卑语 用于教导鲜卑人 这本书当时被称为 国语孝经 这件事说明 与后来 辽元那些征服王朝 将本民族的语言 用于发扬国威的情形相反 北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 是为了让鲜卑人 理解汉文化的精髓 孝经 这正是孝文帝亲自下达的命令 如果孝文帝当时认为 鲜卑要统治汉人的话 就必须理解他们的思想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令人翻译和教导孝经的 可以认为 这件事说明了孝文帝 作为鲜卑人的意识 非常淡薄 另外 孝文帝喜好读书 通晓儒家 老庄的著作 即史书等百家典籍 善于做师父 甚至据说在亲政期间 所有的照册 都是他自己草拟的 精通中原文化 可以认为 孝文帝对中原文化理解之深 使得他内心意识到的中原文化 与自身早已融为一体 而非彼此割裂开来 这一点也在以下情形中 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当孝文帝准备 为文明太后扶桑三年 却遭到胡汉重臣反对时 他运用自己 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广博知识 一一加以反驳 另外 相传有一次 孝文帝与朝臣议论海内的 门帝和人物 遭到一位朝臣的爷爷 陛下不也是鲜卑吗 对此孝文帝没有丝毫不悦 而说这个人喝醉酒了 此后也跟从前一样对待他 在第三章 我们讲到出身华北第一名门望族 清河崔逊的崔成 在北魏开国皇帝 道武帝攻占后烟时 将鲜卑比作飞消 和怀疑而被视为大不敬 触怒了道武帝而被赐死 两相比较 可以看出 道武帝作为鲜卑人的意识 与孝文帝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阶级意识与孝文帝的民族意识 那么 孝文帝如此淡薄的民族意识 是如何形成的吗 在他成长的时期 正值社会文化环境 酝酿着巨大变动 随着建国初期以来 与汉文化的接触不断加深 北魏各种制度逐渐中国化 从而 鲜卑逐渐丧失其主体性 胡族社会发生的这些变化 通过其幼年和青年时期 所受到的教育 以及各种事件 甚至影响到其内在世界 前面说到的 他对中国古典文化 有着广博深厚的理解 正是这些影响的一种表现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正如以下所要探讨的 孝文帝对这种社会变动中 出现的胡族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 敏锐地做出反应 从而逐渐形成了强烈的阶级意识 而且这种阶级意识的存在 与其民族意识的淡泊之间不无关系 如前所述 孝文帝对胡族实施了性族分定 未能成为性族的相当一部分胡族 在后来被固定成在制度上具有平民身份的人 这说明孝文帝将胡族分成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两类人 而在孝文帝改革之前 鲜卑通过源于游牧时期制度的风俗的许多象征 好歹还能维系在一起 具有相互的连带感 经过前后的对比 孝文帝的性族分定政策 显示了他选择基于身份制原则的阶层社会 而非基于原先那种连带感的社会 换言之 孝文帝民族意识之所以淡薄 是因为他受到北魏社会变化的影响 而产生了阶级意识 孝文帝通过改革 抛弃了胡族的风俗 使国家各种制度全盘中国化 并大量启用汉人做官 然而在迁都洛阳之后 担任皇宫守卫的士兵跟以前一样 都是胡族士兵占大多数 这说明在其内心深处 仍然坚守着作为鲜卑人的意识 对汉人保持着警惕 不过 进军中给予胡族兵更多的编制 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孝文帝兼顾到当时社会的一个现实 至于骑马的胡族兵 比汉族兵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 同时也考虑到 有必要保证因迁都而移居到洛阳不久的胡族的生计 因此 这其中很难看到有征服王朝式的表现 另外 迁都洛阳后 担任皇宫守卫的各将军 大部分都有胡族出任 不过 这些胡族全部属于胡族的上层阶级 一般认为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 其原因在于 当时进军的大部分士兵都是胡族 以及对紧占全体胡族一小部分的上层贵族的重视 从对胡族上层的重视中 可以看出孝文帝身上受阶级意识的影响 民族意识有所偏离 然而 孝文帝极为鼓励胡族上层 与随着北魏国家的封建化政治经济利益 与胡族逐渐趋于一致的汉人贵族之间的通婚 实际上胡汉联姻因此非常盛行 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时 即使进军将官的大部分职位都由胡族上层出任 也不会因此夸大孝文帝的民族意识 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称为中华皇帝的志向 迁都洛阳后不久 孝文帝对陈下说道 孝文帝在文明太后死后 才当上名副其实的北魏皇帝 而我们从他所说的这段话中 却可以感受到 他希望超越北魏皇帝 而成为中华天子的气概 作为本章的结尾 我想介绍一下形刺的变更 这明确地展现了孝文帝追求成为中华皇帝 希望北魏成为中华帝国的雄心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 这五种要素 依据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观 即阴阳五行说 这五种要素构成了世界 王朝也各自对应着五行的其中一种要素 正如汉成火德 曹魏成土德一样 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 兴亡更迭 魏叔贾托拓跋式的先祖 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皇帝 皇帝 皇帝成土德而为王 因此拓跋式后裔自称为拓跋 在鲜卑语中 拓亦为土 拔亦为地 北魏建国当初 天空出现了锐照 有一颗黄色的星闪闪发光 因此 北魏的五行顺序及行刺 便定为从土德 通关从汉至十世纪赵颂的这段历史 可以说 北魏是称霸中原的王朝中的特例 曹魏、晋都 是接受前王朝的善让而建立的王朝 与之不同 北魏与后来蒙古族的元朝一样 不是通过前王朝的善让 而是由本民族建立政权的国家 这一点 是我们在思考北魏这一国家的特性时 应该注意的 如前所述 北魏随着与中原接触的加深 逐渐完成中国化 北魏建国初期 所议定采用的土德 可以说 也是中国化趋势的一种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议定土德时 并没有设想过 其前面的火德所对应的王朝 这种疏忽 在后来得到了弥补 北魏主张 本王朝承接的是 前秦的火德 视为土德 也就是说 西晋金德灭亡 前赵水德出现 前赵灭亡后 前燕木德出现 随后 前燕又变成前秦火德 前秦刚一灭亡 北魏建国 因此北魏行土德 然而 到了孝文帝亲政时 北魏的行刺 从土德改为水德 宣称 北魏是直接继承 西晋金德的王朝 这一变化 表面上看 似乎无关紧要 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是一次重大的改变 甚至影响到现在 我们看待中国历史的观点 五湖十六国这一时期 称谓的原理 通常人们用秦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等朝代 称呼中国历史上的 某一段时期 然而 春秋战国 五代十国这样的时期 却用不同的命名方式 进行断代 那么 五湖十六国时期的称谓 是基于何种原理 而形成的呢 一般认为 这段时期 是从西晋灭亡 到北魏统一中华为止 五湖引起 华北大乱的时期 那么 最早这一时期 划分是由谁提出的呢 既然说五湖 那么北魏 也是五湖之一的 鲜卑拓拔布 所建立的王朝 如果因为北魏 统一了华北 北魏以后的这段时期 就称为南北朝时期 这么说 不免有些牵强 北魏继承 钱秦的伙德 而为土德 而钱秦 又是继承了 钱赵 钱燕的行刺 而出现的政权 前面说到的 这么一种逻辑 实际上承认 五湖之一的匈奴 所建立的赵国 鲜卑所建立的燕国 低腔 所建立的秦国 和西晋一样 都是统治中原的 正统王朝 那么按照这种逻辑 绝对不可能产生 这么一种思想 以北魏统一华北为界 将此前的时期 和此后的时期 划分为五湖十六国时期 和南北朝时期 这是因为 五湖十六国时期的称谓 暗含着这么一种观念 这段时期 由于一民族的入侵 天下大乱 华北地区 不存在正统王朝 而南北朝时期的称谓 则是因为 人们认为 尽管南北两朝之间 存在争斗 但双方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正统王朝的资格 有了这样的理解 就会明白 孝文帝跳过了此前的五湖各国 而将北魏设为继承西晋 金德的水德王朝 这么一种改变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孝文帝决定 将北魏从此前的土德 变更为水德时 其背后存在着 认为赵、燕、秦等各国 都是建伟王朝的逻辑 也就是说 孝文帝认为 这些政权并非统治中原的 正统王朝 符合正统王朝资格的 只有统治中国全境的 先前的西晋王朝 以及统一了华北 目前正致力于 再次统一中国的北魏 换言之 此举可以说是拓跋鲜卑 主张自己并非五胡同类 北魏的强盛最终使得 这种逻辑成立 北魏作为正统王朝 也逐渐得到汉人的认同 被称为北朝 北魏末年有一本史书 十六国春秋 由崔洪所作 我们现在使用五胡十六国时期 称呼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本书 不过这种历史断代之所以成为可能 其根本在于孝文帝进行的行刺变更 所形成的断代观和时代认识 在这次行刺变更中 孝文帝展现了其非比寻常的决心 因为同时孝文帝也改变了北魏的太祖 中原王朝的皇帝在去世之后 后人用庙号和士号两种方式称呼他们 庙号是在宗庙历史奉祀时特起的名号 而士号则是根据其生平事迹 与品德修养而平定保贬的称号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归的庙号是太祖 士号为道武帝 孝文帝拓跋红的庙号是高祖 士号为孝文帝 太祖通常都是给予王朝创立者的庙号 称道武帝为太祖 表示他被视为北魏王朝的开创人 但在孝文帝进行行刺变更之前 北魏的太祖并非道武帝 道武帝此前的庙号只是列祖 此前被奉为太祖的是道武帝的曾祖父 平文帝拓跋玉律 拓跋玉律是西晋灭亡时 在北方拥有一百万骑兵 对南方胡适丹丹的拓跋部首领 孝文帝将太祖的庙号 从这么一位人物改到道武帝身上 意味着他对道武帝以前的领袖 与道武帝以后的皇帝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而且孝文帝通过此举 还试图严格区分道武帝以下的拓跋本家和以前的王族 我们在前面讲到 孝文帝的信族分定政策 将先卑分成信族和非信族两大类 在迁都洛阳之时 先卑又分成了移居洛阳和留守在原首都平城的两部分人 以太祖变更为中心的拓跋宗室的分类 以及同时进行的行刺变更等举措 与这些行事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你 让阅读变得简单 你 让聆听变得美好 你 让世界变得精彩 世界因你而美好 精致阅读 静雅思听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八 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一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朝 两读者小新 第八章 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北魏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洛阳的繁荣 在迁都洛阳五年后的四百九十九年 北魏孝文帝在讨伐南朝的征途中病逝 继位的宣武帝于五百零一年蒸发了五万余人力 在首都洛阳大兴土木 据实在 这座灰红壮观的都城 东西二十里 南北十五里 由三百余处礼房构成 其中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座桔篮 熙熙攘攘 热闹非凡 洛阳桔篮记 记述了北魏洛阳城的繁华 据书中记载 当时的北魏是个强大的国家 乃至从葱岭 以西到大秦 百国千城 无步追随 胡人的商队和饭客 每天都朝国境涌来 仰慕北魏风土 而到此定居的人不可胜数 当时 仅规划北魏的外国人 就有万余户 首都洛阳门向休整 家家户户的大门紧紧相连 清淮的树荫遮住了街道 绿柳垂在庭院中 天下很难得到的物资 全都汇聚于洛阳 宣武帝的皇后 灵太后 所创建的永宁寺 成为一派繁荣景象的象征 相传 从西域来到洛阳的僧人 菩提达摩 看见永宁寺 金盘炫日 光照云表 不由的口唱拿摩 合掌数日 自称 这座寺庙的精巧华丽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即便是走遍人世间 也很难见到 北魏与佛教 洛阳呈现出的景象 让人觉得 北魏确实是一个佛教国家 而北魏最初 与佛教的接触 并没有这么密切 在开国皇帝 道武帝进入华北之前 鲜卑与佛教之间 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接触 然而 在北魏进入华北之后 他们与佛教的接触 便逐渐增多 在五世纪上半叶 太武帝统一华北的过程中 北魏灭掉 十六国之一的北梁时 将那里的三千名僧人 迁移到当时的首都平城 从此 北魏作为佛教国家的特性 便显著地增强了 如第三章所述 太武帝在位期间 对佛教大加镇压 而到了其后的文成帝时期 佛教势力再度增加 确立了可称为 北魏国教的地位 众所周知 从这个时期起 在首都平城西郊的云岗 开始开凿迎见大型石窟 在孝文帝 宣武帝 以及孝明帝在位期间 佛教得到优厚的庇护 影响进一步扩大 正如前面讲到的洛阳城内 数量众多的茄篮 熙熙攘攘一样 呈现出龙盛的局面 尽管现在我们无法亲眼见到当时的凡盛的景象 但从孝文帝迁都洛阳时便同期开凿 一直持续到隋唐时的龙门石窟的宏伟气度 便可以感受到当时皇帝和贵族带头掀起的对佛教的信仰狂潮 据书中记载 四月初四开始的佛诞节 是以黄金和宝玉的庄严的佛像 被抬出来在洛阳城内巡游 初七日 都中登记在册的一千多余佛像 聚集到宣武帝建造的景明寺中 各佛像在初八日来到驴合宫前 受皇帝散花 事实 飘散的金花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 宝盖在天空飘扬如浮云一般 惊奇多得像树林一样 香烟像雾一般缭绕 范月和诵经的声音在天地间回响 在祭礼期间 吞刀吐火 地下出水 直早种瓜 虚余之间 接得时等各种异国的魔术杂技轮番上演 然而 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 当时的这种状况 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脱离了虔诚信仰的姿态 而退化成追求奢华的寺庙和佛像营造 消耗财力和民力的贵族式佛教 洛阳 是僧旨是僧旅是僧旅旅的第一粗行 而编撰经典迎见佛像 图的是得到他人的财物 他将这些人都赶下地狱 而让坐禅苦行和诵经的僧人升入天堂 这则故事说明 当时对于只在乎鄙视佛教知识 而忘了实践修行 热衷于修赐造佛的贵族佛教 已经存有批判 问题不只是出现在与佛教相关的事情上 洛阳城拥有国际色彩的繁华 并非只是表现在佛旦节上的特殊场景 而且是在城内以东西市集为中心 每天都在反复上演的景象 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 在市场周边修建住房 随着洛阳这个巨大的消费型都市的繁华程度日增 许多贵族和平民的生活 也逐渐变得奢华起来 然而另一方面 还有一大批被这个花花世界遗忘的人 在洛阳中央和北边的地方之间 在上层贵族和下层民众之间形成了落差 不久便演变成导致北魏王朝崩溃的原因 下面我们进一步对导致北魏崩溃的原因展开探究 太和谋反事件 如上一章所述 孝文帝的改革是通过重组北魏国家的贵族制 而实现中国化的过程 这一路线遭到以拓拔鲜卑为中心的北族的强烈抵触 在孝文帝时期 最大的抵触是发生于太和二十年的谋反事件 太和二十年十二月初八 孝文帝废了皇太子 两天后 北族的世家大族 陆锐 穆太等人作为主谋 发动了这次谋反事件 当初 他们挑头拥戴皇太子 而皇太子被废 也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关 此次叛乱 大部分北族旺门都牵涉其中 因此 对于北魏王朝而言 这是一种充满危机感的局面 不过 由于孝文帝先发制人 在事态刚刚萌芽时 便将其镇压 参与谋反的许多北族被肃清 与第三章讲到的崔浩贝珠事件中 朝廷的动作相比 当时是对汉族的肃清 而此次的对象则是北族 两相对照 象征性地显示出时代的巨大变化 然而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参与这次叛乱的人 大多并非出于反对北魏的中国化政策本身 其左证是 发动谋反的北族上层人士 在北魏的中国化过程中 正是走在最前面的先锋 据当时的史书记载 他们的不满大多是因为以下一些因素 孝文帝在施政中信任汉族官僚 听从汉族的意见推进改革 由此 北族上层人士之间弥漫着一种疏离感 尽管孝文帝的改革使他们获得了新的特权 但改革后取消了以前像皇族以外的人赐予王爵的做法 他们原来的一些特权被剥夺了 洛阳比平成热 出生于北方的北族难以忍受等等 换言之 他们的谋反是因为不满于既得利益的丧失所引起的 并未联合更广泛的北族中下层民众 说的极端一些 对于北族上层人士而言 中下层的人身份比他们卑贱 孝文帝旨在建立门阀贵族制国家的政策 将他们与中下层北族区别对待 设定北族上层可以与汉族上层通婚的家事 反倒是更受他们的欢迎 在这种形式下所产生的谋反 很容易被镇压下去 据当时的史书记载 北魏王朝方面也看得清楚 发动此次叛乱的人并没有什么大目标 然而不要忘了 这一事件在北魏的国家纽带中 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分享不只是与人同乐 分享不只是感同身受 分享更是一种态度 它在表达着你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 分享静雅思听给朋友 分享有温度的声音 亮出你的态度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八 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二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朝 朗读者小心 北魏莫的动乱 北族中下层的不满 此后 北族中下层民众对王朝的不满与日俱增 最终严重到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在上一章提到 孝文帝迁都洛阳时 把北族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迁往洛阳 一部分留在北方 从迁移到洛阳的人中选拔出称为羽林 虎奔的禁卫军 这一次动乱 便是由这些禁卫军 因对北魏王朝的不满而发起了行动 自北魏建国以来 构成北魏国军核心的拓拔鲜卑 变成了为北魏王家效力的中坚 为帝国的兴旺而竭力奋战 然而当时高官都被王室和胡汉的贵族所独占 而中下层官职则由汉人垄断 到后来 以拓拔鲜卑为首的中下层北族 逐渐被边缘化 在禁卫军羽林 虎奔中 广泛西纳 戴千户 也是为了消除这些刚迁居洛阳不久 陷于贫困的中下层北族的不满 并保证他们的生活 虽然这个时候同时还大力采取措施 录用戴千人士为文官 但这一举措却又计划了北族 和多数任职文官的汉人之间的暗斗 孝文帝去世大约二十年之后 在孝明帝在位初期 汉人出身的官员张仲宇上奏朝廷 建议改变官员选拔方法 排异五人 不让他们进入士大夫行列 这里所说的五人 指的是拓拔先碑为中心的羽林 虎奔等北族 张仲宇的这份排斥 北族的奏章 足以让羽林虎奔的将士感到愤慨 神归二年 他们走上街头大骂张仲宇 演变成袭击张仲宇及其父亲 北魏王朝要人张仪的行动 同伙的一千人首先袭击了尚书省 随后手持火把冲进张仪府中 将张仪拉出来 使他狼狈不堪 他们放火烧张府 将张仲宇之兄活活烧死 张仲宇和张仪好不容易出逃活命 张仪不久即死去 然而对于这场暴乱 朝廷仅仅处展了八个筑谋 而对其他人实施大赦 不再问罪 草草处理了这一事件 朝廷不得已采取的这种 稀释凝人的处理方式 反映出当时体制的松散 与危机的严重程度 有时之事则从中看出了王国的先兆 据时载 从北魏末年的叛乱中展露头角 此后建立了北极王朝的高欢 当时从北边的军阵作为信使来到洛阳 亲眼目睹了这场骚动 并且看到朝廷担心事态演变成叛乱 而不敢做出处罚 他们清楚地意识到 如果朝廷这样下去 今后会出现什么局面 于是返回北镇 广散家财 募集志同道合的人 为迎接乱世做好准备 北镇之乱 北魏的乱象 不只是源于带迁北族的不满 北方产生了更加严重的问题 自从拓跋步南进 在中国建立北魏王朝之后 柔然在蒙古高原迅速扩大 为此 北魏在北边设立了六镇 将以鲜卑为主的北族 中原的汉人豪族等安置在那里 使之承担起国境防卫的任务 最初 这些人都被当作国之栋梁对待 拥有免服税役的特权 许多人因立下军功而出人头地 然而随着北魏统一华北 并且与柔然的作战胜利的一方 总是北魏 北镇在北魏国家中的重要性 便逐渐减弱 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 国家重心难移 北镇由于距离首都非常遥远 住在洛阳的人们对北镇的关心 也就日渐淡泊了 在记述当时情况的文献中 可以看到有如下记载 北魏从建国开始便重视国土的防卫 由名门世家子弟承担这一任务 因此他们都豁出性命 尽忠职守 国家也相应给予特殊待遇 不仅提供官场晋升的机会 还免除其睡意 然而 到了此时 即使一生卖命操劳 最多也只能当上小队的头目 而同族前往洛阳的人 却成为贵族 荣险腾达 其状况与留守北方的人 天差地别 北镇的人被称为俯户 与身份卑贱的人 同等待遇 既无法进入官场 也休于与大族结亲 然而 在洛阳的同族人 荣险至极 这自然引起怨愤 希望北镇各地区 取消军阵制度 和中国内地一样 设置军限制 免除俯户的义务 使他们成为平民 在北魏前期 先卑以军事实力为依托 作为中国的统治者 高高在上 因此 先卑士兵与户籍 设在地方行政区化的 周线中的 普通汉人不同 他们的户籍 归属于北魏国内 各地的军阵 北镇的人被称为俯户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而北魏后期 所出现的上述情况 说明 受北魏王朝 中国化的时代 大潮的影响 士兵俯户的身份 已成为希望 被宽勉的对象了 从中可以看出 被发配到 以北镇等军阵地区的北族 其愤懑之情 有多么强烈 另一方面 北魏在前期 对在外蒙古一带扩张势力 并屡次入侵 北魏边赛的赤勒族人 进行了彻底讨伐 并将从中得到的 数量庞大的赤勒祥民 用作防卫柔然的兵力 据当时的史料记载 七总人数达百万之中 这些人也被安置在北镇 以用于北魏北边的防卫 北魏进入中原时 鲜卑军的总数 约为四十万 赤勒兵数量与之相比 规模非常庞大 另外 我们在第三章举例讲到 北魏太武帝 进攻南朝控制下的 虚夷诚实曾说到 五金锁浅斗兵 尽非我国人 城东北是丁陵与胡 乃是三秦低枪 涉使丁陵死者 正可捡长山 赵郡贼 胡死捡兵州贼 低枪死 正捡官中贼 君若杀丁陵 胡无不利 正如太武帝所说的 北魏的军事编制 由核心的鲜卑军 以及作为挡箭牌的 其他种族的军人构成 北镇的赤勒兵 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北镇的鲜卑尚且处于 如前所述的境地 人数更多的赤勒兵处境如何 大概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 这些人的不满终于爆发了 孝明帝正光四年 讨伐柔然的十万北魏军 无功而返 北镇的人见状 确实感到朝廷的无力 北镇之一的沃野镇的镇民 凶龙人破落看把领 杀掉了镇将 率先造反 同属北镇之一的 柔玄镇的杜洛州 淮硕镇的仙渝修礼等人 相继响应 叛乱瞬间扩大到北边全境 朝廷虽然答应改镇维州 将镇民从军级中解放 但为时已晚 叛乱已开始呈现出 向全国扩散的势头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耳朱容的登场 另一方面 对此做出反应 进行镇压的北魏朝廷 当时正陷入 政争不断 功能不全的局面 宣武帝 孝明帝时期的政治 随着皇帝和朱王权力的 不断强化 外戚 宦官 也逐渐成了两股跋扈的势力 雨林之变和北镇叛乱时 北魏的实权 掌握在孝明帝的生母 灵太后手中 正如上一节所说 按北魏的组制 皇太子的生母会被赐死 然而 由于孝文帝的改制 这一规矩不再实行 同时 也由于宣武帝的庇护 灵太后尽管是储君的生母 并没有被赐死 孝明帝即位后 她成了皇太后 由于孝明帝年幼 朝政的实权便一手在握 然而 太后甘政宠信宦官和进士 此后乱象不断 刚即涣散便无可避免 问题不仅仅是宫廷内部混乱 皇太后还滥用国家财政 修建四塔 极尽奢华 甚至数度游姓永宁寺 龙门石窟 松山等地 每次都要蒸发人力 使民众疲于应对 就在这样的局面下 北镇叛乱爆发 太后担心自己的不端行为 被孝明帝窒息 甚至杀害了孝明帝的进士 随着孝明帝年龄增长 日益对太后的言乱专权 感到憎恶 与太后一派的对立不断加深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武太元年 太后竟然为了自身的利益 而将皇帝堵死 历年仅三岁的元昭为帝 太后的这些行为 当然招致朝野的激愤 当时在山西北秀荣 扩张势力的武将 尔朱荣成为反太后的领袖 尔朱荣出身 汽湖族长的家族中 其先祖跟随着武帝称霸中原 立下功勋 后来率领部民来到山西省北秀荣地区 维持着与北魏王室的殷妻关系 成为当地一股潜瘾的势力 在北镇叛乱时 得知孝明帝驾崩的消息 尔朱荣痛斥太后一派的恶行 拥戴孝文帝之孙 常乐王袁紫幽 开赴洛阳 随后 要求百官到行宫上朝 追究天下大乱和孝明帝驾崩的责任 任由太后 少主元昭 皇族以下 一千三百人 遭受军队的杀戮 这场惨剧 史称 和音之变 此时 尔朱荣 已有篡夺北魏之意 不过 由于占卜 结果不如意 同时 意识到北魏尚未完全失去天下人心 而朱荣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重新拥戴 常乐王袁紫幽 视为孝庄帝 另一方面 卧野镇的破落汉八陵 发起叛乱 与之相呼应 南方的高平镇的 求帅胡琛 关中秦州成民 莫哲太提 莫哲念生 也揭竿而起 破落汉八陵的叛乱 瞬间 波及全部被震 不过 暂且被广阳王 袁渊 所剿灭 然而 朝廷将这个过程中 投降的 多达二十万 生活贫困的镇民 潜散到定州 冀州 迎州等地 以便解决他们的 生计问题 却使暴乱从北部边境 蔓延到了 北魏的新藏地带 此时 广阳王袁渊感叹道 此辈复为起活已 祸乱当由此而作 不久 难民在 先于修礼 渡落州的带领下集结 后集中到 葛荣麾下 组成一支 数量达几十万的 大军 尔珠荣掌握洛阳中央的 十权时 正是葛荣集结叛乱军之际 葛荣的部队 号称百万大军 向洛阳出发 虽然尔珠荣一方的军队人数 处于绝对劣势 但针对轻敌的葛荣军 尔珠荣 巧失妙计 在其进军沿线各地 布下扶兵 成功地击溃 葛荣军队 随后 吸取了此前的教训 让投降的士兵 自己决定去留 录用其中有才能的人 于是 乱途 很快 四散而去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破落汉拔林叛乱 所引发的华北大乱 被一举终结了 但事态并未就此平息 而继续有新的发展 在大乱中 尔珠荣 高欢 宇文泰等 魏莫英雄出现了 许多人逐渐认识到 北魏王朝的灭亡 近在朝夕 由于在葛荣军的大战中获胜 而朱荣的威势 越发变得稳固 相应的 其专横程度也日益加强 另一方面 魏莫大乱时 汉族名士高纪 在临终前对子孙说道 朱忧尘辱 朱辱臣死 今社稷殿威 人神奋怨 破家报国 在此时也 同样 身逢北魏末年乱世的 汉族名士 风龙之 发起了 秦王之号召 国耻家怨 痛入骨髓 乘机而动 今时其时 这种现象说明 于五湖十六国 到北魏前期时 汉族世大夫 拒绝承认 湖族政权相比 时代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北魏末年 汉族世大夫 竟然对北魏 产生了 秦王的想法 可以说 这种变化 让人感觉 恍如隔世 这其中 包括上一章考察的 北魏王朝 自身的变化 尤其是 孝文帝改革以后 急速出现的变化 然而 北魏王朝的威势 到这个时候 却只有依靠 掌握朝廷实权的权臣 才得以维持 而朱荣 成为奠定此后北齐 北周王朝根基的高欢 宇文泰的先驱 这些实权在握的人 高举秦王的旗帜 巧妙地操纵着 北魏王朝 逐步实现其 篡夺的野心 在这样的时局下 而朱荣 在自己的老巢 山西晋阳 遥控朝廷 在皇帝左右 安插自己的亲信 首都的动静 无论大小 尽在掌握之中 其势力不断膨胀 甚至公然发出了 不逊的言论 孝庄帝 是在谁的大力支持下 才登上帝位的 孝庄帝被尔朱荣的 这种僭越行为激怒 最终杀掉了他 却招来了尔朱荣 一族的反叛 结果 孝庄帝被尔朱赵 抓到晋阳 死于非命 然而 此时在尔朱荣势力中 展露头角的高欢说道 举兵犯上大逆不道 严厉地批判尔朱赵的行动 举起了秦王的旗号 结果 旧尔朱荣的势力 从此产生分裂 最终霸权被高欢夺取 权臣与皇帝之间的冲突 从尔朱荣与孝庄帝之间 转移到高欢 与其拥立的皇帝出地修之间 从又出现 高欢的出身 高欢自称是河北渤海郡条人 即与我们在第三章讲到的 北魏名臣 渤海的高允同族 而记载高欢所开创的王朝 是真正的 据实在 高欢自有佳贫 后来娶了一家富户的女儿为妻 才拥有了马匹 成为怀硕镇的队主 后来他从队主转任姓氏 来到洛阳 曾给洛阳的一位下级官吏 马翔当差 有一次 马翔让高欢吃肉 案里只能站着吃 高欢却坐了下来 立即被马翔斥责 还被鞭打受到了侮辱 前面我们讲过 北魏末年被灭称为 俯户的北镇镇民的穷苦状况 而高欢受到马翔的苛代 生动地表现了 洛阳官人是如何对待俯户的 不过 高欢在洛阳的生活 并非始终只有屈辱 目光敏锐的他 想必对我们前面讲到的 壮观奢华的洛阳城的光纤 和黑暗两面 都有充分的认识吧 另外 与林之变所导致的混乱 使他遇见到了北魏衰亡的征兆 于是高欢回到北镇 倾尽家产 招募同志 这段期间 他与司马子儒等 北齐建国的骨功人物 聚集在一起 后来造成南朝建康 从繁荣走向没落的侯景 也作为其中一员而出现 后来 当被安置到华北的北镇难民 在杜洛州和葛荣的领导下 再次叛乱时 高欢与其同志一起 先是投靠杜洛州 此后又投靠葛荣 最终成为尔珠荣的部下 随后逐渐展露头角 在尔珠荣发动和音之变时 一路同行 尔珠荣被杀后 高欢在与尔珠照进行继承权的争夺中 省除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八 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三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西魏和北周统治下的新动向 北魏分裂成东西魏 高欢掌握北魏的朝政之后 便以尔珠荣为榜样 给自己立了一个傀儡皇帝 孝文帝之孙平阳王元休 高欢和尔珠荣一样 以秦王为标榜 自己坐镇晋阳 掌控朝政 图谋篡夺 而被他扶上地位的平阳王 也跟过去的孝庄帝一样 绝不甘于做傀儡皇帝 厌恶高欢的专权 尝试各种各样的反抗 然而 孝武帝未能挽回北魏的衰败 他采取了一招起死回生的策略 出奔到当时在关中形成反高欢根据地的宇文泰那里 为此 高欢立即拥立了清河王的世子袁善贱 使之其位 结果 魏国东西两处分别有两个皇帝 统治华北一个半世纪的北位 至此分裂成东位和西位 迎奉孝武帝 获得秦王旗号的宇文泰 逐渐发展成 与高欢二分华北的一股势力 为北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据北周的史书《周书》记载 宇文泰出身北镇之一的武川镇 宇文是胡语 以为天子 宇文部当初 是与建立北魏政权的拓拔部 实力相当的大不足 在北魏开国皇帝 道武帝进攻中原时 归顺了北魏 宇文部在其首领宇文灵的时候 迁到武川 清代著名历史学家赵毅 在所著的《二十二史闸记》中指出 北周与随后的随唐的建国者 全部与武川镇有关 也就是说 随朝开国皇帝杨坚 是宇居武川镇的杨元寿的武士孙 杨坚的父亲杨忠 曾跟随宇文泰征战南北 而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 是宇居武川镇的李熙的四士孙 李渊的父亲李虎 也曾是宇文泰麾下一员大将 如此看来 北镇之乱宣告了北魏的下一个时代的到来 我们很容易注意到 包括怀硕镇出身的高欢在内 各镇英雄辈出 此后实现中国统一的随唐皇室 都出自宇文泰的势力 可以认为 北镇之乱在葛荣统合各镇势力时达到极点 随后 这股势力遭受尔珠荣的奇袭而瓦解 被遣散安置时 下一时期的主导者高欢和宇文泰这两个人中 高欢已在尔珠荣的部下展露头角 成为一名得力干将 另一方面 宇文泰原是葛荣的部下 在葛荣被尔珠荣击破后 归顺了尔珠荣 是庞戏人物 更有甚者 宇文泰在葛荣被打败后 被迁到尔珠荣的根据地晋阳 其兄宇文洛生被冤枉处死 宇文泰自己也几乎获罪 从这一些情况来看 宇文泰的处境可以说是非常不安稳的 不能与高欢相比 在这种环境中 他得到同乡及武川镇出身的贺拔岳的推荐 贺拔岳在尔珠荣进京以前便是其部下 他的兄长贺拔岳是宇文泰的父亲宇文公的盟友 贺拔岳以勇猛闻名 当时是尔珠荣手下的一名大将 宇文泰跟随贺拔岳奔赴关中 拼定高平镇出身的莫齐丑奴所起的叛乱 从这个时候起 宇文泰迎来了转机 贺拔岳镇压了叛乱 驻扎在关中 坚定了篡夺图谋的高欢 积度其战功与侯墨陈岳串通 杀掉了贺拔岳 当时宇文泰整合了贺拔岳的残部 大败侯墨陈岳成为关中的霸主 正好这个时候 北魏孝武帝从高欢的专权中逃出 来到长安投奔宇文泰 东魏西魏的角逐 孝武帝初走到关中时 随从的鲜卑兵不足一万人 洛阳的鲜卑兵大部分被高欢所掌控 再加上尔朱戎 葛戎的残部 北魏末势力的大半竟归高欢所有 换言之 比较当初东西的势力 高欢占有压倒性优势 宇文泰方面则显然处于劣势 以这种绝对优势为依托 在东西两位分立三年后的五百三十七年 高欢为了一举消灭西魏 亲自率军进入关中 在陕西魏水以北的沙院向宇文泰发动进攻 然而宇文泰方面拼死防卫 高欢遭受惨败 不仅如此 山西要地蒲板也被西魏夺取 高欢从根据地晋阳清朝而出 对西魏发动攻击 却陷入了不利的局面 然而 第二年宇文泰亲自率军进攻洛阳 与高欢麾下猛将侯景 在洛阳北面的芒山相遇 被侯景大败 这一冲击促使在沙院之战中 被俘而投降西魏的东魏诸将叛离 因此宇文泰的长安空潮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 高欢乘机迂回蒲板 计划从孟金渡黄河进攻关中 在芒山吃了败仗的宇文泰火速撤回长安 收拾了局面 有惊无险地避开了高欢的瑞丰 北齐和北周替代两位之后 这种状况仍然持续到高欢之子 文宣帝高扬在位时 据实在 北周开帕北齐的进攻 在黄河天险布下防线 乃至在冬天打碎兵面 以防止东军从黄河结兵面上过河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采用周理 然而历史的天平却逐渐向西魏和北周一侧倾斜 最终由北周灭掉继承东魏的北齐 并在北周的基础上建立了隋朝 这背后到底是哪些原因呢 一般认为 这是因为实力弱小 反而促使西魏和北周集团增进了团结 与高欢相抗衡的宇文泰的势力 包括他继承的拓跋岳的部众 和孝武帝带来的数量不多的兵将 而赫跋岳的部众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讨伐关中叛乱的末齐丑奴时 从尔朱戎军团中派遣的将士 另一部分则是末齐丑奴的残部 具有杂牌拼凑的浓厚色彩 另外由于魏莫的混乱 关中各地随处可见自卫性质的军队组织 其中甚至包括既非汉族 亦非胡族的八族士兵 为了整合这些混编集团 迫切需要采用促进集团团结的政策 在制定国事政策的过程中 关中武功出身的苏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苏绰作为宇文太的谋士可谓功劳卓著 其中最大的贡献是推行周关制度和制定六条诏书 周关是指中国周代的官僚体制 记载其具体官职和结构的周理 被奉为儒教圣典 贾托是周代实行的这套官制 为实现既正一致的政治形态 将周王统领下的各官职 分成宫中各官相关的天官 主管地方行政和教育的地官 负责祭祀的春官 掌管军政的夏官 管理司法的秋官 负责制作车辅 公使等的东官等六官系统 六官各系统长官以下设置270多个官职 并规定其职务和官员数 在这个时期实施周官制度 容易被人看成是 推行一种极端复古的时代错误的政策 这与明治维新时期 日本废弃武士政治 而实施太正官制的做法相似 然而正如宇文太之子孝敏帝 接受西魏工地的善让 而创立周王朝所表现的那样 明确地以周理为国策 以此对国家进行管理 使其运作 理亦是其谋视苏绰的主意 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制定国策时 如此执着于周理呢 周代制度原本与胡族毫无关系 因此 当五胡入侵中原 刚刚建立起胡族政权时 几乎没有考虑过遵循周理 然而到了我们第三章 第七章所论述的北魏时期 周理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制定国策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到了孝文帝的时期 逐渐采用了军田制 三掌制等以周理为典范的各项政策 注意到历史的如此演变 那么西魏北周时 对周理的执着和采用 可以说就是对孝文帝路线的继承 然而即便是在孝文帝时期 官僚制度也只是原用魏晋以来的官制 而并没有全面推行周代的官制 而宇文帝和苏绰 在孝文帝路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原用周代官制 在西魏时期推行了这种周官制度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所表达的意思 正是西魏北周继承和发展了北魏的国家政统 宇文帝的政权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团结 应对于东魏和北齐的战斗 苏绰制定的政策中包括六条诏书 六条诏书倡导 要求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做好准备 据说宇文帝要求各官员牢记这六条内容 不能领会其精神的地方官不得任职 推行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 而我们要注意的是其内容由六条组成 为什么值得注意 因为可以想见六条诏书和周里六官制存在一定的联系 周里的影响表现在理念和官制等各个层面 进而还影响到堪称当时最重要的军队制度 如前所述西魏先卑族的士兵很少 单靠先卑族军队很难与东魏的军事力量相抗衡 因此政府也从汉人中征兵 努力增强国军的实力 宇文泰在军中设立六位驻国大将军 六位驻国大将军以下各设置两位 共计十二位大将军 十二位大将军以下各设置两位开府一同 共计二十四位开府一同 组成二十四军 由六驻国十二大将军所统领的二十四军 最初是丞相府的直辖军 后来变成皇帝的进军 到隋代确立了十二位制 并发展成唐代的辅兵制 因此二十四军制被认为是辅兵制的源头 这种军队制度成功地集聚了湖汉的力量 为西魏和北周的兴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 国军以六十二二十四等六的倍数构成 这显然是源于周里的思想 天子六军的思想 即以一万两千五百人为义军 周王统帅六军 可见 西魏北周受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渊源 周里的浓厚影响 当我们思考 为什么会如此彻底的采用和推行周里思想时 却发现 把原因只归结到如前所述的 这些举措的推行 是为了向内外宣告继承北魏正统 提高国家凝聚力这一点上 说服力是不够充分的 周里确实记载了中国政治思想渊源的古代理智 然而 从汉到魏晋南北朝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随着时代的推移 周里日益与现实脱节 正因为如此 周里只是作为理念而被尊崇 在实际施政的过程中 尤其是与北朝同时期的南朝 几乎并未原样照搬 在周里的影响下 产生的军田制和三长制 并没有在南朝实施 便是明正 军田制得以在华北地区推行的背景 在于长期的战乱平仍 造成可供分配的荒地大量存在 这说明 长期的战乱导致了黄河文明的中心 华北的极大疲毙 也正因为如此 在国家社会的发展阶段 与后世相比仍处在未分化状态 既正合一的社会中产生的周里 才得以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采用 另一方面 对于这个时期的统治者 胡族阶层而言 由于周里的构成和内容都比较原始 因此反而容易接受 胡汉双方的这些情况 也构成了采用周里的基础 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 也不能忘记这一点 胡汉融合的状况 考察西魏二十四军制时 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情况以外 还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 即各军府的府兵都以该军府长官的姓氏为姓 这种习俗分植于胡族的古老传统 沿用所属部族首领的姓氏 在鲜卑、匈奴、乌丸等北方民族之间普遍可见 并被继承到北魏时期 下面讲到的一则故事 发生在隋末 隋末英雄李密 谴责誓杀隋阳帝的宇文化吉时说道 清本匈奴造立破野头尔 父兄子弟并受随士厚恩 这里 李密对宇文化吉提出指责的根据在于 宇文化吉的先祖原姓破野头 在北魏初年 跟随宇文寺斗归 后来便以宇文氏为姓 这说明 自北魏建国起两百多年以后 即使到了七世纪初叶 至少还保留有这种随主人姓的习俗 才有可能以此严于他人 换言之 西魏二十四军制 既包含有周历的传统 也沿袭了胡族的旧俗 当时的军人采用的是胡族的姓 正如史书的如下记载 卫世之初 统国三十六 大姓九十九 后多绝灭 之是 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 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 所统军人 亦改从其姓 孝文第十七 以拓跋先碑为中心的胡族 改变了此前 基于部族或士族名称的称呼 采用了汉族式的单字姓式 如王室拓跋为元氏 贺兰为贺氏 丘木陵为木氏 然而 经过魏莫的混乱 到了西魏和北周同志时期 胡族又重新恢复了胡姓 那么 能否认为这种现象 是回归到孝文第改革以前的时代呢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这么认为 不过 考虑到如前面所述 西魏和北周 标榜 以汉族政治思想渊源的周理 为国策 具有周理国家的特征 从中还是可以看到 时代的发展 宇文太之子 灭掉北周宿敌 北齐的武帝宇文雍 是有名的灭佛皇帝 与北魏太武帝等 一起并称历史上三五一宗 他在灭佛时 声称自己并不是五胡 佛生西域既传东下 元齐封教书乖中国 汉魏尽士似有若武 五胡乱志风化方圣 朕非五胡心无尽士 既非正教 所以废之 武帝受北镇之乱后 当时形势的影响 能够自如地使用鲜卑语 当时他还将自己 对国军发布的军令 汇编成一本鲜卑号令 周五帝姓宇文 自如地使用鲜卑语 却说自己不是五胡 以魏晋时期的观念来看 显然是矛盾的 这与西魏 北周一方面标榜周理主义 另一方面 却又重新恢复胡姓的做法 倒也相符 这说明 当时的情况 有别于魏晋时期 胡汉的树立 呈现出胡汉融合或混杂的局面 同时存在着 基于这种局面的中华意识 我们在第三章讲到的 北魏太武帝时期 也存在与此相似的情况 即太武帝一方面 有着强烈的鲜卑自我意识 另一方面 却将汉族地区原生的道教 确立为国教 并将自己比作真人 即道教中的圣人 改缘太平真君 由于佛陀不是汉人 因此 五湖十六国时期以来的 胡族君主 将佛教作为与自身相连的宗教 对之保护后代有加 尽管如此 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 却以中华皇帝的姿态 对佛教大加镇压 这种所谓新的中华的出现 与五湖的中华意识之间的关联 我们在下一章将进一步论述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完满 这是我们的信仰 敬牙自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八 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四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朝 朗读者小新 北周五帝与华北再统一 东卫北齐的动向 在北镇之乱中诞生的 一代英雄高欢 于五百四十七年 在讨伐西卫的途中去世 其子高成成为继任者 早在高欢生前便扬言 高欢要是死了 我绝不能与先卑小儿共事的 怀朔镇永将侯景 在高欢去世时 人在河南 他得到这一消息后 便劝诱东卫诸将谋反 然而 临终前已对侯景的叛乱 早有预知的高欢 留下一言 如果侯景谋反 可将名将慕容少宗 召回退敌 高成一计行事 侯景的野心不堪一击 被迫投降南朝 并进而 又发了侯景之乱 有关这部分内容 我们在第五章 以作论述 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正是巧妙地控制住 以侯景为首的 在北镇之乱中 历经百战磨练的军人 高欢的势力 才得以维持 当时的史书将这些军人当中 登上高位的人称为薰贵 从地权一方看来 这些人的存在 构成了地权完全伸张的阻碍 为此 地权任用汉人官僚 以压制薰贵的势力 而这种压制 势必引起薰贵阶层的抵触 可以说侯景的叛乱 也是因为这种对立而产生的 由于高城在临近禅让时 突然去世 齐帝高扬接受了东魏的禅让 于五百五十年及皇帝位 文宣帝虽然留下了 修订东魏时期制定的法律 临止阁 以及击破北方薄姓的突厥等业绩 但由于前面讲到的 对薰贵阶层的压制 再加上他自身个性暴虐 在其在位的后半期 文宣帝杀掉了许多官员 和魏的宗室 原氏族人 有的还是他亲手所为 反对这种行为的薰贵阶层 废掉了文宣帝死后继位的高音 由常山王继位 孝昭帝一改文宣帝的路线 尊重薰贵阶层 这一路线也被下一任皇帝 五成帝所继承 然而 薰贵的专横成为国家不稳定的因素 与帝权的伸张相抵触 因此薰贵阶层与基于中国政治理念 致力于伸张帝权的汉人门阀 官僚之间的暗斗 在北齐后期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 再加上和世开等当时被称为恩姓的 出身卑贱 平步青云的皇帝宠臣集团得势 这些势力之间的斗争有增无减 北齐的凝聚力严重下降 在这个过程中 甚至淮南地区也被南朝梁之后 势力较弱的陈朝所夺取 到了北齐后住时期 与和世开联手图谋权力伸张的汉人官僚足艇 加强了对勋贵的攻击 然而 这时被视为北齐军事力量象征的名将 胡绿光被杀 北齐的凝聚力进一步降低 此后 成功削弱勋贵势力的汉人门阀势力 又与恩姓势力彼此对立 混乱不断发展 乃至当时汉人势力的根据地 文领馆的汉人官僚多数惨遭杀害 北周五帝发兵讨伐北齐时 北齐正处在这种内乱纷争当中 北周五帝统一华北 五帝宇文雍是宇文泰第四子 据实在 宇文泰对他的评价是 成无智者此而也 齐兄冥帝被掌握朝政大权的堂兄 宇文护示杀后 被宇文护推上帝位 五帝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 都受到宇文护的智肘 宇建德元年 五帝终于杀掉宇文护实现亲政 如前所述 五帝在位期间 发动了被列为所谓三五一宗法难的灭佛活动 通过这些行动 他取缔了道教和佛教这两种宗教的组织 另一方面设立称为通道观的寺院 将如佛道三教统一到国家权力之下 我们在本章开头就洛阳佛教的兴盛与腐朽的部分进行了论述 五帝的宗教政策是对佛教整体堕落的否定 旨在确立皇帝权力对宗教的控制 另外 五帝还通过大规模募兵 增强了辅兵的军队 当时他还实施了一项政策 将此前对士兵的称呼改为士官 士官意为皇帝的近士 将府兵称作士官 意味着将府兵视为具有皇帝直属名誉的战士 前面我们在讲到西魏二十四军制时指出 这种军制在汉族式的编制原理基础上 同时还混有起源于胡族的因素 而我们从士官的称呼中也可以看到胡族的传统 因为当时士官的称呼 太多用在对第七章论述的北魏内朝官的称呼上 另外 还因为在原本胡族的世界中 士兵作为其共同体的战士 是有名誉有地位的人群 另一方面 从汉民族的立场来看 正如兵户之子 仍为兵户这种世袭兵户制 所清楚地显示的那样 魏晋以来 中国的士兵与一般的民户有所区别 甚至还遭受歧视 北镇之乱前夕的镇民之所以被称为俯户 而遭受歧视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北魏王朝整体中国化的过程中 这种思想也渗透到北魏体制之中 然而五帝把魏末的混乱中成长的士兵称为士官 并且在与北齐一决雌雄的战斗中 身披甲咒 不断身先士族地冲入敌阵中 这种行为与中国的皇帝为自身安危 而从不献身大军前线的做法大不一样 在胡族的世界中常常要求首领一马当先 以充分发挥领导力 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各代的皇帝大多会采取这种行动 在国内的文化军制等整顿齐备之后 五帝着手解决其最大的政治课题 出兵征讨北齐 如前所述 北齐当时政治混乱到了极点 北周趁势于五百七十六年底 终于攻下了北齐重镇晋阳 进而在第二年攻陷了北齐首都叶 至此成功统一了北魏末年以来 混乱之极的华北全境 然而不久五帝病倒 仅三十五岁便英年早逝 五帝在其遗诏中说道 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贵 今构极大剑 力气稍微 有志不深 以此坦息 说出了在位期间 未能实现天下再度统一的遗憾 五帝的夙愿 在其后大约十年之后 由接受北周善让的隋文帝实现 静雅思听倡导这样的阅读理念 读书不要贪多 而要求精 所以我们坚持只把最好的书呈现给用户 让大家能够把有限的阅读时光 交付给最值得的对象 永远与智慧相伴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九 古代东亚与日本的形成 一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新 第九章 古代东亚与日本的形成 在前面八章的考察中 我以中国史的观点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事项进行了论述 然而 这段时期还包含有许多中国史的框架 无法容纳的问题 另外 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分析的那样 理解这些中国史框架下无法容纳的问题 对于深入理解这个时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因此 我们在此稍微将视野放大 从这一时期东亚全境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角度 对加在秦汉和隋唐这两大统一国家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进一步做深入考察 所谓的三国时期正指日本历史上的野马台时期 南北朝时期则被认为是日本应神天皇和仁德天皇的时期 那么 古代日本从野马台国到应神和仁德天皇时期的历史发展 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 出于对上述问题的关心 首先 我们对有历史关联的问题进行考察 众所周知 追溯日本古代国家形成根源的江上波夫学说 存在一种 起码民族国家论的观点 这一观点认为 在本眷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擅长起码技术的民族沿朝鲜半岛南下 来到日本列岛 征服了土著势力后 建立了新王朝 本章的目的并非在于讨论这一学说是否正确 不过 正如前八章所论述的那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华北动乱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巨浪 的的确确对周边各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在东亚动乱的这个时期 日本如何应对 进而这些又对其历史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问题的解答自然与理清日本这个国家的形成过程 即现今日本的根源不无关系 日本和Japan这两种称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均不存在 换言之 日本这一国家称谓的出现是在这个时期之后的事情 当时的日本与后来日本的领域并非完全重合 被称作窝国 在记录东汉时期历史的后汉书中 有记载古代日本的部分 书中写道 公元107年 窝国王率生带着贡品前来朝贡 另外 现藏于九州福岗县太宰府天满宫的卷轴国宝韩院中 也引用了后汉书的内容 记载同一件朝贡事件 记为《窝面上国王师生》 韩院是成熟于中国唐代的书籍 原本共有三十卷现已散议 太宰府天满宫所藏的部分 是其中第三十卷的写本 据认为是在《平安初期》抄写的 此外 同样是中国唐代所作的书籍通典 同样引用了后汉书的内容 即为《窝面土国王师生》 至今 许多研究者仍然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 很感兴趣 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 存在两种观点 一是 二世纪初的时候 乌国以某种形式实现统一 并存在统治全境的国王 二是 情况并非如此 在此阶段统一的乌国尚未出现 因此 乌国王亦不存在 存在的是 乌国土地中的一部分 窝面土的国王 正如 获赐志鹤岛金印的 汉伟奴国王那样 不过 在《卫志窝人传》中 关于悲称忽前史的事件 有如下记载 齐国本义以男子为王 驻七八十年 窝国乱 相攻伐 历年乃共立以女子为王 名替悲迷糊 为亲卫窝王 甲金印紫寿 换言之 仅就后汉书和《卫志窝人传》的记载而言 可以看出 在《卫王碑迷糊》出现之前 日本已存在男性的《卫国王》 换句话说 存在具有一定政治组织的《卫国》这样一个国家 而国王也在《卫迷糊》出现之前已经存在 只是后汉书中并没有记载 这个国王是否作为中国皇帝的臣下 被册封为《卫国王》并授予验寿 著名的汉卫奴国王的验寿之授予 尽管只有短短的一句记载 但考虑到在后汉书《卫传》中 这段记载后面紧跟着师生前史的事件 可以认为 当时师生很可能还不是作为中国皇帝的臣下 被册封为《卫国王》 在率生之后 卑迷糊向三国时期的卫国派遣使节 被封为《卫王》 实际上这一事件 意味着《卫国》作为一个整体明确的 被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之中 秦代史在中国历史上 首次统一中国的史皇帝 新创了一个称号 皇帝 用作中国统一后最高统治者的称呼 并将自己置于第一代皇帝的地位 因此 此前用于称呼一国元首的王 成为赐于皇帝的称号 此后成为由皇帝分封的角色 换言之 在秦始皇以后的中国 王 绝非相当于西方中意味着第一把手的king 而是皇帝的陈属 秦汉之后 中国皇帝除了国内之外 一对追随自己的国外元首 赤锋以王的称谓 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例如 因智赫岛金印而闻名的 奴国国王 便是在东汉光武帝时期前去朝贡 被封为奴国王的 从中国一方看来 这意味着 奴国王成为中国皇帝 所主宰的世界秩序内的臣下 另外 卑弥乎被魏朝封为亲卫窝王 而卑弥乎对此欣然接受 这与奴国王的赤锋 具有同样的意义 只不过 卑弥乎被封为窝王 意味着 这种秩序并没有像奴国那样 只限于日本的一部分区域 而是涵盖了 卑弥乎统治的整个窝国 卑弥乎 前史时面临的时代背景 是当时的东亚存在围绕着 未属无三国展开的 复杂的国际关系 其详情在第四卷 《三国治的世界》中进行论述 因此我们这里从略 只是确认一点 与制鹤岛金印时期的奴国 作为日本列国内的一个割据政权 参与中国的世界秩序不同 窝国是以野马台国 奴国 伊都国等联合国家的形式 作为中国的朝贡国 而加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 国际秩序中的 下文将对此后 东亚与日本的关系的实际情况 进行深入考察 本内容由静雅思听网站制作出品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不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九 古代东亚与日本的形成 二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迷一般的四世纪 野马台国以后 窝国是以野马台国为中心的 国家联合 众所周知 当时日本列岛内还存在一个 与这一国家联合相抗衡 乃至拥有凌驾于其上的 势力的国家 即狗奴国 我们不应忘记的是 与野马台国名中 野马 碑迷糊称呼中的碑一样 狗奴 这种称谓显示了当时 魏朝对窝人地区的看法 姑且不管这些称谓 且说 狗奴国对窝国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窝国不得不向魏朝寻求援助 窝国向魏朝报告了狗奴国的攻击情况 为此 窝朝身为宗主国 向窝国和狗奴国的战争现场派出了一个名为张正的使节 作为皇帝的代表 发布了命令对方停止攻击的习文 后来 碑迷糊去世 窝国虽一时陷入混乱 但在碑迷糊的族人 一语即位后 便与中国建立了与碑迷糊时期一样的关系 窝国向中国派遣使节 一直延续到继承魏朝大统的西晋时期 然而 向中国王朝派遣使节的做法 到266年便戛然而止 换言之 从碑迷糊到一语时期 窝国向中国的前使 始于239年 终于266年 其间持续了27年 随后 413年 窝国再次向中国派遣使节 时隔100多年 这100多年 可谓是民意般的四世纪 中断前使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长期处于对立关系的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恢复邦交 至今也已过去了30多年 众所周知 这一次恢复邦交 与越南战争结束等当时国际局势紧密关联 而当年 浅唐使的废旨 是根据坚援道真提出中国内部混乱的情况 而做出的决定 另外 悲迷糊向三国时期的魏朝前使 既不是发生在238年 也不是发生在240年 而是选在239年 也绝非偶然 这种决策与当时朝鲜半岛的形式密切相关 按照这种逻辑 那么可以说 从266年到413年 日本和中国之间长期没有政治往来 肯定存在着与国际时局有关的重大原因 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 是双方交往断绝的直接原因 被迷糊得以前使的直接原因 恐怕还是因为东汉末年在辽东半岛长期割据 妨碍了日本和中国之间交往的 由公孙度建立的公孙式政权 于238年被魏所灭 其二 是时间跨度稍长的因素 自向东汉前时以来 日本时隔多年 在悲迷糊时期 又恢复向中国派遣政治使节的原因中 包含了当时倭国上层 对国际形势的研判 在东汉末年的混乱之后 魏晋政权重新收拾旧山河 中国出现再度统一的趋势 倭国需要应对新的局面 从这种宏观的角度来看 可以说 266年以后 倭国长期停止 向中国前使的最大原因在于 前使的目的地中国自身出现了混乱 正如本卷前面八章所论述的那样 始于东汉末年的混乱到三国归尽后 中国又陷入了比东汉末年的混乱 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八王之乱 永家之乱等无休止的大混乱之中 这场大混乱基本上持续了将近三百年 到了隋唐统一中国之后才宣告终结 也就是说 这种混乱的局势 可以说是日本方面没有前使的最大原因 然而 我们设想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正如我们在前面第二第三章所述 八王之乱 永家之乱造成的中国崩溃 同时也是魏晋所构建的世界秩序的崩溃 我曾在前些年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 在苏联解体前后 以东欧为首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崩溃了 甚至可以说 这种国际政治的巨变 也使日本国内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 时至今日 于波未止 刚才我们论述了 苏国加入了以魏晋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 而以魏晋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崩溃 对华北 华南 西域等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前面已经进行了考察 如此看来 这种崩溃的影响当然也会波及苏国 在所谓民意般的四世纪这段时期 窝国各地建造了前方后园的巨坟 包括马具等在内的铁制武器得到广泛使用 这些情形不能说 与当时世界秩序的变动没有关系 那么 为什么在266年 日本又中断向中国前使了呢 266这一年 正值蜀国灭亡 西晋建国 而吴灭亡 中国再度统一 是280年的事情 这段时期 西晋的国力非常强盛 找不出 为什么这时 窝国停止前使的原因 另外 八王之乱发生以前 西晋作为统一的国家 贵族文化一派繁荣 因此 事实上目前我们尚不清楚 前使中断的原因 从266年到八王之乱 永家之乱 是西晋王朝陷入混乱之前的这段时期 窝国有充分的可能性 向中国派前使节 如此看来 这段空白只能推测 是因始料缺失造成的 就目前而言 我倾向于将三世纪下半叶 前使中断的原因 解释为始料的缺失 但是 永家之乱以后前使的中断 恐怕就不能归结为始料的缺失了 如前所述 窝国再度向中国派前使节 已到了413年 实际上从266年算起 时隔147年 在这147年间 窝国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 野马台国后来又如何呢 这段时期建造的许多巨型古坟 到底有什么含义 据认为是四世纪从百计带回的七支刀 向今天的我们传达的是什么信息 五世纪初夜建造的好泰王碑 记载了四世纪下半叶 窝人在朝鲜半岛的活动 这又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 这些问题一直讨论至今 然而七支刀本身 是否真是四世纪带回日本本土的呢 好泰王的碑文 本身是否被人篡改过 诸如此类的问题 并非能够轻易解决的 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 因此这段时期 就被称为民意般的四世纪 另外 建造了仁德天皇陵 古坟等巨型坟墓的政权 是由野马台国发展而来 还是继承了野马台政权的势力 与朝鲜加深关系 是否只是为了确保朝鲜半岛的铁资源 好泰王碑文记载的窝 是否属于大和的势力 对于如此种种问题的解答 只有留待今后了 我只能肯定地说 这段时期 东亚局势的变动 对日本确实产生了影响 日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政权 这一政权凭借着实力 加深了与朝鲜的关系 同时 这种权力 亦与如今日本的天皇家不无关系 此后 日本进入了 窝武王的时代 静压私底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零九 古代东亚与日本的行程 三 作者川本方昭 译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新 窝武王时期 前史恢复与东亚的国际局势 根据记载 中国南朝宋的历史的宋书 窝武王是指窝国五位留有名字的王 赞 真 记 兴 武 窝武王的时期 日本恢复了向中国派遣使节 但史书上却对前史恢复的原因 只字未提 我们从这处记载只是可以知道 这次恢复前史的时期 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初年 也就是说 在以华北为中心的大混乱中 出现的统一华北的湖族政权和南方的汉族政权 这两大势力逐渐形成对立的形式下 日本重新向中国派遣使节 诸葛格孔明和司马仲达之间 于234年在武藏元对战后 蜀国逐渐衰弱 魏国势力则日趋强大 而魏和吴 在对日本也有重大影响的辽东地区展开的角逐 眼看魏国就要取得胜利 被迷糊前史正是发生在这种形式下 按照这种逻辑 我们不由猜想 五世纪初夜出现了某种国际形式的变化 从而影响到日本向中国再次前史 审视五世纪初东亚的局势时 我们会发现 当时出现了一位英雄 建立南朝宋政权的刘裕 刘裕在建立宋朝前是东晋的将军 为了收复被异族夺去的汉族的故土 中原地区 他从江南起兵北伐 途中他灭掉了割据于山东半岛的 鲜碑慕容部建立的南烟 其实为410年 三年后 窝国重新恢复前史 刘裕在灭掉南烟之后 从山东西进到达洛阳、长安 灭掉低族建立的后勤政权 暂时收复了中原地区 随后回识江南 接受东晋的善让 建立宋朝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 刘裕宫县山东到底具有什么意义 古代从日本前往中国所走的路线 主要有三条 一 渡过对马海峡后 经朝鲜半岛从陆路进入中国 二 同样渡过对马海峡后 顺着朝鲜半岛沿岸经海陆北上 等待季风横渡黄海 到达中国的山东半岛 三 从九州出发 横渡中国东海 中间不做停留 直达江南 其中 由于当时与沃国处于敌对关系的 高沟里 从中阻挠 很难采用路线一 路线三 在沃武王的时期 倒也可能会被采用 然而 这条被称为南路的路线 从沃武王时期 到三四百年后的浅唐使时期 都有过数次渡海失败的记录 再加上 考虑到浅随使和早期浅唐使行走的 都是被称为北路的路线二 那么可以认为 这也是沃武王时期的主要路线 另外 经由路线二到达山东半岛的 沃武王的时节 在到达中国后 一般通过陆路或内陆水路 前往南朝首都建康 不过 沿山东半岛从海陆南下 前往江南 则意味着舍弃由中国方面引路 保护的安全途径 同时还需要克服江苏省沿海 到长江河口之间 沙洲很多的困难 现在的黄海沿岸 有大沙 长沙 北沙等多处浅滩 与现在相比 沃武王时期 江苏省的海岸线向内陆回缩 五十公里左右 现在的海岸线是黄河 长江所带来的大量泥沙堆积形成陆地的结果 此处海岸线在蒙古族建立元朝政权以后 急速向东推进 再考虑到 元人在唐代前往中国时 所乘船之触礁也发生在附近海域 我们可以推断 五世纪时 从江苏省沿海 驶往长江河口的航行 并非易事 也就是说 沃国武王时期的使节 前往建康时 主要都是经海陆到达山东半岛之后 避开江苏省沿岸的海域 前往江南 这种判断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高沟离恢复前史 刘裕北上具有如此意义的山东 灭掉了割据此地的南烟 恢复前史的五世纪初 正处于一个过渡期 在第三章所论述的 肥水之战 引发的前秦政权崩溃后 华北 华中 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变动 逐渐形成 北朝和南朝 这两大势力对立的格局 下面 我们按时间顺序 将肥水之战后发生的具体事件 梳理如下 一 386年北魏建国 二 随着北魏势力的扩张 397年后烟政权崩溃 三 南烟北烟建国 四 刘裕北伐 南烟后勤灭亡 从这些局势变换中 寻找他们与日中往返路线的关系 可以推断 410年山东半岛的南烟政权的灭亡 对包括朝鲜 日本在内的东北亚政治形势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里需要加以注意的是 提到413年 窝国恢复前史的记载 原文如下 试岁 高沟黎 窝国 及西南一同头大师 并献方物 从中可知 这一年 高沟黎也跟窝国一样 向江南的东晋派遣了使者 而且这是高沟黎时隔七年之后 向东晋前史 另外 如前所述 他从现存史料来看 窝国的前史 是自266年以来 时隔147年 重新恢复 朝鲜和日本 这两个邻国 向中国的前史 中间同时中断了 相当长时间 这么看来 上述高沟黎和窝国的恢复前史 极有可能是由同一种因素引起的 将这种情况与前面所述的路线问题 南烟的灭亡等结合考虑 我们几乱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 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南烟政权之前的山东半岛 相继由前烟 前秦 后烟等 非汉民族政权所统治 与窝国在朝鲜南部 争夺霸权 而展开激烈对抗的高沟黎 其行动受到与西方接壤的 这些王朝的强烈制约 413年 当高沟黎再度向中国前史时 原来在西部牵制高沟黎 由鲜卑慕荣部所建立的后烟政权 以在和新的中原霸主 北魏的斗争中 落败而亡国 后烟之后的北烟 由于其建国者慕荣云 带有高沟黎人的血统 因此与高沟黎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另一方面 继后烟之后成为华北霸主的北魏 在灭掉北烟之后 于436年前后 将势力延伸至高沟黎 换言之 正是在410年由刘玉控制下的东晋灭掉南烟 将深入渤海和黄海的航路要冲 山东半岛收入版图之后不久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 高沟黎恢复了前史 对于高沟黎而言 这是一个新出现的巨大威胁 因为当时高沟黎趁中国内部混乱 将原属于中国领土的辽东地区 纳入本国疆域 而刘玉的北伐军 正是打着从一族手中夺回汉族领土的旗号 并且实际上正在逐一收复失地 先后灭掉南烟和后勤 换言之 高沟黎的恢复前史 可以说是对东晋正在向一衣带水的渤海对岸 扩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局势 所做出的应对之策 同时 刘玉的北伐 亦是宣告过去周边各国派遣使节的目的地 东亚文明的中兴 晋的复兴 高沟黎的恢复前史 也带有因应这种趋势变化的含义 就应对东晋复兴的势力扩张这一点而言 可以说 窝国或多或少 也与高沟黎处于同样的立场 但如果从窝国方面来看待高沟黎恢复前史的意义 可以想见 窝国之所以也向东晋派遣使者 除了是为了应对上述东晋复兴的趋势之外 还兼待有别的意图 即窝国希望通过恢复前史 利用势力延伸到山东半岛的东晋南朝 牵制常年的宿敌 高沟黎 将朝鲜半岛的局势 引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 这是事关窝武王整体外交战略的问题 下面我们通过对日本国内出土的铁剑明文等具体文字史料的分析 对此稍作深入考察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道河山的铁剑 从祁玉县邢田市 祁玉丰土记之秋的道河山古坟出土的一把铁剑 其正反面发现有金巷嵌的一百一十五字的明文 明文中首先刻着新亥年七月中继的时间 接着记载了明文的主人公呼获居上诉至义父彼鬼的八代先祖戏谱 铁剑反面的明文接着记录了这样一段内容 呼获居一族 从其先祖起 便世代担任卫队首领 呼获居一承袭此位 辅佐霍家多支鲁大王 在撕鬼宫时的统治 奉命锻造这把刀 并刻明文以作纪念 此后的研究表明 开头的新亥年为471年 霍家多支鲁大王是窝武王的最后一个王 窝王武 即雄掠天皇 这里我们想探讨的是 明文中出现的治天下三个字 从字面上讲 治天下即统治天下的意思 那么这段明文说的便是呼获居 辅佐 或加多支鲁大王统治天下 实际上 通过对道河山铁剑明文的解读 此前未能充分理解其意的 雄本县 玉明郡 橘水丁 船山谷坟出土的 铁刀明文也得到解读 研究者指出 该段明文应断句为 治天下 霍家多支鲁大王是 换言之 这两处明文都记述了 霍家多支鲁大王 是统治天下的大王 据此推断 窝王武是统治其治下领域的 窝国首领 而这里的天下 与支田信长 封臣秀吉治天下中的 天下意义相同 由此看来 如果以现今日本人的 一般思维做参照 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 天下这个概念 原本是产生于 中国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天底下 广阔的人间世界 而得以支配天下的 只有承受天命的皇帝 这一个人 这是中国的思维方式 因此 正如三国志所记载的 时代那样 位属无三国 各自都出现了 自称为皇帝的人 这并非常态 各个皇帝都认为 自己才是真正承受天命 均临天下的皇帝 而诈称 成天命而建称皇帝的 应该天主地灭 或加多之鲁大王 被认作是 窝武王的最后一个 即 窝王武 那么 作为治天下大王的 窝王武 便是在 道河山铁建 明文所记载的 五世纪下半叶 成为 与中国皇帝不同的 另一个天下的 统治者 宋书 窝国传的记载 然而 现在中国方面 存留下来的文献 即 宋书 窝国传的技术 却与铁建 明文的技术 存在着重大差别 宋书 窝国传 收录了 窝王武 于478年 成递给中国南宋的 宋顺帝的 上表文 窝王武 即471年所刻的 道河山铁建 明文中 记为 治天下的 霍家多知鲁大王 在478年的时候 向定都建康的 宋顺帝 成递了上表文 自称 微臣虽然身份低下 而且愚笨 这种语气 不止此处可见 而是贯穿 通篇上表文的 一种风格 这篇上表文 可以翻译成 如下意思 陛下封给我的国家 在中国看来 他地处偏远 在外面 修建翻平 自古以来 我的先祖 披着甲咒 亲自跋涉于山洞间 一刻也未曾休息 在东边 蒸伐了毛人居住的 五十五国 在西边 征服了 夷迪迪的六十六国 渡海 平定了北边 九十五国 最终 陛下统治的 世人大志 陛下的领土 扩展到 遥远的地方 我们世世代代 每年都向您朝贡 不敢有所懈怠 微臣虽然身份低下 而且愚笨 却谨记先祖的教导 希望率领属下臣民 归顺陛下所代表的 天的忠心 道河山铁建名文中 出现的 至天下大王 霍家多之鲁 与宋书记载中的 窝王武的形象 竟然存在这么大的差异 这是为什么呢 分享不只是与人同乐 分享不只是感同身受 分享更是一种态度 它在表达着你的生活趣味 和价值取向 分享静雅思听给朋友 分享有温度的声音 亮出你的态度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09 古代东亚与日本的行程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与小朝 朗读者小心 窝国与天下 古代日本中华意识的形成 霍家多之鲁一方面 自称为至天下大王 另一方面 却向宋称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呢 比温武王向南朝宋 前史稍晚 小野妹子在隋代 作为潜隋史 前往中国的时候 曾向中国的隋阳帝 递交了如下内容的 著名国书 日出处天子智书 日末处天子无恙 这里出现的智书一词 是在向对等关系国家 承送书信时 使用的特殊用语 另外 天子一词 是承接天地命令 统治天下的皇帝的别称 在潜隋史 所承送的国书中 当时的窝国 使用了这样的外交表述 相当于 向隋宣告窝国国王 也是承受天命 而统治天下的皇帝 据隋书窝国传的记载 在607年 小野妹子赴隋之前 于600年来 到中国的窝国使者 在听到隋阳帝的父亲 隋文帝 关于窝国风俗的询问时 曾作如下回答 窝王以天为凶 以日为地 也就是说 当时窝国使者说的是 窝国王比天子的级别更高 相当于天子的叔父 大家都知道 窝国大王后来 号称天皇 天皇位居三皇之首 是中国远古时期 天子的称号 即天皇 也是相当于 统治天下的 皇帝之意的用语 了解了这层背景 我们就能明白 从汉尾奴国王 作为中国皇帝 臣下的王后起 古代日本 经过治天下大王 天子的称号 确立了 以天皇为顶点的体制 换言之 古代日本 以天皇为顶点 从大化革新后 采用 只有中国皇帝 才能使用的年号 模仿中国体制 在窝国国内 推行 有别于中国的 独特法律体系 一步步建设成 古代律令制国家 这一系列的举措 显示了古代日本 在一人中国 政治思想的同时 在自身内部 已构造出一个 以自我为中心的 中华世界 形成了 中国式的 中华意识 如此看来 霍迦多知鲁大王时期 在窝国国内 使用天下 乃是我们今天 回溯古代日本 中华意识形成的 最早始发点 换言之 在窝奴国王 和卑弥乎的时期 日本作为 中国皇帝的臣子 加入了 其国际秩序 可以想见 尽管霍多 加之鲁大王 也作为窝国王 继承了原有的路线 加入了以南朝的 中国皇帝为中心的 国际秩序中 却又同时希望 脱离这一体制 追求自立 后来到了潜随史阶段 主张与中国皇帝对等 而使用天子称号 可以认为 是与霍迦多知鲁时期以来的 这种自立趋势 一脉相承的 霍迦多知鲁时期 窝国的天下观 话说回来 霍迦多知鲁所使用的天下 原本指的是哪个地狱呢 考虑到像枝田信长的 天下不武的说法那样 天下这个词 在后世的日本使用时 仅限于指日本国内 那么 霍迦多知鲁的天下 也可认为其具体地狱指的是 窝国国内 然而 正如前述 《宋书窝国传》所记载的 霍迦多知鲁大王 对中国皇帝说道 东征毛人55国 西服众夷66国 杜平海北95国 这里的 毛人之国 众夷之国 杜平海北之国 与窝国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并没有明确说明 仅就它实际上 被认定是 至天下大王 以及 送书窝国传的字画 意思而言 很自然地 应该认为 霍迦多知鲁的天下 具体也包括了 毛人55国 众夷66国 和杜平海北的 95国 不过 在评定各国的文字之后 又说 王道荣泰 阔土侠击 说明 霍迦多知鲁大王 在面对中国皇帝的时候 也认为 这些国家和倭国 都在中国皇帝 统治的范围内 只是在现实中 这些地狱 是包含在 霍迦多知鲁 所构想的天下之内的 这么说 大概不会有错 这里 我们必须注意 以下几点 一 窝武王的第二位 真字称为 都督窝 百记 新罗 任那 秦寒 穆寒六国 诸君士 安东大将军 窝国王 二 窝武王的第三位 既在位时 宋朝允许 窝国王自称 都督窝 新罗 任那 加罗 秦寒 穆寒六国 诸君士 安东将军 然而 宋朝并不承认 窝国所希望的 对百记的军事权 和安东大将军称号 窝武王的第五位 霍加多之鲁 在位时 自称 包括上述六国 加上 仍然得到 宋朝承认的 百记 一共七国 拥有军事权 和安东大将军的地位 随后 霍加多之鲁 在宋顺帝 升明二年 前始之后 虽然对百记军事权 仍未获得承认 却被授予 安东大将军的称号 被封为 都督窝 辛罗 任那 加罗 秦韩 穆韩六国 诸君士 安东大将军 窝国王 在当时的中国 一旦被任命为 上面所见的都督 诸君士 即被授予了 对都督和诸君士 中间的地区的军政权 另外 以中国为中心来看 安东将军 意味着被授予 控制中国东部领域权限的将军 安东大将军 则是比安东将军 更高一级的将军称号 古代 窝国之所以不断要求 获得比将军更高的 大将军称号 是因为高沟黎 百计 已早早被宋朝 封为 与安东同样概念的 征东大将军 镇东大将军 换言之 当时的窝国 与高沟黎 百计 围绕着朝鲜半岛的权益 进行着种种竞争 为了在这样的竞争中 确保对朝鲜半岛 南部地区的优先权 窝国便努力争取 获得当时东亚国际 政治秩序的一大中心 南朝对其军政权的承认 后来 在霍加多之鲁的时候 终于从中国 获得了 对除百计地区以外的 军政权的承认 和大将军的官位 如此看来 霍加多之鲁大王时期的天下 具体而言 应该是指 安东大将军 沃王武的势力 以某种形式 所能达到的 包括 沃国 新罗 任那 加罗 秦韩 穆韩等六国地区 而且 尽管对百计的军政权 到最后 都未能得到 南朝宋的承认 但考虑到 至天下这个词的含义 以及 沃王武 自称为 包括百计在内的七国都督 可以认定 当时沃国的 霍加多之鲁 作为 至天下大王 而君临 或说 希望君临的天下 在现实中 亦包括 百计在内 这样的推断 大致不会有错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前面在讲到 浅随史的时候 我们曾提到 沃国王自称为 天帝 天子 另外 在著名的 好泰王碑文中 关于高沟黎 建国神话的部分 对高沟黎建国的起源 有如下记载 维西始祖 邹谋王之创基也 出自北福于天帝之子 母和伯女郎 铺卵将士 言曰 我是 黄天之子 这里出现的天 指的是什么 这里天帝的天 黄天的天 尽管同样是天子 显然 其意子 是以高沟黎为中心的天 而与中国所使用的 相对于中国皇帝而言 或以中国为中心的天 并不相同 另外 如前所述 天下这个概念 指的是 天底下广阔的地面 世界整体 本来就不是一个 具有界限的领域概念 有见于此 我们可以认为 至天下大王等说法中 出现的天 原本就是 以 窝国为中心的天 在这种天的概念下 形成的天下 本来 并不是一个领域概念 这与中国的观念之间 只存在 如下的区别 一方 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 另一方 则是以窝国为中心的天下 换言之 霍家多知鲁大王时期的窝国 在参加中国的世界秩序时 作为中国的臣子 承认其世界秩序 不过 在以本国为中心的立场上 在理念上 则根据 以窝国为中心的 天的思想设定 天下的概念 在现实的层面 将天下 设想为包括 窝国和朝鲜半岛南部的 周边诸国在内的领域 这样一来 当我们回溯至 例如 悲靡乎时期的日本 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当时 如何看待天和天下的概念 由于不存在 能够弄清这一问题的史料 我们这里 只能进行推测 首先的问题是 在悲靡乎时期的日本 当政者对原本 天 天下等 源自中国的政治思想中的概念 能有多深的理解 就我的研究而言 我认为 当时的日本的当政者 大概未能充分理解 这种政治思想 也许都不知道 存在天 天下 这种源于 中国的思想 不过 根据 《未知窝人传》的记载 悲靡乎 常常使用轨道 迷惑民众 如果这个记载属实 那么悲靡乎 大概曾通过 萨满手段 实施政治 宗教性质的行为 可以想见 当时存在他们 所供奉的某种形式的天 但是 悲靡乎的天 与中国的天 差别很大 因此 可以认为 作为派生概念的天下 尚未被倭国接受 通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文化传播 以汉字为中心的中国文化 逐渐传到日本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的天 和天下的意义 也逐渐被 窝国民众所理解 到了 霍加多之鲁时期 便产生了 至天下的概念 另外 我们在前面讲到 在 前随使 小爷妹子之前 去到中国的 窝国使者 在回答 随朝开国皇帝 随文帝的问题时说 窝王 以天为兄 以日为帝 随书接着 还记载了 窝国使者 与随文帝的 如下交谈 天为明时 出听政 家谍作 日出 便听礼物 云为我帝 高祖曰 此态无异理 于是 训令改之 天帝 日兄这样的说法 比作为天帝之子的 中国皇帝的地位 还高 实在让文帝 感到不合道理 在这次 六百年的 前使之后 窝国 到了六百零七年 以小爷妹子 作为 前随使的时候 窝国王 在其国书中 已经舍弃了 天帝 日兄的说法 而是 自称为 天子 出现这种变化 的原因是什么 单从 词语本身来看 这种变化 一改家族关系中 处于 长辈地位的天地 而将格 变成了天子 那么 窝国 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变化呢 我们只能认为 这其中反映了 六百年前史时 隋文帝 与使者之间 问答的结果 因为根据随书的记载 文帝指出 窝国王自称天帝 日兄不合道理 于是 向窝国使者 发出更改的训令 在外交场合中 六百零七年的使节 不可能在交涉时 竟然连六百年前史时 出现的问题 一无所知 可以认为 六百零七年的 遣随使 在针对 六百年的 遣随使 所发生的问题 定好应对之策后 才与随朝 进行交涉 换言之 可以认为 窝国考虑到 隋文帝 指出天帝 日兄 不合道理 而训令更改的意图 同时 意味了贯彻 本国的主张 经过一定的判断 决定在六百零七年 前史时 使用天子的自称 我们认为 这是窝国采用天子和制书等措辞 主张与中国在政治上的对等 说明到了遣随使的阶段 日本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解 与以前的时期相比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然而 当我们仔细地研究 潜随使相关的史料之后 发现 即使到了这个阶段 日中对于天的理解 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差异 正如窝国在天位名中的使用那样 天与太阳关系非常紧密 而中国的天 则与革命思想联系在一起 静雅思听 创导这样的阅读理念 读书不要贪多 而要求精 所以我们坚持 只把最好的书呈现给用户 让大家能够把有限的阅读时光 交付给最值得的对象 永远与智慧相伴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十 中华世界的扩大与新世界秩序 一 作者川本方钊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第十章 中华世界的扩大与新世界秩序 古代东亚与日本的关系 世界秩序的相互克制 在上一章 我们探讨了 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际关系中 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 我们捋清了在这个过程中 古代日本逐渐接受了中国的政治思想 从一开始采用作为皇帝臣下的王号 致使用至天下大王 日出处天子等称伟 最终创至年后 建立了以皇帝的别称 天皇为顶点的律令体制 一步步形成了中华意识 另外 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提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 日本的奈良及平安时期的首都 京都会以中国的王都洛阳为名 我们还指出 这与古代日本的中华意识的形成 不无关系 在本章中 我们将论述这种现象 并非只在古代日本出现 同时代的高沟黎 百计 新罗等古代朝鲜国家 也产生了类似的情况 另外 我们将探讨出现这种现象的渊源 指出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朝继承自汉代的世界秩序 与承在此前 华谊关系演变的五湖十六国 北朝 隋唐所担负的世界秩序之间的 相互克制 并且 经由隋唐帝国 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转化 在此基础上 作为本书的结尾 我们将阐明 在古代日本形成的中华意识 也是这一历史大趋势的组成部分 揭示出 本书书名中的 中华的扩大的含义 高沟黎的中华意识 三国时期 魏国灭掉了割据于辽东的公孙氏势力之后 为了确保新的领土 于244年 派遣将军吴秋简到辽东 讨伐辽东背后的高沟黎 在魏国的攻击下 原在朝鲜北部发展国力的高沟黎 遭到沉重打击 国都沦陷 国王亡命 三世纪下半夜起 随着魏晋交替 晋的国力衰退 中国势力对辽东控制的渐弱 高沟黎趁机再次开始扩张 终于在313年 攻陷了自西汉以来 长期作为中国王朝 控制朝鲜半岛的根据地 而发挥作用的勒浪郡 成功将生产力丰富的 西北朝鲜地区 以及居住在当地的汉人 收归至下 其势力急速增加 此后 高沟黎与不断在朝鲜 南方扩张势力的百计之间 展开激烈的争斗 到了历史上著名的 郝太王时期 高沟黎王开始自称太王 并使用永乐为年号 使用年号等措施 说明高沟黎在国家 形成过程中 以中国政治制度为一种范本 郝太王去世后 继位的长寿王于414年 为了颂扬父亲的功绩 建造了著名的郝太王碑 郝太王碑 第一面祭述了高沟黎的起源 为西始祖邹谋王之创基也 出自北夫于天帝之子 母和伯女郎 扑卵将士 言曰 我是黄天子 这是使用了黄天的说法 值得注意 因为如前所述 这里出现的天 并非以中国为中心的天 而是以高沟黎为中心的天 另外 郝太王碑中 还记载了高沟黎的始祖 邹谋王 是天帝和和伯之女所生的 波卵将士的儿子 说明高沟黎 说明高沟黎具有其独特的神话世界 高沟黎的神话当然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因此可以认为 碑文中出现的天的内容 与中国的天大不相同 然而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注意到 这个高沟黎的神话世界 却使用了源自中国的天地 黄天等词进行描述 因为高沟黎的神话世界 通过了中国思想的过滤处理 从中折射出 高沟黎接受了中国文化 并借用中国的词语 描述本民族神话的一面 另外 在郝太王碑第一面 还可以看见 百蚕 新罗旧式属民 由来朝贡 第二面还有 贵王自逝 从今以后 永为奴客 太王恩赦 据此可以认为 高沟黎的政治体制 是以高沟黎王为中心的 朝贡 贵王体制 高沟黎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接受 从高沟黎使用贵王 奴客等独特用语来看 中国的朝贡 这一政治用语 与当时高沟黎的朝贡 并非完全相同 然而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建造好太王碑时 高沟黎用朝贡 这个词语 描述他们与百计 这些附属势力的关系 此前 好太王碑的研究者 都将这种词语的使用 视为当然 而并没有对朝贡 这一起源于中国的 政治用语 在中国以外的朝鲜地区 使用这一奇怪现象本身 具有什么意义进行探讨 然而 使用这一词语至少说明 尽管当时的高沟黎 存在贵王自恃等 独特的隶属礼仪 但他们 也根据中国的政治思想 将自己与百计 新罗等的关系 界定为朝贡关系 另外 从好太王之子 长寿王时期 担任北赴于地方关的 牟头楼的墓中 出土的墓志中 出现了天下四方的说法 换言之 基于中国政治思想的 高沟黎国家 高沟黎社会的形成趋势 仍持续至好太王之子 长寿王时期 并将天子的概念 引入高沟黎 不过 对天下这个概念的接受 也许可回溯至更早的时期 另外 在鉴于五世纪末的朝鲜 中清北到中原郡的 高沟黎 入侵新罗的纪念碑 中原碑中 可以看见 东夷魅锦 赐魅锦衣服等说法 高沟黎本身 便被中国视为东夷 而他们称新罗为东夷 赐魅衣服等行为 却不能理解为高沟黎 接受了中国的这种看法 并将之用在对待 同属于中国眼中的东夷 而前来归附的新罗身上 这是因为 如前所述 高沟黎使用了 年号和天下这一用语 以将自身置于中华的地位上 即从这个时候 高沟黎以自己为中华的 立场来看 可以认为 他们已经将新罗 视为位于本国东方的东夷 而非中国的东夷 然而 高沟黎王一方面 自称太王 另一方面 就像中国前使 请求将自己 视为臣下的中国王朝 赐予将军称号和王决 这种举动 与沃国王向南朝宋派遣使节 请求中国王朝 赐予官决的情况相同 我们认为 此举亦有助于促进 中国政治思想 在高沟黎的扎根 我们必须充分注意 这个时候 高沟黎的中书 积极采用这一路线 促使其国家形成的做法 换言之 从高沟黎采用基于中国政治思想的年后 采用朝共体制 对天下的认识等来看 可以说 高沟黎先于古代日本 开始形成了 以高沟黎为中心的中华意识 百计的中华意识 从三韩之一的马韩中兴起的百计 在其国王进萧谷的时期 曾一度攻破高沟黎首都平壤 显示出强大的威势 不过到了阿华王这一带 则遭受挫折 如前所述 以奴客的身份 向高沟黎太王下跪 此后 尽管在475年 由于遭到高沟黎的攻击 而宾于王国 不过随后又重整旗鼓 再次复兴 百计王于495年 向南朝齐前时 请求中国王朝 赐予对其治下的将军称号 和王爵 就像高沟黎 窝国一样 百计王曲线 请求中国赐予爵位 成了国内的王中王 即实际上的大王 这说明和古代日本出现的 大王称号和天皇称号 高沟黎出现的 太王称号一样 百计也出现了 同样的趋势 据成熟于南朝良代的 《良执共图》记载 当时 百计统领着 判波 卓 多罗 前罗 斯罗 纸谜 马连 上纪文 夏枕罗等诸国 这说明百计的发展情形 与古代日本高沟黎相同 新罗的中华意识 新罗原始高沟黎的属民 到了六世纪初 根据503年建立的 《迎日冷水新罗碑》的记载 至多鲁葛文王 自称至正王 根据524年建立的 《卫贞凤平新罗碑》的记载 谋集至魅锦王 自称法新王 就这样 新罗王自称 带有佛教色彩的 中国王号 另外 凤平新罗碑 还记载了新罗 为了让本国 攻取的地盘上的 高沟黎旧民 不违背 新罗王的命令 要求他们对天发誓 这里的天 与窝国 高沟黎的情形一样 显然 是指新罗的天 然而 新罗一方面 在南朝梁的普通二年 随同百计 一起到南朝朝贡 并以此为契机 加深与中国的交涉 最终 被中国王朝 封为新罗王 勒浪郡公等官职 与窝国 高沟黎一样 成为中国的策封国 另外 在法兴王二十三年 首次创建新罗本国的年号 以五百三十六年 为建元元年 也就是说 在五百三十六年 新罗也开始使用 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中 只有中国皇帝 才能使用的年号 这与高沟黎 采用永乐年号 相较晚了一百多年 却比日本的大化年号 早了一百多年 这在考察新罗的 中华意识形成过程时 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后到了后来 新罗向奈良时代的日本 派遣使者 由于使者将本国称作 王成国 被日本驱赶回去 王成 并不是指 由中国皇帝册封的 新罗王的城 而是指天子的都城 在中国古代 方千里的王姬外围 按顺序设定 侯服 电服 南服 采服 卫服 满服 仪服 镇服 帆服 等九个区 侯服 每年一朝 电服 两年一朝 南服 三年一朝 采服 四年一朝 以此类推 向天子朝贡 而位于天下正中 是天子居住的王成 将这个制度 与新罗自称王成国 结合在一起考虑 我们可以知道 新罗在八世纪上半叶 曾向日本自称天子之国 正因为如此 已确立了日本版的 中华意识的 奈良朝时期的日本 这才把新罗的史节 逐回本国 这说明 新罗也跟高沟黎 和古代日本一样 逐渐形成了中华意识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 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十 中华世界的扩大 与新世界秩序 二 作者川本方昭 译者于小潮 朗读者小心 古代日本 朝鲜的中华意识 形成的先驱 五湖中华意识的形成 如上一节所述 在古代朝鲜的高高梨 百纪 新罗等各国 也出现了与上一章 我们分析的中华意识 在古代日本形成过程 相同的现象 对中华意识 在包括窝国在内的各国 形成的过程进行比较 我们会发现 建造于五世纪初的 好太王碑上 出现了高沟黎 独创的年号 而其他各国都在烧完之后 才开始同样的行动 可以认为 在这些国家中 最早出现中华意识 形成趋势的 是高沟黎 那么能否说高沟黎 就是这些现象的渊源呢 这一节 我们将对这一点 进行探讨 中华意识 在高沟黎和窝国 形成发展的时期 正是我们前九章 所论述的 五湖入华 所展现的 东亚动乱的年代 在这段时期 产生了文明圈规模的 大量的人口流动 甚至连朝鲜 日本也受其影响 这些动乱的中心 位于中国的华北 那里湖族和汉族之间 一次又一次地 展开了激烈的攻防大战 对此 我们前面 已进行了考察 五湖十六国时期 一开始的时候 汉族人主张的思想是 自古成湖人 而为名臣者时有之 帝王则为之有也 换言之 湖族不能成为 中华世界的帝王 最多只能为汉族服务 而成为名臣 这是一种歧视性的言论 另一方面 湖族反驳说道 他们主张湖族 也可以成为中华世界的帝王 于是 尽管一开始 有些湖族的君主 对是否自称皇帝而惆怅 但总的趋势是 他们向着采用皇帝称号的方向 奋勇前进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 存在这种采用皇帝称号的趋势 说明他们 接受了中国的政治理念 逐渐形成了一种 将自己放在中华世界 正统位置上的意识 这种尽管身为湖族 却将自己视为中原正统 中华正统的趋势 也逐渐表现在 将自己的军队 称为王师的话语形式上 另外 刘豫在五世纪初 建立宋朝前夕 作为东晋的将军 进攻距于山东半岛的 鲜卑慕容部 建立的南燕政权史 南燕的皇帝 慕容超聚集群臣 商讨御敌之策 南燕大将公孙五楼进言道 东晋军敏捷而果敢 我们应该先发制人 发动攻击 慕容超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而是故承自首 这时慕容镇对南燕尚书 韩卓说道 主上决定故承自首 今年国家灭亡 我一定死战到底 但你们中华之士 又要重新被纹身了 这充分说明 当时慕容鲜卑 已将自己视为中华 这里出现的纹身 让人想起南方野蛮人的风俗 被发纹身 也就是说 定都 江南的东晋 就是这样的南蛮 而从南燕的统治下 被编入东晋的统治下 就是从中华 陷入纹身的境遇 存在这种话语 说明 尽管慕容镇是先卑族人 其国家南燕 是胡族所建立的政权 他们却以中华自居 而将汉族王朝东晋 视为南蛮国家 北朝的中华意识 这种倾向 在五湖十六国时期的 其他各国中 也可以看到 到了后期 更是显示出 进一步发展的势头 在记录北魏时期 洛阳情景的 洛阳前蓝记一书中 有这样的记述 在流经洛阳的衣水 和洛水之间 在皇帝遇到两边 有接待东西南北外族使节的 四仪馆 路的东边有四馆 名为金陵 燕燃 扶桑 燕姿 路的西边有四礼 名为归正 归德 木画 木义 这段文字记录了 先卑拓跋部所建立的 北魏政权在迁都后 在都城洛阳 设置了四仪馆和四仪礼 正如归正 归德 木画 木义等用词的寓意那样 北魏给管和居住区起的名字 表达了周边四仪仰慕北魏的正义 地德和王化 纷纷慕名前来 都城洛阳朝贡的愿望 也就是说 这种安排说明鲜卑 这个在汉族的中华思想看来 不过是夷迪的外族所建立的北魏 却将自己放在中华的位置上 另外 记录北魏历史的魏书 将南北朝时期 与北魏相对峙的南朝建国者 分别称为 岛夷刘豫 岛夷 萧道成 岛夷萧岩等 等他们称为居住在长江以南 一个岛上的遗敌 这种现象 也可以看成是中华意识的一种体现 将这些情况 与我们上一章 上一节论述的情况 进行比较时 在五湖所建立的 华北各朝中 中华意识的形成 尽管在时间上 也有一部分于古代朝鲜 日本形成这种中华意识的 时期相重合 但显然 比古代朝鲜 日本的这种趋势 先行一步 换言之 朝鲜 日本的中华意识的形成 乃至本书开头前沿部分 讲到的日本 将京都称为洛阳的现象 不仅与古代日本 朝鲜等 各国中华意识的形成 有关系 而且 在渊源上 与五湖等非汉民族 所萌发的中华意识 起源有关系 中国的巨大影响 我们这里需要明确的是 这种中华意识 正如其表现在 皇帝尊号 天下 年号 中华和遗迪等概念之上一样 其形成终归脱离不了 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框架 尽管我们认为 五湖入华是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但从中也可以重新看到 此后中国对各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考察中国的巨大影响时 不应忘记的是 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将军的任命制度 在将军作为一种实际职务而非虚耗时 将军下设一整套官僚机构 由长使 司马 参军等各种官吏组成 这个机构当时称为辅 军辅 设置辅 则称为开辅 同样的情况 也出现在古代日本 朝鲜的王 接受中国册封 被任命为将军的场合中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 这种现象具有什么意义 窝雾王的第一位窝赞 于原家二年 向南朝宋派遣使节 司马曹达 司马曹达可以理解为 姓司马 明曹达 但实情似乎不是这样的 一位窝王赞 曾两次向南朝前使 在原家二年的前四年 即永出二年 也曾派遣使节 当时宋朝皇帝刘裕 向窝赞下诏 其中对窝国跨越万里波涛的 前使行动表示赞赏 可赐除寿 可以认为 正是这个时候 窝赞或封安东将军 窝国王的官决 那么也可以断定 安东将军府 设置了司马这一官职 另外当时与窝国一样 向南朝派遣使节 受封镇东大将军的 白济王 向中国派遣了 长使高达 司马阳茂 参军快迈等将军府的 蜀官 注意到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说 司马曹达 却应是担任司马一职的曹达 原来就有的 长使 司马 参军等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突然成了重要性大增的 中国内地地方军政官 倭国 朝鲜等各国 被中国各朝 封以安东将军 镇东将军等 基于中国本土 中华思想的将军称号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长使 司马 参军等官职 便是具有作为 这些将军府 蜀官的特征 这说明 日本朝鲜的古代国家 在建国初期 进行的国家建设中 以中国的国家制度 作为一种范本 争议大将军 与中华意识 众所周知 日本出于征伐虾仪的目的 设置了征仪将军 征仪大使等官职 后来在此基础上 发展成最高位阶的武官 征仪大将军 征仪大将军开了幕府 而征仪这一用语 则源于以京都为中心的 日本征伐位于其东方的仪敌 虾仪 另外 这里的东仪这个说法 绝不等同于 窝武王的最后一位 安东将军 窝王武 在上表宋顺帝时 表述的那种意思 自己的祖先 在东夷的地狱 不懈努力 东征毛人 五十五国 西服众夷 六十六国 渡平海北 九十五国 王道荣泰 阔土侠击 按说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征仪大将军的表述背后 包含着 与前述天下的用语 在日本的改版 本来 以中国为中心 而产生的天下思想 转换成 以日本为中心的概念 一样的概念转换 将虾仪 视为东仪 与前述 将京都称为洛阳 以及古代日本 通过对中国政治思想 进行改版的形式 而形成了中华意识 三者 均具有相同的渊源 六外 众所周知 日本人在此后 更晚近的 安土桃山时期 使用南蛮 称呼来到日本的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江户时期 末年驱逐外来的 外国人时 还打出了 尊皇 嚷仪的口号 从这种认识世界的观念中 可以看出 本章所论述的 受古代中国国家制度的影响 而形成的思维方法 如何经过长时间的跨度 仍持续对日本产生影响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十 中华世界的扩大 与新世界秩序 三 作者川本方昭 译者于小潮 朗读者小心 中国政治思想的传播 传播中国政治思想的人士 前面我们论述了 古代朝鲜 日本 以及五湖各国家 中华意识的形成 既然都根源于 中国的政治思想 那么 自然这种思想或制度 就必定是通过某些方式 向各个民族传播的 有人认为 周边的这些民族 通过阅读中国的书籍 引进了中国的思想和制度 然而我认为 将中国的思想或制度 传播到周边各民族的人士 基本上是中国人 或者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 众所周知 这段时期 由于五湖的入侵 包括东亚 北亚 东南亚 西域在内的广阔地区 出现了人口大流动 其中心是华北 躲避战乱的人们在华北境内移动 进而 越出华北 向上述东西南北各地区迁移 这是与野马台国的 碑迷乎 同一时代 登上历史舞台的 鲜碑拓跋族 始祖神元皇帝 拓跋立威去世不久 发生的事情 始祖崩后 与丛子雄及其宗室相亲鸡蛋等 十数人同来归国 说 还一幕二帝招纳近人 于是近人富者稍重 还帝加之 以为俯相 任意国事 这段文字记载了 躲避战乱的一部分中国人 翻阅长城 流入鲜碑族建立的国家的事情 尽管这段时期最大的一股移民 难民流是从华北涌向江南 自然 这种大迁移也波及朝鲜半岛 投奔高沟黎的东寿 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正如本章开头所述 三百一十三年 高沟黎占有了乐浪郡 然而 有许多原本居住在乐浪郡的汉人和官员 仍然留居当地 从乐浪郡的原址发现的壁画古坟中 有一座安月第三号坟 这座古坟中 有被封为 史池杰都督的东寿 这个人的莫书穆志明 我们认为 此东寿与资质通鉴中所记载的 曾为慕容晃部将 奉命进攻慕容人 被慕容人打败后投降 并于336年逃亡高沟黎的东寿是同一个人 换言之 东寿的例子与前面逃亡拓跋部 被任命为国相的卫操一样 可以说 都是汉族难民在非汉族国家得到重用的势力 在高沟黎 百计 新罗 窝国的国家制度中 都有共通的布的制度 具体而言 高沟黎有称为 消奴部 绝奴部 顺奴部 灌奴部 贵楼部的五部制度 百计上有上部 前部 中部 下部 后部组成的五部制度 新罗有梁部 沙梁部 牟梁部 本笔部 汉旗部 洗笔部等组成的六部制度 而日本有部民制 那么 为什么在高沟黎的五部 百计的五部 新罗的六部和日本的部中 都会出现同样的部的用语呢 是否只是为了表达分类的意思 而出现了表述的一致呢 然而 如果对古代分处不同地区的各国 出现这种表述一致的现象 做出这样简单的解释 则未免失于粗浅 现有的定论认为 部在各国的表述一致 说明了相互之间 有某种关联 我认为 这与我们前面所说 传播中国政治思想的人士的问题 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就此稍作展开 高沟黎的五部 与单纯的划分 或表示部族 士族等 血缘的原集团之翼的部相比 具有较为不同的特征 高沟黎的五部 带有明显的军事 以及行政区化的特征 归属于部的人 几乎都集中居住在国都及其周边 百计的五部 新罗的六部 也带有明显的军事 行政区化特性 实际上 这种体制 在其鼻祖中国也存在 北魏的八部制 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正如第三章所述 北魏在建国后 将所属各族都集中 迁到当时的国都平成周边 并将他们重新编入八个特别行政区 建立了以北魏军为核心的体制 这种体制是否由北魏独创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我则认为 这种体制亦存在于 北魏称霸中原过程中 所灭掉的后烟 及其上一代前烟两朝中 古代日本 朝鲜各国中部的制度 互有关系 基于这种现有的观点 如果我们 以探讨日本中华意识的渊源时 所采用的相同视角进行考察 就会发现 古代日本朝鲜各国的部的渊源 与高沟黎的五部制有关 高沟黎五部的名称中 出现的奴 在古代朝鲜 意为原始的小国 那么 萧奴部 绝奴部 顺奴部 贵楼部后面所带的部字 则是 跟在意为原始的小国的奴字后面的用语 部大概就相当于奴的汉语表述吧 六外 高沟黎在五世纪初的时候 将首都从原来的国内城南 迁至平壤 当时将此前 血缘关系浓厚的五部制 重组为基于方位的东西南北内部等五部 一般认为这种改变 受到了毗邻的鲜卑族所建立的强大燕国的影响 部 这一用语具有如此背景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存在这样一种概念 在高沟黎五部制出现前夕的东亚 部并不只是单纯的划分 一部仅仅是指血缘 地缘集团 而具有军员 行政单位的意义 其成员是在王权的命令下 聚居在特定的区域 而且还出现了根据方位进行划分的体系 这样一来 也许就会有人问 将这种概念传播到高沟黎的人士 都是什么样的人 回答这个问题时 我们都不用想起前面提到的 鲜卑拓拔布的卫操 高沟黎的东寿等势力 大概自然会说 这些人无非就是对布这个汉字 表述带有特定印象的人 如前所述 高沟黎的五族原本称为奴 然而在后面加上布字的 必定是通晓汉语的人 像 肖 绝 顺 贯 加奴 加布 这样汉语和非汉语表述的混杂现象 在这个时期的史书中 频频出现不胜枚举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 古代日本将布念作 B的读音 是汉语布的发音的一种额变 可以推测 在古代日本负责朝廷记录的 百计侨民识布 按照百计的习惯 将汉语布以及百计人的发音 B一起传到日本 换言之 布这个用语 在当时东亚地区是通用的说法 在窝国 百计 以及百计 言以为犯的高沟黎 乃至新罗 都使用这个字 在这些国家中 布子 要么念成Bill 要么稍有音变 念作B 韩愿与布 太宰府天满宫收藏的成书 于中国唐代的韩愿写本 被列为日本国宝 这本书籍在中国现已失传 是非常贵重的天下孤本 书中有对高沟黎五部制的记载 记载了具有血缘集团浓厚特性的 三国时期的 武族肖奴部 绝奴部 顺奴部 灌奴部 贵楼部 在王权的主导下 依照方位重新组编为五部制之后的情况 其中可以看到 内部和东西南北部的别名 黄部 黑部 青部 赤部 白部 是根据阴阳五行说的五方色而命名的 这与是什么样的人将布的概念 带到高沟黎的问题之间的关系 引人注意 根据中国的阴阳五行说 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 即五行 分别对应于东 南 中央 西 北 五个方位 另外 青 青 赤 黄 白 黑 五色 也与五行分别对应 日本橡铺中的青房 白房 与颜色的对应 也与前面含苑的技术一致 换言之 高沟黎的五部制 显然受到了五行说的影响 另外 很难想象 高沟黎在设置五部制时 首先设置了内部和东西南北部 之后才出现黄部 青部 白部 赤部 黑部等 基于五行方色的别称 因为这么一来 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古代朝鲜 五个方向的布与五种颜色的布之间 凑巧展现出与中国相同的对应关系 这种偶然的一致 大概不可能是惯例吧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 当时高沟黎有一批人 理解中国五行思想 并将之反映在五部制中 而且理解当时存在于华北的布的制度 是他们参与了五部制方案的制定 换言之 结合部这个字 在东亚各国都念其在汉语中的读音 bill 或与之相近的音这种现象 可以认为 这些人就是从中国迁居到高沟黎的人 在记述六世纪时期百计情况的资料中 有这样的记载 都下有万家 分为五部 约上部 前部 中部 下部 后部 部有五项 世数拘焉 其人杂有 新罗 高梨 窝等 亦有中国人 我们不知道 百计都中是如何划分世数的 但在1995年5月至6月 对百计后期首都所在地四笔城的考古挖掘中 出土的木简中可见到 西部后相的记载 可见 上文中出现的相是实际存在的 五相与五部一样 分为中相 前相 后相 上相 下相 另一方面 同时代的南朝国都 健康 也有被称为 乌一相的相 百计的相质 在多大程度上 受到健康 南朝相质的影响 其详细情况 有待今后的研究 而前述的种种情形 可以说 都反映了当时 高沟梨 百计等各国中 存在相当数量的中国人 或熟悉中国文化的人 上边引用的 《北史百计传》的末尾说道 其人杂有新罗 高梨 窝等 亦有中国人 就是一处名正 另外 迄今为止 对在朝鲜发掘的 安月第三号坟进行的研究 揭示了如下几个事实 汉人东寿 逃亡到高沟梨后 保持着潜在的势力 这个时期 勒浪 戴芳 以及辽东郡的移民们 在本郡灭亡后 仍奉利东晋的年号 王姓 是勒浪郡的大姓 在宋书《窝国传》中 作为窝王的使者 被派遣到宋朝的 司马曹达 是渡海来到日本的汉人 另外 最近的研究表明 与这个时期 在中国广泛出现的难民领袖 及其所率领的集团 相似的人群 在当时的勒浪 戴芳 辽东各郡 也都可以看到 勒国与百计的上表 古代日本 与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亚的这些变动趋势 不可能毫无关系 那么 对于日本所受的影响 我们下面根据南朝宋的时期 窝王武向中国的宋顺帝 承送的上表 对之进一步分析 这段文字 我们已经在上一章中 介绍了前面的部分 陛下封给我的国家 在中国看来地处偏远 在外面修建翻平 微臣虽然身份低下 而且愚笨 却秉记先祖的教导 希望率领属下臣民 归顺陛下所代表的天的中心 在龟虫天极 接下去的部分 窝王武谴责了高沟黎的无道 要前往宋的国都 必须经过百计 装备好船只 然而高沟黎无道 总是袭击我们 杀害我的边民 因此 我们派遣使者受阻 错过了借助季风 前往中国的季节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 与478年 窝王武对宋的上表文有关 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 472年 由于当时窝国关系密切的百计 向北魏派遣使者时 成递的另一篇上表文 在百计向北魏 成递的这篇上表文中 百计王说道 微臣在中国的东方建国 高沟里如豺狼一样 阻隔我们前往中国的道路 我们虽然世代承受王化 却未能前去称臣 仰望陛下所居住的 高智云霄的宫殿 敬仰之情一发强烈 凉风吹来 派遣长使于礼 司马张茂等人 乘船在茫茫大海中搜寻前往中国的路径 将生命托付给自然运气 呈现我们万分之一的诚意 很多人都已指出 窝王武向宋顺帝成帝的上表文意思非常通达 不过这两份上表文的相似之处 此前却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 为了分析的方便 我们给从《宋书窝国传》原文引用的史料 和《魏书百计传》的史料 加上了编号和下华线 在《封国偏远》 《坐藩于外》 陈建国东籍 《虽是成灵化》 《墨游凤藩》 以下各自对应部分的叙述都非常类似 在距离当时1500年漫长岁月的今天 要弄清楚这种类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不过在史料极为有限的这段时期 由相邻的百计和窝国 分别于472年 478年这么接近的年份 成帝具有如此类似的用语和措辞的上表文 这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偶然的一致 自然我们会认为 当时两国之间甚至在这种层级上 也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另外 这两份上表文都由极为通畅的中文写成 从中我们可以推测 当时朝鲜、日本存在中国人 或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的人 并且可以看出 这些人之间的密切合作 旧人与新人 我们在第三章指出 这个时期因战乱而产生了大量的人口流动 我们从这种状况与五湖十六国 北朝史之间的关系的角度 对这种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变化进行了探讨 并从旧人和新人之间的树立融合的过程 分析了出现在五湖政权中的政治结构 以非汉族为核心而扩大的五湖政权 随着其统治领域的扩大 逐渐包含了许多新归附的民众 对于志在强化王权的五湖君主而言 笼络新人 尤其是在确立新的国家制度过程中 笼络具有宝贵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 便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前面说到的拓拔鲜卑十足 神元皇帝拓拔立威去世之后 为拓拔部出谋划策的卫操 鸡蛋等汉人的势力 也是其中的一种表现 朝鲜半岛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前面讲到的高沟黎的东寿 便是其中一例 至于窝国方面的情况 日本书记对推测是宋书中的 窝王武上表文的执笔者 柏来人史部深辖村主卿 贵威民史伯德有如下记载 天皇以心为师 勿杀人众 天下诽谤言 大恶天皇也 为所受宠 史部深辖村主卿 贵威民史伯德等 对这些勃来人的宠信 或此后陆续来到日本的大陆人 进入政界的情况 恐怕也需要以上述的观点进行考察 在前面的论述中 我认为 关于这一时期 朝鲜 日本的古代国家建设问题 有必要扩大视野 分析其与在华北建立政权的 五湖各国之间的关系 当然 不仅是国家建设一个方面 从中国文化的传播 这一更广泛的观点来看 这一时期 人口的迁移将中国文化 传播到江南 福建 云南 贵州 岭南 东南亚 北亚 西域 朝鲜半岛等各个地区 那么朝鲜 日本的古代国家建设问题 便与这一时期 人口移动的全貌解析 这一更大的问题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顺便说一下 将中国文化传到朝鲜的中国人 死后葬在当地 在其墓地出土的专名文中 可以看到有 义民汉兹王君葬 汉兹义民主君专等文字 这里使用义民的说法 引人关注 因为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史书中 收录了很多义民传 在贵族制鼎盛的这段时期的中国 成为义民 乃是身为读书人的 士大夫的一种理想 正因为如此 上述王室的木砖上 才刻下了义民的字样 我们也要注意 在中国文化传播的意义上 这种与贵族的生活方式 有关的概念 也被传播到朝鲜半岛 进亚斯汀网站 分享到新浪微博功能 闪亮升级 让每一次分享 看得到也能听得到 想见证惊喜 快去试试吧 静亚斯汀 让智慧也动听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十 中华世界的扩大 与新世界秩序 四 作者川本方昭 一者于小巢 朗读者小心 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 与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 外臣的内臣化 与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与中国缔结了册封关系的 周边各国的君主 及外臣 被授予中国王朝的 爵位和官职 成为中国王朝的臣子 及内臣 沃国王除了王号以外 还或封将军号 都督号 正是这种现象的 一种明确表现 这个时期 适逢中国王朝权力弱化 中国王朝考虑到这种情形 力图将周边各国 纳入自己的体制中 因此 这种外臣的内臣化现象 欲演欲裂 然而 在魏族为首的各民族看来 这是一种 与各民族走向独立的过程 相并行的趋势 如前所述 五胡入侵之后 北朝不断扩大其版图 而对此深感不安的南朝 则企图形成一个 围住北朝的国际包围圈 南朝的宋时期 便可以看出这种短倪 北魏士祖太武帝 发兵五十万进攻南朝宋 大军抵达长江北岸之时 太武帝给宋太祖 发取一封信 信中说道 清关中盖无反逆 山洞拢又 低 枪 比复使人救 而又劝之 比往日 北通瑞瑞 西节赫连 蒙迅 土欲魂 东连 冯红 高离 凡此树国 我皆灭之 然而 随着时局的发展 这个包围圈 逐渐分崩离析 上述的四百五十年 北魏发兵 直达长江北岸的南清 也在这个过程中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下面我们列举一个示例 来具体看看 以南朝为中心的体制的 衰退情形 我们在上一章指出 倭武王时期的山东半岛 作为倭国等东夷诸国 向南朝派遣使者时的 中转战 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们还论述了 四百一十三年 倭国开始向南朝派遣使节 与东晋将军刘裕 灭掉先卑慕容部 所建立的南燕政权 占有了山东地区 这一事件不无关系 然而 到了四百六十九年正月之后 山东半岛进入了北魏的版图 北魏从南朝手中 夺得山东半岛之后 马上开始在当地经营 时隔一年之后 在山东新设光州 五年后的延兴五年 设置军阵 进一步强化 对山东半岛的控制 此后 北魏以此为基地 逐渐严密监控 前往南朝朝贡的东夷船支 因此 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东夷诸国向南朝派遣的使节 以及南朝的达里使 被在山东沿海游异的北魏船舶 捉拿 另外 黄兴三年二月末 柔然 高沟黎 库默西 契丹等北亚 东北亚各国 相继向北魏朝贡 这恐怕是作为此前 东北亚各国 向南朝前史时的中转战 山东半岛 于上一个月陷落而触发的 这从反面说明了 山东半岛成为北魏领土 对东一个国有多大的影响 两年之后 高沟黎在北魏孝文帝在位时 将对北魏的朝贡品增加了一倍 这恐怕也与山东的陷落不无关系 换言之 在五世纪下半夜 南朝推行旨在以国际合作的方式 对北朝实施封锁的政策 然而 却在其东部战线中 这个连环被切断了 另外 在南朝与当时西部的土玉魂 河西走廊的势力 以及北方的柔然势力的联络中 发挥重大作用的 长江上游四川地区 也在旷日持久的南北对抗中 到了南北朝的后半期 最终 落入北朝的势力控制下 那是西魏废帝二年的事情 这个时候 江南正处于我们 第五章所讲到的 侯景之乱中 当时 身为征锡大将军 而镇守四川地区的 梁武帝的第八子 武陵王 寄于552年8月 率军东下 进逼湖南 当时 湖南地区 由武帝第七子 湘东王 义所镇守 他担忧自己抵挡不住 于是向北方的西魏求救 请求他们从背后进攻四川 对此 西魏定下征讨四川之际 派遣将军魏池炯 于次年三月起兵 武陵王 虽奋力防卫 无奈 八月 成都陷落 四川 被西魏所控制 南朝丧失了 对北朝在国际战略上的这一重要据点 经过这样的南北对峙 最终 由北朝最后的王朝隋 再度统一中国 南北朝时期 落幕 从南朝一方来看 可以说 这种结局 意味着以南朝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崩溃 北朝扩张 隋唐帝国的出现 不仅仅对南朝有影响 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 北魏太武帝 发给宋太祖的信中 所说的那样 此前 与南朝联合行动 或处于其势力影响下的柔然 土玉魂 云南窜满 高沟梨 百计等诸势力 到了唐代 都相继灭亡了 另一方面 在上述 诸势力背后 不断积蓄力量的突厥 土藩 南兆 渤海 新罗 日本等逐渐崛起 华谊秩序的变貌 我们注意到 原属于宜迪 从五湖中崛起的北魏 甚至被中国的士大夫 承认为北朝 而在北朝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隋唐 成为中国的正统王朝 这是一种逆转现象 同时 隋唐文化 国家制度中 也可以见到 胡族文化的影响 从秦汉到魏晋 中国历史的流向 再次出现反转 原来 非正统的王朝 成为了正统 这里 展现了一段 非常耐人寻味的 历史发展过程 我们在第七章 对北魏 孝文帝的各项改革 进行了考察 论述了其中 孝文帝 将北魏定为 继承西晋 金德的 水德王朝 指出了 拓拔鲜卑 提出自身 并非五湖的主张 结合本章的分析逻辑 可以看到 孝文帝改革 具有原来非正统 成为正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历史发展中的 分水岭地位 另外 上一章 我们从古代日本的 中华意识形成的观点 对古代日本的历史发展 进行了考察 将其轨迹 与沿着五湖 北朝 隋唐的次序 展开的中国历史相比较 我们发现 两者尽管 按秦汉魏晋的秩序 来看 同属一敌 却在转变为中华这一点上 具有相似的轨迹 并且 按照我们前面所论述的逻辑 可以说 这种轨迹的相似 绝非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换言之 五湖 北朝 隋唐 与古代日本 可以说是 具有以下共同侧面的 国家群 他们都是以 秦汉帝国为母胎 以接受其册封的形式 在未尽南朝的体系中成长 并在突破这一体系的过程中 逐渐崛起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